在下坛台平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281集 这位黎阳影像之一的男子看到徐凤年的阵仗 尤其是韦石辉的那身鲜明笑味假咒 宋冬明哪里还猜不出这个年轻人的底细啊 微微作一后抬头后笑了笑 嘿嘿嘿 王爷可算不得已成待人了 还望宋先生见谅 宋冬明瞥了眼徐凤年身边的年轻书生收回视线 王爷 你似乎不是那值得百姓依附假释笑死的民主啊 为师辉二话不说就抽出了北梁刀 想要一刀砍下 这信口开河的王八蛋的脑袋 徐凤年抬起手拦下了身后性子暴力的清仓效尾 此话怎讲 黎阳边塞是何止千百首其中以何须马格果实还半句多亏 要我看来 这就是句读书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屁话 因此宋冬明有一问要问北梁王 请问 敢问青苍城攻守 北梁阵王假释不下三千人 为何独独只有你北梁王的白马一从有一关中 占据着绿洲之地 徐凤年 漠然无声 陈亮西猛然眼睛一亮 宋冬明继续带着讥讽出声 人徒徐霄有一万大雪龙旗 四子徐龙巷有三万龙巷军 北梁都护楚禄山有清军 元左宗燕文鸾也有清军 这些价势自然是骁勇无敌 也愿意为北梁而战 可然后呢 北蒙举国难亲 靠这七八万人就能答应了 甚至可以说 靠三十万北梁军就能打赢了 或者说 北梁王你认为是必死之举 只要存了必死之心 就无愧于北梁了 宋先生 有何交往 北梁既然注定要孤立 面对那北蒙百万铁骑 且不说胜负如何 但务必要做到人人死得其所 死有其名 北梁王以为然否 理当如此 那就请北梁王在境内 被寻一处做英雄种树立起三十万墓碑 宋栋明接下来死死盯着徐凤年 一字一字从牙缝中挤出来 死一人 记一名 好 清凉山后山就可作此种 三十万之中 可有你徐凤年一块碑 有 先写下北梁徐凤年五字 与所有北梁假是一般无二 当下只记载生于何时何地 等到死后 在天上战死于何时何处 宋栋明看着徐凤年的眼睛 许久过后 郑重作义 宋栋明愿为北梁臣子 愿为北梁王出谋划策 好 等到宋栋明直邀抬头后 徐凤年走到这位陆明宋氏子弟身边 两人并肩而立 徐凤年放低声音 我知道你心底 其实是赵无是徐 但这又何妨 北梁王错了 我是北梁 其实是离养 不是天子是苍生 暂任北梁到金略副使 坐着清凉山 够不够 足矣 在这个降伏元年的秋季 陆明宋氏宋栋明 入室北梁朝野震动 一行人没有急着返回青苍城 徐凤年 宋栋明和陈亮西三人坐在一条西水派 疑人不用用人不宜 徐凤年没有对还未上任的附近略使遮遮掩掩 把许多北梁布局和盘拖出 例如王领宝带兵奔赴凤祥军阵 绞杀反复无常的翔将马六可 是为了给曹维的万鱼青旗清理路线 甚至可以说龙象军的战前临时过冲 也是为了给这一万旗埋伏笔 而凤翔兵马的主力僧兵更是北梁跟烂陀山六珠菩萨的一桩隐蔽买卖 宋栋明听了后没有从戏处着手 而是捡取了一些石子在地上摆放 自言自语 现如今三座战场 楚庐山负责梁州以北的这条主要战线 关义军阵树铺一道都极为完善 用固若金汤四字形容也不为过 游州以北有一个北梁占据天然优势的葫芦口地形 手艺攻南 北马不太可能在初期就主攻游州 但是刘州地域广袤起伏极小 地势如骏马奔平川 立于骑兵驰骋 我方并无雄城巨阵可疑 北莽总体兵力占优 调兵遣将无需阴谋其策 他们如果选择这条路进南下 直接绕过优良两地 唯一需要防备的 就是他们的粮草不极限 被驻扎于梁州西北方位的徐家铁骑一刀切断 这就靠求双方的偷袭 与反习功底了 徐凤年瞥了眼陈亮兮 后者缓缓开口 北马要向长弓南下入蜀 不管北梁是否在流民之地设置流州 都会试图从这里打开缺口 否则打优良北方那条防线 他们就算有百万大军 一样耗不起 毕竟我们北梁军 不论骑兵部族都极其善战 何况 骑足下马可守城 上马又可以主动出击 这是北莽真正头疼的地方 大将军很早就在边线几座 最重要的城池要塞中 建有大型粮仓武库 以备久战 但事实上 我们北梁军 从来都不觉得一位守城是上策 这一点从大将军和李懿山 再到燕文鸾 楚禄山 袁左宗 以及所有青壮将领 一脉相承 都达成了清晰共识 所以北梁这么多年的平凡演武 一向力求 攻守兼备 北莽那边选择现在开展 因为大将军的去世 而且北梁为了吸纳流敏 不得不把一部分兵力 投入刘州平原上 一来 是让北莽西县派系 觉得终于有机可乘 二来是他们拖不起 万一给黎阳朝廷 把中原地带的国力 都演化成兵关战力 两国国势 只会越来越此消彼长 北莽更没得到 可以说 选择刘州作为开战地点 既是北莽以为 能够得力的切入口 也是北梁 一个相当主动的抉择 这并非北梁自负 而是自信 尤其是对我们齐军在家门口作战的自信 北梁军政 其实就像一块金羹细作的凉田 坐等收成而已 我这个还没领到官服的附近烈士大人也不会去划设天足 比起北梁 北莽可谓家大业大 不过 多门之事难免都风雨 听说慕容女帝为了没有后顾之忧 要对耶律姓氏这个草原救助大开杀戒 很多不愿南下攻打北梁的大草原主都成了带载高阳 我们不妨火上浇油一把 随便从耶律子弟中推出一位传去消息 北梁愿意遵弃为北莽君主而不认篡位夺权的慕容女帝 这种事情肯定没办法让北莽伤惊动骨 不过能恶心他们一下 终归是好事 宋栋明说到这里笑问徐凤年 北梁多半就此事留有后手 对不对 哼 对 具体的战士谋划 宋栋明不插嘴 北梁是打仗的行家 有的是熟人兵式的将领 内行做事 我这个外行看热闹就是 但是北莽百万大军看似气势汹汹 其实真正能拼命的 就是董卓的将近十万董家军 洪敬炎的柔然铁骑 家长还有杨元赞柳归这几位老将率领的嫡系军武 但更多还是一些称不上精锐的军队 到时候我们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可以一口气打掉北莽某支战力平庸却又人数足够的军队 北莽本就不是铁板一块 否则北亭草原主也不会在这个时候退出 他们对打西县北梁还是东县顾建堂始终有意义 咱们慢刀子割肉说不定有意外之喜 当然这只是宋多明的一个随口提议 这本就是楚路山连环布局里的一个小环节 竟是一个小环节啊 总算知道为何人人惧怕那恶名昭著的鹿球儿了 难怪难怪南院大王董卓也会在咱们的都护大人手上吃大亏 朝廷那边我倒是可以做些事情 曹梁和盐铁两室有一计可让朝廷彻底松口 哦 朝廷可是一直想着既让牛拉车又不让牛吃草的念头 扣门得很啊 到现在为止 好不容易松口的那一半曹梁都还没有运到北梁临终码头 如果不是西楚复国一开始就给了他们当头棒喝 估计这批草粮一百年都不会离开乡凡城 很简单 咱们北梁尚书京城主动要求出兵一万靖南 边境藩王既有束手边关之职责 也有为国靖南之意 名正言顺 朝廷接连打了两个大败仗 杨慎兴的济南部族被人瓮中捉鳖 只差没有一国端 严震春更是为国捐躯 将族全部战死 这不是明摆着在告诉朝廷西楚很难缠吗 咱们北梁一向擅长肯硬骨头 其他藩王不能建功我们北梁来吗 一万不够三万够不够 看来泰安城兵部会要乱成一锅舟了 哈哈朝廷会恨死你的 我得让高手贴身护卫你这个附近略使大人 否则照够死士肯定要来取你的相上人头 赵家如果连这点魄力都没有 如何做天下真当北梁就该以三十万甲氏死绝换得他们的安稳教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不假 可既然北梁也是离阳江雨 北梁数百万百姓就不是他赵家的子民了 天底下没这样的荒唐道理 陈亮兮叹了口气对此人心生蛰伏呀 不知为何相比判处北莽的同龄人徐北指陈亮兮对宋栋明更加心有亲近 就在此时一人坠入溪水 岸上余地龙抖了抖手腕一脸不屑 看到师父转头看来余地龙大声辩解 师父不怪我呀是这小子自己要我打他的 他刚才说了站着不动还能一根手指头放倒我 还说咱们北梁高手其实就那么几个 说些什么他是三品实力 到了北梁之后就没遇到过一个高手 余地龙瞥了眼溪水里的那只洛汤鸡 啥三品害我使出一半力气递出那一拳 早知道这么不尽打就手下留情了 围石灰朝这个孩子偷偷伸出大拇指 余地龙抱以憨憨一笑 宋栋明不理会那个一脸委屈和震惊的自家疏童 皇爷听说你收了三个徒弟是哪个 年纪最小的那个大徒弟最不让人省心 所以待在身边 要不然以后江湖上肯定要多出个形势无际的大魔头啊 龙将军一骑及时而来翻身下了 极必王爷 徐将军和九十星期已经到了十里外的沙交丘 唉陈亮熙你先陪宋先生返回青苍城 我去看看弟弟 这些白马一从 你是说你们两个需要保护我 还是我 陈亮熙微微一笑 不再多言 一名白马一从犹豫了一下 鼓足勇气开口 王爷 有话就说 气化炎就是那个先前 陈成木所说那个死在青苍城内 孩儿像的 当时我受了重伤 所靠在墙壁上等死 是他替我挡下了马贼的实际架砍头 死前也没能留下什么话 但我觉得 应该替他跟王爷说一声 他气化炎 没有后悔加入白马一从 王爷 杀手打仗 我想进先封营 七华炎战死了 要是你丁轩也死了 有几个人记得住他 以后 跟很多将军们一起 葬在青梁山的后山 不怕给人忘了 不怕王爷笑话 因为七华炎 我是在青苍城死人堆里捡回一条命 如今还是很怕死 只是 丁轩全家当年 跟着大将军一起到了北梁 已经把这里当家了 我爷爷说了 就算死 他老人家也要死在北梁 这里就是咱们丁家的根 家里兄长也做了官 几个弟弟都在读书 我只要去边境上杀北蛮子 杀一个回本 杀两个就是赚的 先锋营轮不到你去抢位置 老老实实做你的白马一从 真到了需要你上阵的时候 别的不说 咱们的坟还能做个邻居 丁轩张大嘴巴 不知道该说什么 下一刻 年轻藩芒身形一闪而逝 众人只觉得清风拂面 就连那个刚从溪水中走上岸的书童 都瞪大眼镜 我天哪 不怪是让五帝成王老怪 都有来无回的天下第一人啊 宋冬明没来由记起一事 先前相逢 北梁王化名徐奇 奇字用在名字里 可不是什么好字啊 三十万倍 恐怕要一直从王府后山 绵延出去数十里 功成巨大 而且大战在即 宋先生 咱们会不会文官动动嘴 武将跑断腿之嫌啊 放心 此举不许动有王府前库封号 更不至于影响边关兵乡 自有无数个家中子弟 在边关作战的家族出钱出力 谁敢逃避 我这个新官上任的附近掠使大人 就要把第一把火烧在他们头上 我就是要他们知道 打这场仗不是徐家一家之事 是整座北梁之事 陈亮西动了动嘴唇 陈亮西 是不是觉得我这么做不尽人情啊 陈亮西摇了摇头 不这么做 北梁是守不住的 到头来苦的还是老百姓 以悲人力之苦 如何能跟日后家破人亡相提并论 黄龙是满口胡言乱语祸害春秋 但有一句话 发人深信 可是那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宋冻明笑着摇头 皮肤不可多知 宋冻明还是摇头 自古君王最愚昧 百姓最无愧 受架了 沙焦丘是一处微微高耸的小山坡 山坡底部有九十余骑兵下马修器 人人甲昼难掩鲜红痕迹 原本都是龙象军的漆黑铠甲 浸染了太多来不及擦拭的马贼鲜血 如今被北梁百姓竟称为小王爷的徐龙象 独自站在坡顶上 跳往北方 这趟徐龙象带兵入驻刘州 先是把那一万藏由北莽精锐的马贼杀的片甲不留 之后 把麾下九十来个都位都喊到身边 也没有说什么 就是带着他们一人两马一刀一弩四处杀人 大小战士二十多次杀敌一千四百余 几方一人未死 只可惜这趟游猎 也没见到小王爷的那头黑虎 也没有见到小王爷身披那套鲜红伏甲 徐龙象站在沙礁丘上背对所有下属 突然所有人几乎同时抬起头 看到一道身影毫无征兆的劣志山坡众人下意识地要抽刀等到看清楚来人面貌后如释重负是北梁盲也就是他们主帅的哥哥 徐凤年来到徐龙象身侧 一只手轻轻按住少年的脑袋 兄弟两人一同望向北方 一座小小的清仓城当下可谓是彭比盛会啊 不但北梁徐凤年徐龙象兄弟二人都在 听说还多出一个黎阳王朝从未设置过的复京略士 暮色中赶在沉浸之前更有一只浩浩荡荡的马队驶入青藏 护驾骑族竟然出自渭水营 这在北梁道上肯定是只有与徐家联姻的黄金国戚才会有的殊荣待遇 不是青州大族陆家便是出了个财神爷的王家了 王林泉被柳真领着来到旧龙王府一座靠北的雅境别院 一路上并无见己森严的严密护卫 不过王林泉和柳真跨过院门后 看到眼前一幕是面面相去 只见年轻藩王正坐在台阶上 卷起绣管给弟弟徐龙象洗头 那位三万龙象铁骑的少年统领则是蹲坐在下两级的石阶上 撅起屁股朝着水盆低头 柳真不敢多待 连忙告辞 徐凤年一手握着徐龙象的树发 一手给弟弟涂抹就地取材的土制椅子 见到老丈人后 只能抬起手肘 示意王林泉坐在身边 徐龙象转头 咧嘴一笑也算是见面礼了 徐凤年一边给徐龙象洗头 一边随口说了起来 刘舟大小生意 只有交给王伯伯打点 我才能放心 闲闲闲语嘛 肯定不会少 有人会说我任人为亲 说我掉进钱眼里了 只顾徐家钱袋子 不顾北梁千秋大业 否则就算举贤不必亲 为何独独重用王家 却把人才辈出的陆家置之不理 这里头的弯弯道道 别人看不清 你王伯伯一定心知肚明 陆家自从上驻国陆沸池去世后 陆东江暂时还撑不起陆家 咱们这位陆博客陆大家呀 入粮之后 先是为陆家子弟求官 被女儿陆承燕拒绝后 这会儿又开始跟人争夺北梁文坛领袖的位置 一刻都没闲着 我呢 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由着他折腾去 只要他不过见 清凉山这边的年夜饭 总有他们陆家的一席之地的 王林泉叹了口气 没有多嘴说什么 徐凤年帮着把弟弟的头发拧干 抬头看着始终局促不安的王林泉 怎么 王伯伯 不认识我了 王爷 小女出东向来不安人情事故 这会儿又跑去书院瞎胡闹 实在不成体统 王爷该打骂她的时候 千万不要手软 那我可舍不得 我不知道别人娶妻是怎么个法子 反正我们徐家一向没有把女子藏在家里的规矩 王伯伯你是见过我娘亲的 徐晓敢吗 哈哈哈哈 王爷说笑了 王妃是世间罕有的奇女子 小女曾敢与王妃相提并论 大将军对王妃敬重有加 那也是王妃当得起 徐凤年抬起袖口胡乱擦了把脸 唉 王伯伯 你要不说些学校以前的事情 他跟我和黄门儿聊天 总喜欢捡他的英雄事迹 每次我问起那些著名的大败账啊 他总是避而不谈 王灵权点了点头 正正出神了片刻 坐在台阶上望向空唠唠的院子 开始说那几场几乎让徐家军跌倒后 几乎再也没能爬起来的血腥战士 当年那些让徐骁吃足苦头的战场对手 如今都已无人问津了 正史上大多也未有些许笔墨 其中有旧黎阳王朝的两位翻阵将领 联手给徐骁下套 王灵权说 那是一场短兵相接的小巷羽战 徐骁当时不过是一员校尉 带着麾下六百精锐入城 结果竟对上了三千部组 最后逃出城的只有徐骁在内的46人 这不算什么 那两名藩将最后还把徐家士族的首级 当作叛军上报朝廷领取军功 朝廷允知 徐骁在短短一年后就带着四兵踏平了这两座名义上归顺肇事的翻阵 徐骁最穷困潦倒之时 其实与流习匪徒无异 朝廷不给军饷 当地官崖视为仇寇 就只能是减净劫掠 不过尽量不伤人 夺人财务后也会悄悄地记下姓氏 在徐骁平步青云之后 那些当年被徐家假设抢过财物粮草的人家都各自得到了一笔丰厚回报 其中就有差点位列宁晨传的赤水郡柳家 当年不过是被徐骁夺了价值两百余两的货物 对于柳家而言无关痛痒 可若不是徐骁发话柳家一旦登上宁晨传 那就真是君子之责 武士而战的灭顶之载了 王林泉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睛 却是笑着开口 记得决定打西楚那一次 军中有很多人对朝廷的排兵补阵意见很大 都觉得要打叶白魁领军的西楚还这么勾心斗角 这仗根本没得到 咱们徐家军南征北战这么多年 没理由顶着罪钱都送死 当时有几名已经封官授决的老将军喊得罪凶 那会儿啊 可真是人心浮动 军心不稳呢 徐晓找他们谈了一次 我当时是大将军清兵就护着营仗记得很清楚吵得很厉害 反正那之后这些将领大多就都回了太安城留下的没几个 然后楚都护原统领和颜文鸾玉铁山这些当时还算轻壮的一拨人都领为授命当上了将军 不光是朝廷不看好咱们其实自己人也都心里没底好在楚都护和原统领带头打了几场硬仗胜仗赢的那叫一个匪夷所思 王灵权这些年在青州附近也见过几个当初退出许家军的老人加上许多英商不得不退出军武的许家老族 就被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付出不多但分明受惠的那些人反而不懂感恩喜欢经常说北梁的坏话阴阳怪气 而那些付出很多却始终岌岌无名的老兵反而不求回报这么多年下来一直说着大将军的好话 当年人微言轻没人愿意听他们的许道 嗯 眼下北梁近况也差不多 其实道理也不复杂 很多人在本质上是生意人做什么事情都讲究利器交友做官子孙联姻诗唱贺等等 心里啊都有一本记得清清楚楚的账簿 但这种人毕竟还是少数 哼因为没有付出过所以可以不在乎 王爷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徐凤年帮徐龙像洗完头发又帮着竖发站起身倒掉那盆水 王林泉这位财神爷手头上还有一大堆事物要等着他定夺 就不再留在这里了徐凤年看着老人离开院子的背影 嗯 看来是该挑个良辰吉日取其那飞了 否则这么拖着现在还能紧水不犯河水的王陆两家说不定就要恶言相向吵来吵去了 到头来里外不是人的还是他这个女婿 一个王陵权摘心人后不意味着他身后整个王家就人人淳朴 而陆家虽然暂时看来给清凉山惹了许多笑话闹剧 但以后北梁不得不靠着这个亲家陆氏去跟侠境内读书人打交道 徐凤年端着木盆站在台阶顶上哎呀都是斤斤计较的声音 嗨 徐龙相站在哥哥身边 少年嘴边已经冒出微轻的胡子茬了 瘦还是瘦 但个子也高了许多 徐凤年正想要跟黄蛮二说些羁牙心底很多年的言语 空中那头青白笋冲刺而坠 带来一封简明恶药的密信 信上有两个消息 南海观音宗近百炼气势已经进入灵州境内 江湖上突兀出现无家见种一百旗直奔北梁 西北边塞黄沙万里摔草遍地 一行偏偏若白蝶的白衣男女沿着灵州边境进入梁州路线继续划湖悠悠然来到北梁到第四周刘州 跨境没多久就有一只铁骑守株带兔名义上是护送这批来自南海孤岛的仙师前往青苍城 实则更多还是监视的意味 宗主坦台平静对此不以为意 宗门练气势中倒是有些人感到愤懑不已 觉得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费 那年轻藩王也太过不识抬举了 领军头领更是鼎鼎大名的龙象军副将李莫帆 是个在北梁军中都能捞到一个杀人如马平语的魔头 此人的马战本事 公认仅次于齐军统帅袁左宗 封沙中李莫帆一起当先 除了北梁齐军标配的毛刀弩三件马背两侧还跨有两只脊囊装了不下二十枚短脊 除此之外左右腰间还悬有两柄长剑 这一眼看去简直就像是一座马背上的兵器库啊 龙象齐军跟观音宗练气室并无交流 双方漠然前行 如同一黑一白两尾长蛇在一块黄色断面上划 临近青苍城 围守李莫帆看到远处一人猛然停马轻轻撇向不远处的白衣仙尸 这位北梁猛将轻轻抬起手整只骑队几乎是同时静止不动 绝无半点嘈杂声响 李莫帆拨转马头朝向观音宗众人 他一只手轻轻摸索着羊皮囊里的脊尾 打定主意要隔岸观火 在练气室正前方出现一家没有乘坐马夫的马车 一名黑衣少年安静站在车前 脚下趴着一头巨大黑火 这头畜生懒洋洋的打盹着即便趴着高耸背脊也快到了销售少年的夜下 李莫帆叹了口气 望向文思不动的大将军次子有些走神 还记得当初跟着大将军赶赴北梁中途一次庆功宴上大将军 勋醉后举杯指了指泰安城的方向 说道 文臣老爷们的腿一天天跪在那里 咱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大老族边关走一个 春秋九国除了被咱们当成残羹冷制丢给顾剑堂那小子的南堂 咱们都走了一遍 现在就剩下那北梁三周了 总有一天 就算我徐霄梅法子亲自带你们去北蒙汪亭走一走 我的儿子也会带你们去那里逛一逛 李莫帆吐出一口浊气 眼神坚毅起来 等了将近二十年 老子都四十好几的人了 他娘子自家那五岁大的孙子都知道调戏邻居小闺女 总算有大长大了 徐龙相轻轻扭了扭脖子 不光是那些擅长忘记的观音宗高手 就连跟吃剑老祖宗随歇谷一个年代的宗主坦台平静都是如临大敌 麦探妞翻了个白眼 这个瘦不拉击的愣小子是想怎样 难不成是想一个人挑翻整个观音宗 敌我不分吗 麦探妞一看到那个知晓身份的黑瘦少年 就烦躁心思一动就飞掠出去 他就不信了 这个杀气勃勃的小子真敢杀人 徐龙相开窍未全 但终究是开窍了 他知道哥哥在幽艳山庄外的湖上跟这些人起过冲突 后来有个是什么贱胚子的年轻女子还三番两次心怀不轨 徐龙相独身前来拦路就是告诉这个观音宗他现在不是什么三万龙象军统帅 他只是徐凤年的弟弟黄蛮儿 徐龙相原本还有些犹豫是直接揍人还是如何 结果看到那一身剑意而非剑气的赤足女子一掠而至 徐龙相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双脚 嘴角翘起 哼 碰上个一样不喜欢穿鞋子的 可这不是我不把你打趴下的理由啊 麦探妞 骤然感知到一股气势磅礴的杀技 他闭上眼睛 没有直奔那边弓之盛连南疆都有所耳闻的人图次子而是在飞掠途中轻轻一点 身形在空中转出一个半湖然后急速下转就在脚尖即将触地的时候 又预先察觉到徐龙相的出击 叫去微微攻腰加速又掠出去三四丈距离 自始至终他都是在空中飞飞停停走走如同脚下生怜 徐龙相左脚脚底板在黄沙地里横向花出一寸距离 与此同时 麦探妞马上转换飞掠轨迹身形拔钩树杖道在从向后退去心 然后身体旋转雪白长袖飘渺 灵气动人 愈发凸显出他在雷霆出手之前的无迹可寻 徐龙下动很直接了当 就笔直一线撞向了那个动作花哨的女子 麦探妞在徐龙相膝盖弯曲的那个瞬间还在犹豫是欲见欲敌 还是凭借轻功碧气锋芒 然后在下一瞬间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出手 徐龙相在空中抬起一记凶狠西撞就将那个门外汉看来是自己撞向他的麦探妞撞飞出去 速度之快快到了在场高手中只有坦台平静一人看出端倪的地步 麦探妞竟是在徐龙向抬脚的那一刹那就完全丧失了陷阱 不过之后在两人撞面之际麦探妞还是做出了双手下推格挡的手势 可徐龙相那一刻出手无指如钩抓住麦探妞的额头啊往自己膝盖那边一带依旧是将麦探妞撞飞出去 坦台平静眯起眼睛缓缓吐纳蓄势待发麦探妞身躯在空中翻滚卸去了大半尽头 可很快他就惊骇发现那不起眼的黑衣少年莫名其妙就到了自己身后接下来麦探妞在击退之后又被一脚踹在后背扑倒在沙地中摔了个狗吃屎 坦台平静眉宇间浮现出一抹阴霾那少年在出脚之时有过数次不易察觉的停顿是寸劲的叠价如雷滚雷 但这根本就是有被寻常舞蹈场里的一般人习无小成都会知道遗弃灌注和遗弃呵成的重要性 徐龙相简直就是神出鬼没 众人一阵阵眼花后就看到这名少年拖拽着麦探妞的一条腿缓缓走向观音宗百鱼练骑士 麦探妞连死的心都有了 不是他不想抗拒啊 而是这王八蛋那一脚踢溃了他所有的契机 流转乱如麻不受控制 这也就算了 直觉告诉他 如果敢用剑道天赋驾驭飞剑 这个黑兽少年真的会痛下杀手的 徐龙相拖着麦探妞走了一段路程 似乎腻歪了丢垃圾一样把手中女子置还给观音宗 然后朝澹台平静勾了勾手指 那意思再明了不过小的不够看老的试试看 澹台平静没有丝毫怒气而是淡然发问 你一直刻意把自己压制在金刚镜和纸玄境的界限是试图直接跳过天象境界一举成为陆地神仙 在你之前还没有人能够做到 徐龙相没有说话 他一向只听哥哥的话 哥哥说过跟人打架可以一边打一边闲聊 如果是杀人就不要嘴上说大套大套的道理了 拳头就是道理 一起扬尘而来到了李莫凡身边禀报军情 李莫凡脸色古怪清了清嗓子对徐龙相喊 大统领王爷发话了打架可以不许杀人 王爷还说了如果打输了的话看他不消理 李莫凡打了一个机灵马上醒悟过来 大统领末将只是帮王爷传话 回头你别叫我 那个被宗门一位长老抱在怀里的麦探妞欲哭无泪 都想要破口大骂了 徐凤年徐龙相这兄弟两人就没一个是脑子清醒的 他比任何时候都想回到南海 这辈子都不要踏足中原陆地了 在下澹台平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二百八十二级 澹台平静跨出一步 不光是南方练气是支牛而者的观音宗都后退了 就连李莫凡也不敢掉以轻心 举起手臂做了个北梁军将校 世俗都看得懂的手势 龙相齐君顿时如虎出霞炙热而狂野千余惊奇开始飞速铺散开去形成一个充满侵略性的扇形阵性 更有几股尤其游略到了练气室的身后显然是打定主意要来一场大洞干戈 务必把这些眼高于顶的南海仙师们给包了饺子 麦探妞其实受伤不住 只是先前被徐龙相在气势上狠狠压制不敢造次 此时师姐亲自出马他就有了底气 谭台平静仅是步行向前不见玄机 但是这一次徐龙相伺机而动的等候时间无疑要更长一些 尤其是当谭台平静每次不易察觉的停顿甚至是后退一步时徐龙相都流露出一些恍惚茫然 仿佛回到了清凉山王府内的海堤时代变成了个痴痴呆呆的黄茫儿 徐龙相不知想起了什么挠挠头一脸的誓人 整个人的气象面貌就焕然一新 这在李莫帆在内的龙相骑君看来并无奇怪 可在擅长忘记的观音宗炼气势眼中可就是奇了怪在了 在炼气势看来那名身份显赫的少年 细机流转 就像由一团燎原大火转换成了一潭死水 前一刻还是勃勃生机 后一瞬间便是契机全无 了无生气 难道徐家出了一个被说成已经无敌于世的徐凤年还不够 还要再冒出一个徐龙相 天底下的好事都给你们徐家占了 还要不要给别人一条活路了 如今所谓的武林豪宗门阀都是以宗派中能否同时拥有两名一品高手并肩而立作为界限 当然若是仅有一人达到天象境界也足以率领帮派俯瞰江湖 可万万没有一家一姓或是一门一派出现两个武平高手的道理 徐家建筑都做不到这一点 坦台平静停停走走终于走到了距离徐龙相才五六步外的地方 低头看着这个生儿金刚却刻意压抑境界攀升的有趣少年 你来打我 打中了就算你赢 以后本宗在刘州行走一切都听命于你哥哥 徐龙相摇了摇头一本正经的神色 坦台平静会心笑了少年的意思他已经心领神会 那就是在北梁辖境地界不管是谁 只要双脚踏入北梁就得听他哥哥的 这个道理不需要他用胜过谁的手段来迎娶 这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坦台平静没有恼火依旧是干干净净的笑脸 只是他身前凭空浮现出一点虚无缥缈的忧虑水滴状的玩意儿 水珠坠下向滴坠出两条水线 连一阵阵刹那间就构造出了一块大圆镜 树立在他与徐龙相两人之间 那镜面波光淋漓 绿幽幽的水纹荡漾 两两相望视线模糊 从徐龙相这边看去只能看到对方的大智轮廓 观音宗练骑士都面面相觑 甚至连眼界奇高的脉探妞都极为动容啊 观音宗能够以一宗之力抗衡整个黎阳王朝的北方附龙事 归根结底其实就是靠两件福气 那幅出自大凤王朝花圣手笔的陆地朝仙图是镇压江湖玉秀 而宗主师节身前的月景天境则是压圣世间那些执意打破大道桎梏的各色钟灵 前后两者都是因缘际讳 得到天地灵气孕育而出的宠儿可越是世大之物往往就不服管束 就想要越过雷池 观音宗一脉就要镇压下这两种以得到天道馈赠 却油然不知足的家伙 澹台平静出镜之后 笑着朝徐龙巷弹出一手 是一少年不用手下留情 然后众人就看到徐龙巷凶悍的撞入镜面 出现在澹台平静身前一拳砸下 大多数生平仅见这宗门国戚的观音宗子弟下意识的都发出了一声惊叹 可随后就看到宗主整个人就如琉璃锻造而成的器物被打得支离破碎 焕发成漫天流营 徐龙巷没有任何的犹豫冲向了下一处 果然在他面前很快又出现了一面镜子 又给他撞入后打碎了那一个琉璃身的澹台平静 如此不知疲倦的反反复复 黄沙地上短短一炷香的功夫 徐龙巷已经不下百次入镜打破琉璃 每一次在碎身之前 澹台平静始终笑容平静 徐龙巷的攻势越迅猛凶悍 就越发衬托出他的胸有成竹和道法玄妙 一名校尉拍马来到李莫帆身边 一肚子的狐疑忍不住问李莫帆 将军 这算怎么回事 那娘们难道真是神仙啊 李莫帆也有些仗儿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可又不好拉下脸皮 在属下面前说自己不知道 只好故作高深地捏着下巴 练气势南北对质各有前秋 北派像是大仓里偷粮食吃的硕鼠 不过他们进步的是帝王龙器 至于南边观音宗这群人 侧中的是从天地之中参霞吞雷用一样的神器 这观音宗宗主的古怪镜子 大概类似道家真人秀礼强昆 和佛门之中那须迷于戒子的手段 小尾憋了半天 现在王八爪我都是想当儒将就你这杀猪的乐的样子下辈子都甭想当个儒将 徐龙相停下身形略做停顿思考后就往观音宗弟子聚集的那个方向击奔而去 显然是要用上兵法上的围城打圆了 你观音宗宗主躲得过可你的徒子徒孙们躲不过 到时候你要不要显出真身光明正大的打上一架呀 澹台平静出现在了徐龙相身后的位置 背对龙相骑军的善面冲震伸手轻轻一拍身前镜面 下一刻梅英义那波观音宗弟子身前就多出了一块劲 徐龙相一冲而过后竟然眨眼间就来到了谭台平静身前 这幅完全有背诗情的场景鬼绝至极 徐龙相那钻牛角尖的性子上来了 也不冲向那不敢正面交手的女子反身继续奔向观音宗弟子 而且速度更快 也第一次在奔跑途中展开了方向转折 速度之快 以至于让人先是只看到一抹恍惚身影 然后就是方圆百丈之内处处皆是徐龙相 随着时间的流逝 徐龙相始终没能摸到谭台平静和观音宗子弟的一块衣角 就连李莫帆都有些焦急上火了 就更别提那波性子如西北风沙一般 粗力刚烈的校尉都为了一个个的跃跃欲试 只等一声令下就策马冲锋好杀他个鸡犬不留 就在此时远处一个黑点不急不缓的欲行欲尽 逐渐让人看清了身形 此人孤身一人前来站在龙相齐军和观音宗之外的地方 三者如同护城鸡脚 徐凤年就站在此时此地 他当时在刘州刺事府邸得到观音宗和吴家建种分别入境的消息 他当然是更加看重后者就准备亲自去流量两州接壤处亲自迎接 至于弟弟黄蛮二要给南海炼气室护驾也好下马威也罢都无所谓 以徐凤年对黄蛮二的宠溺 天底下就没有黄蛮二不可以做的事情 只不过到最后关头徐凤年还是不太放心 毕竟观音宗数百年积累下来的家底不容小觑 麦他妞在胭脂郡内的刁钻手腕 一副陆地朝鲜图差点就让他这个所谓的新任天下第一人着了道 所以这才半路改了主意 要亲眼看到黄蛮二才去迎接奔赴西北的剑种百骑枯劍士 也许徐凤年的袖手旁观 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 可不论是李莫帆所领 以前骁勇彪悍的龙象骑君 还是百渝再偏居一鱼 孤陋寡闻也如雷贯耳他名声的南海练气势都感受到了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庞大威亚 尤其是那些徐子王岐麾下的骑足一个个的下意识都握紧了铁帽 生怕落在藩王眼中后给小瞧了他们战无不胜的龙象君 坦台平静转过头来 看着远处那个略显突兀的修长身影 眼波底下蕴含着一丝不可言喻的复杂情绪 徐龙象已经陷入风魔境地了 低着头双拳颈远未精疲力竭 却开始大口喘气 像一头上骨凶手 气机刹那流转不下七百里 这已经跨过了新武榜那道被称为六百里的龙门坎 坦台平静收回视线 正巧徐龙象转过头 他看到少年那双赤红眼龙 如果说先前只是一个顽劣少年的玩心并没有真要如何伤人的心思 那么这会儿徐龙象是的确动了杀技了 拥有一颗赤子之心行善发护本心为恶同样直截了当 坦台平静就很难判定徐龙象的好坏了 又是否应该拘压魂魄入月景呢? 坦台平静眼神依旧是带着怜悯 眼看着眼前的人图次子 黎阳根名义上版图疆域之一的北梁那是一个死局 薛藩是大势所趋 但抵御北盲铁骑又是当务之急 朝廷既不放心城府深沉的顾建堂外放为异姓王 却又容不得徐家两代人邪功自雄 而徐霄战功到了功无可封的地步 那么多令人发指的杀戮 只是徐霄命硬立身又正 老天爷算是网开一面 最终让这位大藩王寿终正寝了 可老人的妻子与四个子女 都难免受到波及 人人坎坷 徐之虎 如果不是吕祖转世的红喜相 不惜付出足足七百年功德 早已夭折病逝 而剩下的三个 哪怕徐卫雄并非徐霄和无数的亲生女儿 却也多半没有什么值得旁人艳羡的结果呀 澹台平静进入北梁 就是隐约看到了那个一的蛛丝马迹 向亲眼见证年轻北梁王室如何的力挽狂澜 如何为姐弟两人逆天改命 甚至是福泽子孙的 澹台平静 轻轻叹息了一声 徐龙相也叙事完毕了 以他为原心周围是封杀走失 若是常人也就是看到人徒刺子的声势惊人气机雄幻 可在百年阅历的澹台平静眼中 那就是几乎成就龙身的莽疚之相 天生暴躁而野蛮 面对气势汹汹的徐龙相 澹台平静不知为何流露出了一抹破天荒的恍惚 就连观音宗内差了两三个辈分的年轻弟子都察觉到了 这名早已到达反托归真境界 却刻意让容颜停留在三十岁模样的高大女子 突然有了些哀伤 他想起了自己的师父 那个永远让人难以忘其向背的男子 当年他们师徒站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他高出一个头 师父与他说话还需要抬起头 每当那个时候在他印象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师父才会有些无奈 而师父在不知所踪离开他之前有一句口头禅 你这个傻大哥 他当年在师父作画之后 才从一位年迈长辈嘴中的知言片语里推演得出 师父大概都是数次洞察天机的应运之人 运起则生运落则走 但具体是历史上哪个隐秘人物 坦台平静没有刻意去猜测更不敢去妄加推演 这也算是为尊者会吧 当下徐龙向直线而来的冲撞打断了这位炼器大宗室的侠想 这让坦台平静没来由生出了一股怒气 坦台平静迅速抬起手 顺势提起内面连观音宗开山鼻祖也不知确切根源的镜子 他就要给这名少年一点颜色而就在此时一个冷清嗓音在所有人耳边响起 黄埋尔跟你们练气室打架就跟文臣武将非要分出功劳高低差不多 没意思 下一刻一个身影就赶在徐龙向之前从越境天境之中一穿而过走到了坦台平静身前 越境天境在他打破镜面之时不起丝毫涟漪 可过境之后那水文又昏快跳动如旧物逢旧主 静不像静而是像那一轮被撞碎的井中之月 徐凤年来到身材异常高大的观音宗宗主面前还要略微抬头才能与之平视 离结性地笑了笑然后就转身走向了黄芒儿揉了揉他的脑袋 刚才还狂躁不安的少年立即安静下来 潭台平静看着这个年轻男人的背影嘴唇微颤 那两个字他说出了口 却是无声 徐凤年主动走向那名在幽艳山庄外有过一面之缘的年迈老玉 和和气气地问了声好甚至还对当时在湖上出手不俗的梅英义 调侃地笑了笑这位仙子姐姐你的指剑术让本王受益匪浅之后跟人几场打架都偷师派上了大用场希望仙子姐姐不要介意啊 梅英义嗓音娇柔却不媚人 雕虫小记能入王爷的法眼是梅英义的荣幸 不过在下斗胆有个请求 就是王爷以后若是还有机会与人大战 用上纸剑术时可要先说一句 这是南海观音宗梅英义的独门绝学 那以后我可就要明动天下了 这个可以的 实不相瞒本王以前有半个师傅 剑九黄你们应该听说过 当时本王还为习武练刀 就想着哪天他行走江湖与人比剑时 不管怎么样 只要能让本王的名字露个面 那以后啊 本王岂不就是可以拿出去跟各路女侠吹嘘拍马了 所以本王跟仙子姐姐你啊 是一路人 哎 咱们算不算英雄惺惺相惜啊 梅英义眼嘴一笑 没有在热络附和什么 倒是一直在小心翼翼的拿捏方寸 不敢再顺着肝子往上爬了 徐凤年转头对某个鬼鬼祟祟躲到同门师兄身后的年轻恋气 是说 怎么 什么 认不出头发换了个颜色的本王了 那会儿你可是牛气得很一见着本王后就来了个大大咧咧的坐江那个年轻男子战红了脸走出同门身后能跟王爷交过手此生无憾了就算王爷今天要打要杀在下徐清醒也没半句怨言也不敢还手 哟还是本家那可就真没有理由跟你打一架了到了刘州境内也别把自己当外人若有你们需要而我们北梁有的天才地宝尽管开口看在本家的份上本王也没那个脸皮藏藏咽咽 嘿嘿那我可就不见外了啊到时候若是王爷小气徐清醒就跑去往府门外撒破打滚好出息麦探妞狠狠撇过头翻了个白眼之后徐凤年跟龙象骑军要了一匹战马象征性送了这波南海练骑士一段路程与坛台平静并驾齐驱 北莽大军何时难下 一些小规模战事会很快 年初被我弟弟的一万龙象铁骑给打蒙了 新任南院大王董卓和北莽女帝应该都厌不下这口恶气 就算他们能忍 为了安抚军心就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胜仗来做开门红讨个好兆头 但具体会拣选优良留三周哪一处的边境 北梁这边也吃不准 只希望你不变因万变 坦台宗主你要拿这个积攒功德 本王也要靠你们给阵王将士一份音符 希望咱们双方能够 买卖愉快 呃 这可不像宗主这种世外高人说出口的话 接下来便是理所当然的长久沉默 两人的身份和年纪都是天壤之别 实在很难找到话题去客套寒暄 临别前 坦台平静终于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言语 先师曾经两次涉足中原江湖 第一次是前往龙虎山展摩台 与其真人论道 第二次是找寻一条白礁去向 先师曾留下遗言 那条白礁与寻常过江蟒蛇不同 并为寻江入海 而是宿游而上 先师也只能推算到白礁游至鬼门关一带 之后便不知去向 徐凤年高坐马背 不牵江绳 双手拢袖 坦台宗主是猜测那条白礁一路前游到了北梁 本王随口问一句 世人对蛟龙净若神明 可你们练弃士 尤其是宗主这样的得道宗师 都能捕杀蛟龙 为何要关心一条尚未点睛化龙的江郊去向 难不成这里头还有渊源 如果不涉及观音宗音司 宗主可否告之一二 此事无关北梁局势 无可奉告 徐凤年也没有抢人所难 也没有刨根问底的兴致 只是一笑而过 不放心头 徐凤年把战马还给了那名普通骑足 坐在自己当马夫的弟弟徐龙相身后 没有继续护送下去 显然 袍泡泽都对那战马被年轻藩王屁股做过的那家伙是眼馋羡慕得很 而那名骑足也视为莫大的殊荣满脸的得意 那满脸落腮胡子的校尾凑近后 一拍那骑足的脑袋 你叹娘的 你小子以后别再扑风骂骂的跟老子要你的那份军货 上次你割下的那颗北蛮子显贵的脑袋 谁知道那还是个有耶律姓氏的皇室子弟 骑足横脖子瞪眼睛 小卫大人 事先说好 这可是两码事啊 您说好的把您的那几摊好酒上次给我的 大人赶来账 信不信属下这就跟王爷告欲状去 告日子 也别跟老子瞎扯 今天就把话给你这个兔崽子说明白了 回头送你一整摊子酒 咋呀 你要再敢多要一口酒喝 你看老子不把你八光衣服挂在马背上 绕着军营绕上几圈 成嘞 全身上下一丝不挂的挂马被绕营 那是龙象军独有的惩罚手段 只要是土生土长的龙象骑军 连同李莫帆张领宝这两大副将在内 几乎所有桀骜不驯的家伙都曾经尝过这滋味 李莫帆测望了一眼那架马车 最终还是让麾下亲军都稍稍拉开了一段坚决 徐凤年转身掀起帘子 看了眼那架说不好是站姿还是坐姿的鲜红浮甲 无人披挂时依然是有半人高 孤零零的处在车厢内散发出一股冰冷刺骨的气息 徐凤年当初收集起五具浮将红甲后 沿令清凉山后山底下的两位墨家巨子重新锻造成一具福甲 即使保证弟弟黄芒二将来冲锋陷阵有所依仗 同时也是强行禁锢徐龙象呼之欲出的更高境界 徐龙象每次劈甲并不好受 无疑于是一种煎熬 可只要是哥哥徐凤年要他做的 他从来不问为什么 徐凤年成为北梁王之后 先是要振服文官 还要安抚边军 更要迎战王先知 一直都找不到机会跟黄芒二说话 或者说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 黄芒二开窍之后就越来越静下心来 也有了自己的主张 扩军之后 拥有三万兵马的龙象军 也给少年治理的是服服帖帖 可徐凤年总习惯把黄芒二当成小时候 那个挂着两条鼻涕虫的小孩子 当黄芒二长大之后 反而有一种不知如何诉说开解的陌生了 偶尔徐凤年会记起 徐霄当年面对叛逆的自己 大概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吧 当然 徐凤年跟黄芒二一个年龄的时候 那真是无法无天真假难辨的混世魔王啊 徐霄肯定是打不敢骂不舍 又不知该如何劝引书的 虽说王妃去世后 他这个大将军是既当爹又当娘的 可终究只是个大老粗的操爷们 带兵打仗 治理军队 那都是道理说不通 就干脆不服就打到福气 可到了长子这边 哪还能这般的省心省事 徐凤年望着那满眼比起梁州还要荒凉贫瘠的黄沙大帝 笑了笑 轻声开口 黄芒二 想爹吧 背对着哥哥的徐龙下使劲点了点头 说到咱们娘亲的早早去世 外人都说当初是为了生下你一命换一命的结果 其实照里说娘亲的命根还是当初白亿暗落下的 如果徐湘没有我这个长子 或者是 没有咱们两个儿子 他一定可以风风光光做完下半辈子的异性王 死后嗜好 也能尊荣至极 更不会是那个狗屁不通的武力 虽说对不起爹娘的 怎么都轮不到你这个弟弟 唉 我也知道 徐潇一向偏心 你和两个姐姐 都不如我 徐龙下握着马江 莫不作声 徐凤年靠着车臂 望着比黎阳任何地方 都要看着更高更阔一些的天空 徐潇对我们几个其实都很好 好都不能再好了 只不过两个姐姐 我是哥哥 你是弟弟 都会不一样 但这不是徐潇真的偏心 对你和两个姐姐就不心疼了 只不过他那么个十四岁 就投军杀敌的大老粗 哪里让子女知道他这个当爹的难处 我是在徐潇走后 为了对付王先知 出窍神游春秋 才见过徐潇年轻时候 不像后边去北梁后那么威风的场景 见过腰还没弯 腿还没瘸的徐潇 站在军机处衙门外 大雨下了一整夜 那些全臣就是闭门不见 始终不肯给一兵一族一口粮食 徐潇 就那么占了一夜 一次打胜仗后 徐潇一个人偷偷摸摸 走到不足尸体 来不及全部拖走的战场 就蹲在那里憋着乌乌叶叶 一点也不像后来有了咱们 他自己说的 那么冰封所止 便势如破竹 那么气吞万里如虎 也见过徐潇 当上将军后的落魄 跟师父 还有赵长林他们 都还得一起分着肯硬馒头 徐凤年眯着眼睛 仰望那干干净净的听 说心里话 咱们爹呀 也只有走了 才能不那么累 如果不是不放心咱们几个 他早就想下去陪娘亲了 就是靠着一股气撑着 再跟阎王爷打擂胎 收回视线 徐凤年沉胜开口 北梁其实很早就有人说过 肇事朝廷处处刁难 徐潇手握兵权 为何不干脆反了 北忙有北梁三十万贴气 吞并中原势在必得 史书 本就是任由开国王朝 随意涂抹脂粉的丫鬟 还能少了咱们徐家的美誉 徐潇也没给咱们讲过 到底是为什么 我也想过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觉得这没什么道理可讲 徐潇不是这么个人 就走不到北梁了 就像徐潇对我和对你黄蛮儿 也没什么道理 他是爹 咱们是他儿子 他就心疼 就这么简单 咱们两个当儿子的 就得为徐潇这个当爹的 不摊上后事骂名 能少一句是一句 一样很简单 我徐凤年镇守西北 只是徐潇交给我的担子 是本分更是简单 我这个当哥哥的 不想自己的弟弟战死沙场 罪不济也不想看到 你死在我前头 这也没啥道理可讲 黄蛮儿 听到了没 你要敢让我替你去战场上 取回尸体 下辈子 就别想继续当我弟弟了 谁没个私心 连徐潇都说过 照理说天底下没谁的亲人 没谁的儿子就更不该死 可他不一样做不到 我也一样的 大掌打起来 肯定会死很多人 也许是袁二哥 也许是烟文乱 甚至有可能是陆求二 但我还是希望 咱们能够死在更北的地方 说不定咱们还能一口气吃掉北莽 对不对 你哥哥这么个浪荡子弟都能当上天下第一 哪怕只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是名副其实的 可那也是天下第一啊 这往后天底下 还有什么男士算个事 徐龙相转过头 憨傻一笑 马车驶出吉里地路程后 徐龙相突然又转过头 紧接着少年眨了眨眼睛 是想问哥 想不想女人 想啊 怎么不想 一直都想的 当时一开始是担心武当老长叫赠宇的大皇庭计婚 只能忍着 忍无可忍还得忍 那会儿可真是惨 结果到了很后来才知道 可以开婚的 我唯一对老长叫有怨言的地方 就在这里 老真人你倒是早说呀 哎 不过从北马回来后 一件事跟着一件事就顾不上了 这份心思嘛 没以前那么重了 随缘吧 哎 哎 黄曼儿 我问你一个事啊 两个嫂子 你更偏向哪个 徐龙象 扎巴扎嘴 嘿嘿笑着 徐凤年立即懂了 是那个会做崇洋高的那个陆氏女子 而不是那个享誉天下的女文豪 徐龙象突然跳下车 微微弯腰 转头望向徐凤年 徐凤年愣了愣 跳到了黄曼儿后背上 徐龙象像小时候那样大声嚷着 飞喽 背着哥哥是一路狂奔 这让李莫帆一牵龙象骑军看的是目瞪口呆呀 我们去边关制沙底像徐大统领那样把后背交给他哥哥北梁王 就像老一辈徐家老族那样放心地交给大将军学校 这就是如今北梁铁机 顶天大的道理 洛塞湖校尉策马来到李莫帆身侧 承军 我也不晓得啥忠义啊啥的漂亮话 那都是读书人喜欢挂在嘴皮子上的 不过我觉得吧 李莫帆打断部下的言语 提起马鞭指了指前方 几乎已经看得到背影的那对兄弟二人 咋的你小子要表忠心 那大统领和王爷就在前头 自己跟他们说去 反正老子跟你不喜欢读书人一样 也不喜欢用嘴放屁这一套 前些年 嚷着要回家买大宅子 买水灵娘们享福的家伙里头 就有你一个 那会儿不是心里没底吗 哥谁谁敢把自己的命交给一个靠不住的领头人 我却我就是个俗人 校尉说话越说越轻 到最后已经敲不可闻了 以前怎么样 老子不管 就算是你们当逃兵回去享福 那其实也是你们应得的 我老李也不会瞧不起你们 但以后 别想着跟老子一起同桌喝酒吃肉就是了 李莫帆丢不起这个人 校尉抬起头 厚着脸皮 将军 你这话可真伤人了啊 前五这小心肝 扑通扑通的 真是伤到心肺了呢 没几碗好酒 可真知不了 李莫帆终于有了些笑脸 正娘的 有你这样的兵 已经很丢人了 前五一脸没心没肺 嬉皮笑脸 还不是将军你一把屎一把尿带出来的 怪不得别人 范锡龙 听令 回到军营 把前五挂马呗 前五瞪大眼睛 提高了嗓门 啥 不远处 一名叫范锡龙的校尉笑了起来 得令 狗人的范锤子 你女儿这辈子都别想进老子的家门 老子做你娘的亲家 咱闺女长得俊俏 还愁嫁 你儿子要不是读了几本书 让咱闺女鬼迷心窍 非她不嫁 否则 你前眼就算跪在门口三天三夜 看我会不会离你半句 附近龙将军轰然大笑 他娘的 小书生的 都陪老子一起挂马位去 看谁的鸟大 咱们比老子还要大的 多挂一圈 秦校外 那咱们可都得绕军 有好多圈了呀 兔崽子你们行啊 到时候 条最大的那只鸟 老子要剁下来 当下就散 一大片哀嚎啊 李莫凡听着自己属下 和他们属下的打情骂俏 想要尽量板起脸 他还是忍不住 笑脸惨了 虽不敢说 所有的北梁边军 都能杀得北蛮子哭爹喊娘 可老子回下的龙象军子弟 随便拎出一千嫡系秦军 哪怕对上三千北莽惊奇 照就是玩李扬 狗事的李扬朝廷 那帮从台安城六部到郡州县的文武官员 吓嚷了多少年 咱们北梁军 只是徒友续名了 哼 这一回 宰杀敌方校尉最多的那个 谁都别想跟老子抢 李莫凡收敛起笑意 与此同时 吴家百骑已经进入河州 临近北梁边境 在下坛台平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283集 复经掠使宋冬明 递交给太安城一封奏章 这是黎阳朝野震动 北梁王徐凤年在北莽 明摆着大军压境的紧要关头 竟然心怀叵测的 主动要求出兵静难广陵道 不乏有人恶意揣测 北梁是终于要造反了 说不定已经得到那北莽女帝的亲口允诺 什么静难呢 根本就是为引狼入室找个堂皇借口 新任北梁之主徐凤年 齐心可助 但很快就有另外一个无关朝政局势 但更能让达官显贵和市井百姓都能有脚头的消息 很快地传遍了大江南北 一向专注于剑道 人人如枯木等死的无家剑种 不但有人公然离开那座数百年无数逐绝见识心目中的死地和圣地 而且一口气就是将近百人的清朝出动 每个江湖百年都有不计其数的江湖 作剑术和枯剑术而离开的少数人无疑不是重出江湖 便翻云覆雨的顶尖剑道高手 即便是朝廷和沿途官府都有意的弹压消息 但是无家摆起摆剑 离开剑种 这个耸人听闻的真相 还是得以慢慢地浮出水面 愈演愈烈 有越来越多消息灵通的江湖人士开始扳手指属人 属着这百年来到底有哪些剑道前辈不幸在吴家为奴 又有哪些剑客 还有希望活着能够跻身这次出种的百人之列 从位于中原腹地的吴家剑种到北梁沿途一线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各地翘首以盼苦苦等候 只为了看一眼那一百旗剑种枯剑士 扎堆在一起的无双风采 哪怕各地官府都得到朝廷授意 严禁大小官员参与其中 但仍然有许多官员脱取官服轻车减刑 挑好位置 静等的百旗过境 这幅天下之壮观 北梁的幽州边境上的云霞镇热闹非凡 许多集市都临时开张 因为从邻居河州那边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吴家剑士差不多就在近期入境 至于具体是哪个郡哪个县 到底会给谁侥幸撞上 大伙就各自看客自的福分了 在云霞镇一家不知名的小客栈内 一对主仆模样的年轻男女不算起眼 男子相貌还算周正不过瞧着就不像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子弟 那婢女是个闭眼的瞎子也没啥姿色倒是打肿脸冲胖子的背了饼剑 估摸着就是随便找别角铁匠打造的破烂火不值钱 客栈里从掌柜的到店伙计都不拿正眼瞧的都忙着盯紧那些肥的流油的公子哥和千金小姐 这些家里都有些权有点事的家伙才是能够出手阔绰的好客 如果不是借着无家见种那帮老家伙 平日里谁乐意下榻他们这座啥都拿不出手的客栈 今天那对年轻主仆又早早地霸占着客栈一楼的临窗桌子 说难听 真是站着毛坑又不拉屎的货色 就要了一份最不开销铜钱的热茶 店小二冷着脸把茶水陪送的一叠子碎碎吃时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自言自语的嗓音可是不小 茶水茶水每天都是茶水 咱们客人天天喝茶不喝酒的客人还真是多一份 那青山年轻人装傻半吃笑着 而那个背着破剑的婢女大概既是瞎子又是笼子 反正对什么事情任何烟雨都是无动于衷 等到电火机走远了年轻 外乡人撇了撇嘴 见多了三轿九流才觉得还是温不胜 最符合为高 这个世道哎 真是让人看不懂啊 对面的女子一言不发 年轻人好像从不觉得眼前女子乏味 翠花啊咱们离开家后一路从北走到南 再从东南走到这西北都走了不下一万里路了 可我是天天吃你腌制好的那坛子酸菜 真的是有那么一丁点想去稍微换个口味了 真的我就只是有那么些许的念头 要不做个酸菜煎加那我还是酸菜吗 可我也不能吃辣呀 要不酸菜炖肉 哎好是好 可咱们买不起肉啊 嗯 那倒是 在吴六鼎这位无家剑种的当代剑冠看来 练剑立志成为天下第一的剑客 那是家族和父辈要他做的事情 既然是必须扛起的责任 他不躲避也很努力 但喜欢吃酸菜 这是他自己选的 两件事不分大小 一口一口的喝着茶水 吴六鼎说 翠花 咱们真能在这里遇上咱们家那一大帮子的爷公叔伯姨婶 嗯 吴六鼎搬着手指头自言自语起来 张老哥老喜欢吹牛皮 这回见着他也一定要躲得远远的 否则他唠叨起来真是唾沫满天飞 于月小说 成天想着从我这里拐走那后半部北冥见绝 咱也不搭理他 省得他彻底走火入魔 纳兰大义 小时候总喜欢拿胸脯搁在我头上 还骗我说是因为他走路累得慌 真是沉啊 咱们离家前还跟我说找媳妇就按照她的模样找 准没错 可我虽说没这想法 但是咱们俩走了这么长路 可还真没遇上几个比纳兰大义好看的 那当然啊 只是眼瞅着比他胸口分量相当的还倒是有几个 不过身材比他差了十万八千里 翠花看了一眼吴六鼎 吴六鼎随机身子一颤 有剑气 完蛋了 估计大半个月连酸菜都吃不上了 吴六鼎咳嗽一下赶紧亡羊补牢的转换话题 还有那谢老伯和崔大光头也都不是啥正经人 一个非要认你做女儿 一个分明不喜欢吃酸菜 每次都要变着法子从你这里顺手牵羊几坛子 翠花咱们都离他们远点 说到在咱们家做邻居的周连池和谢成安 我就来气 一个力气其重 恨不得拿剑砍死天下人 一个好像觉得天下人都欠了几百万两银子 我就纳闷了 这两个家伙怎么不砍死对方一了百了 不过楚婶婶和公孙爷爷 都算是实大实的好人 就是跟你一样 不怎么喜欢说话 那个被我娶了个取剑老爷爷绰号的赫连剑痴 不算好人也不算坏人 我曾经问过老祖宗他的来历 不过老祖宗没说 不过应该是位在咱们家都很难找到对手的高手 老祖宗跟他比剑术也就是略胜一筹 至于谈论剑道 老祖宗也要望尘不及 反正我奶奶说过一次 那位老人对剑道的见解 虽然我一直听不太懂 但应该能超出当时一百年 至于那个姓竹的魔头 要不是他剑术确实厉害 否则我都不乐意说的 真不晓得这么个坏透到骨子里的阴险小人 才四十岁出头的家伙 怎么就给他练出那么一手玄妙剑术 竟然能让老祖宗都憎恶其人 却不得不称赞其剑 吴六鼎很快就喝完了一壶茶 看着翠花忍不住发问 你说 这次把这么多人松开禁锢 甚至连竹魔头这样的邪魔都给大赦了 允诺他们在北梁边境上搏命 用作换取一线彻底离开吴家的机会 老祖宗的做法是对是错呀 翠花免无表情也无动静 唉 翠花 你说这百来好剑是加起来的话 比得上两百年前 咱们吴家九位老祖宗的实力吗 一剑加一剑 不等于两剑的威士 能有一剑办就很了不起 当年赶赴北莽的吴家先祖 那九剑 是不惜未瞻之前 就已有半数之人 身先必死之地的巨大代价 才构造出了那座 记载于不知名古谱上的剑阵 威力无匹 就算当今天下由桃花剑神 邓太阿领先 加上王先之大徒弟于新郎 太安城齐家节 唐熙剑仙卢白节 龙虎山齐仙侠 凑足九人 哪怕境界比拼 已经超出吴家九位先祖太多 可就对阵数万骑军的杀伤力而言 未必能超出太多 吴六鼎其实听着没怎么上心 但是能让翠花一口气说这么多话 他很是意外之喜了 翠花显然已经看穿他的心思 很快就像是继续去修炼闭口禅了 吴六鼎哀声叹气 手心摸缩着下巴上的胡茬子 别说天下第一见客 我这会儿恐怕前五也谈不上 前十都有点玄乎 可老祖宗就来了这么一出大阵仗 我都不好意思拉着你凑上去 翠花啊 我当下很忧郁啊 翠花不愿意说话 吴六鼎也有些莫名的感伤 一时间他这个没剑的吴家剑冠 和捉对面正背着肃王的女子剑士 两人都沉默起来 约莫一个时辰后 整个云霞镇都轰动炸窝了 那吴家剑种的一百旗真从这儿经过 翠花站起身 伸手绕到背后 轻轻按住了那柄肃王骨剑 原本按照规矩绕城而过的吴家百旗 在一名姓吴的领头人带领下临时改变主意 我吴家剑奴不得自称剑士 这是31岁便成为天下第一人的无穷当年立下的规矩 无视一家的规矩 数百年来几乎就成了整个天下用剑之人的规矩 云霞镇主街道两侧的大小铺子 所有人都不敢走到街上去 只敢把脑袋探出窗户和大门 眼中充满了惊奇和敬畏 几乎所有人额头手心都有汗水 当街道这条直线上 一人一箭一骑的马队无缘无故停下 然后停在了那座不起眼的客栈前头 门口众人顿时惊吓得是慌张后退啊 不少人都磕碰的摔倒在地是联手带脚马溜的爬回客栈里的 如此一来总算是给吴六鼎和剑士翠花让出了一条路 当掌柜的和电伙计看见吴家骑队的第二期第三期纷纷下马 给那对年纪轻轻的穷酸主仆让出位置 是满脑子的浆火已经完全被吓傻了 吴六鼎坐上吴家剑奴之一贺怜老头下马让出的马背 而翠花则坐上了一名早已被江湖遗忘多年的老玉马匹 那两名剑奴没有半点的愤怨 在马队继续前行时 就步履乘风 默默地跟在两棋身侧 为首那一棋的中年男子在遇上吴六鼎和翠花后 没有说一个字不转马头独身返回了吴家 吴六鼎转头看了眼亲叔叔五五玄的落寞背影 咬着嘴唇缓缓缓转过头 同样也没说什么 吴家人后辈不论子女只许用剑 每一代有一名剑冠游历江湖 不出世则已亦出世必得剑道魁首 否则生前不得返回吴家 死后不得葬入吴家 这是另外一位先祖吴和立下的家规 自从吴家九剑破万旗之后 两百年来几乎每一个有资格在名字中拥有一到九 这九个字眼之一的吴家子弟皆是自幼便展露出惊艳天赋的极佳剑胚子 但除了那九字从未有人用过 其余八字都一个不露 可奇怪的是 除了带了个六字的吴六鼎 最终成功当上剑冠 像叔叔吴五玄 当年就败给了后来成为北梁王妃的无素 于是他所付那柄本该天下皆知的名剑 注定要与主人一样此生岌岌无名了 而这趟吴家剑种出动百余起 一样是要让他这个代替吴家问剑江湖的侄子 作为唯一的主事人 不管叔叔吴五玄见到造诣如何脱俗 只能是在江湖上昙花一现 并老死于家族 吴六鼎这趟来北梁 就是想亲口问上一句 兴许的 你还记得那个这辈子只跨过木剑的游侠吗 你要是敢忘了 对 算你徐凤年厉害 连王先知都不是你对手 我吴六鼎也没那天大本事多岁 还总自作主张能带着百旗离开北梁 不过意气用事地想着心事起码穿过云霞镇的五六鼎也就有些无奈了自己哪怕是见惯可多半是带不走这些无家贱奴的天底下除了自家那位老祖宗 没谁有这份能耐 此后没多久在优良两周的接壤处一路岔口上有一座路边酒寺 那位半老虚娘的老板娘以往都是被过路嘴馋的酒客拿眼神寡 可这会儿变了天了是他狠狠盯着那个英俊非凡的年轻男子单身一人坐在那儿叫了一壶酒却要了两支杯子 妇人趴在隔壁桌子上望着正正出神的俊哥心想大概他是记起了某个很想一起喝酒的人吧 九四的生意越来越好几张桌子都坐满了酒客 后头还是不断有人在这边讨酒喝而且都没有要马上离开的意思 老板娘不得不连几张凳子都给搬了出来 好在那些汉子也不觉得寒碜 只顾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没多久九四这边就聚集了不下二十来号人 如此一来那个独占一桌的俊哥就显得格外眨眼了 还多了些身穿绸缎的富贵人家 老板娘倒不是计较那年轻人让自己少赚几壶酒几斤肉 而是怕他惹上麻烦吃了亏 这么好看的俊哥要是给人打得鼻青脸肿 他也瞧不过去 不曾想啊 是怕什么来什么 一帮腰间跨刀的魁梧壮汉就盯上了那张空出三个位置的桌子 不过很快老板娘松了口气 因为那位年轻公子瞅着年纪不大 可江湖惊艳不浅 主动跟那几位凶神扼杀的汉子聊了几句 然后就笑着跟他多要了十斤绿衣酒 那五个不像在正经行当讨营上的中年汉子见年轻人时去上道倒也多出了几分笑脸 往东边幽州方向举目望去只见一路尽头扬起了一阵尘土 老板娘仅是轻轻瞥了眼 一路之上经常有北梁骑军过往 老板娘早就琢磨出门道 哼看样子也就是一百多骑的架势 这在咱们盛产铁骑和大马的北梁这不算什么事 老板娘看到酒丝内外 不管坐椅子还是坐凳子的都跟火烧屁股似的全都站了起来眼神炽热 这让夫人倒有些纳闷了 难不成是什么大人物驾临 老板娘所料不差 的确是一百骑从这里往梁州境内走 骑士都是用剑之人 既不像北梁骑军那般披甲妇 也不像大人物的护丛那样衣衫鲜良 每个人脸色都跟石头一样硬 许多见识看着得有七十来岁的高龄 可骑马而过的时候 那腰杆就跟竖着的军武枪毛 那股精神气万万不是村里老人能有的 尤其是当这一百骑几乎同时望向九四时不光他这个老板娘吓得往后退去几乎所有人都退了可不知为何百鱼剑客在为首那一骑目不协式的策马奔过后都没有停满 哼不停下来才好 否则老娘还真不敢收他们酒钱 给吴家一百七故意忽略的年轻繁忙放下手臂 最终还是没有出生 坐下来继续跟老板娘要了半斤绿衣酒 徐凤年脸色平静地喝着酒心中思量权衡着 反正我的心一到了 吴家百七领不领情无所谓 总不能非得自己拿热脸贴冷屁股去吧 如果不是看在那位才见过一面的吴家太老爷的份上 我也不会到梁州镜上等候 既然吴六鼎这小子要摆架子 就让他摆去 我徐凤年也不至于给他穿什么小鞋 那吴家百七的战力 吴六鼎和第二七翠花后面的六七位 都称得上入品的顶尖高手 要是在战场上胶着胜负 只在一线之间的关键时刻 给这百七百剑一个直插敌方大将所在的平坦路线 谁拦得住啊 拓跋菩萨不用考虑 这位北盲武神只要身在战场 根本不需要谁替他护驾 洪敬炎应该也能应付得下来 慕容宝鼎估计也要难受 不过两军对垒 这种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的传说 在春秋之中就很罕见了 尤其是随着几种便于组装 又威力惊人的大弩出现 很难有人能够如演绎小说中做到沙川敌阵 甚至几近几出的壮举 要知道一张庶名瑞士合力踏出的一根渔服踏弩 威力之大被江湖誉为半百飞剑 那就是在渔服弩去世还未减弱太多的五十杖射程之内 一根渔服弩就是一柄剑仙的飞剑了 难以躲避 更别说正面抗衡 如果不是被王先知打破了高输入体魄的话 徐凤年想到这里自嘲一笑 哼 哎 世上没有什么如果呀 徐凤年呼出一口气 九四那些来这里碰运气的家伙 在一饱眼福之后都成幸而来成幸而去 很快这九四就走得干干净净了 有几个跨刀壮汉临走前 不忘对请客喝酒的徐凤年 示好的抱拳告辞 徐凤年依旧坐着温吞喝酒 那风韵游存的妇人便坐在了桌对面 拎了谈绿衣酒和几滴自制下酒菜 说是送他喝的 反正值不了几个铜钱 两人闲聊之际 终于又赶来三个客人 一老两小都背着行囊提着木杆子 就在徐凤年隔壁桌坐下 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家 老人只要了半斤绿衣酒 两个少年只能闻着酒香 眼巴巴看着家中长辈 眯眼陶醉饮酒 一个下巴上隐约有些清茶字的壮硕少年 低声问道 刚才咱们看到的那波见识 这是无家见种的剑客吗 老人点了点头 另一名眉清目秀的少年生的不俗气 唇红齿白 倒像个女子 老板娘招呼好三位囊中羞涩的客人后坐回了座位 看了眼那秀奇少年 下意识就转头看了眼捉对面的公子哥 哼 还是眼前这位俊俏许多 这随意一瞥 不曾想给那公子哥抓了个正着 妇人看到她似乎有些无可奈何 忍俊不禁 公子 你长得可比咱村里最巧的闺女还好看 你爹娘肯定也好看 我多瞅你几眼 公子你可别生气呀 哎 老板娘你瞅就瞅 我也管不住你的眼睛 可等会结账能把林桃的铜钱掠去吗 那咋行 我可都送你一坛子上好绿衣酒了 等会酒钱一个铜板都不能少 要是公子哥能让我摸两把捏两下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哎 老板娘你这生意做的 真是怎么都不亏 妇人毫不遮掩爽朗笑着 徐凤年看着她的笑脸也跟着笑起来 跟徐凤年并排而坐的老人神情平静 端着酒碗 每喝一口酒前都要闭眼闻一下酒香 如果仔细观察 老人和两个少年手掌的虎口位置都有着厚实的老茧 显然是摸多了物件的缘故 徐凤年自然早已看到 只不过并不想去深究 穷习文 副练武 这三人分明是常年练枪之人啊 至于为何如此的寒酸落魄 连练习斗枪的枪杆子都是最粗烈的白蜡杆子 谁家还没有一本不愿再去翻开的难念经书啊 那秀气少年压低了嗓音 爷爷 听说寻家搬去中原了 信赫的魔头肯定也跟着 咱们咋办 老人眼神复杂 低头喝了口酒 抬起头 雨季淡然 先练好自己的枪术 就算他现在站在你跟前 让你们两个刺出一百枪 你们也没有办法伤他分好 我咋听说 幸赫的加入了鱼龙帮 还弄了个剁主当 比起他的寻家更不好惹了 去中原也好 在鱼龙帮也罢 你们当务之急是好好练枪 只要爷爷还没死 你们谁敢偷跑出去找他报仇 我就把你们逐出家门 啊 月棍年刀一辈子的枪 就我这天赋 十辈子也练跑枪 屁话 当年王秀练了不过四十年枪 就是个李老剑神 并肩齐名的四大宗师之一了 年刀 顾剑堂练了一年就当上天下用刀第一人了 咱们那位继王先之后 当上天下第一宝座的王爷 说到这里 老人顿时欲色 因为老人猛然发现 那位年轻藩王似乎还真没有练太多年的刀 高大少年头着笑 就连那个清秀少年也被逗乐了 原先脸上浓郁阴霾也淡了几番 老人摇了摇头 继续喝酒 嘿爷爷 咱们两刀 还有北蛮子的弯刀 将着南疆那边 烟尺王大军的腰刀 并成天下三大名刀 你可说的说的呗 练你的枪 再好的名刀那也是别人的 你就算只有一杆木枪 那也是握在你自己手里的 说也说也不掉块肉 另外那个北人南向的少年就要安分守己许多 爷爷 上次你说咱们北梁军的练枪之法不得其反 这是为何 爷爷这是吹牛皮呢 咱们北梁军里可是有徐燕兵 韩唠山这两位枪先师弟的 哪里轮得到咱们爷爷说三道四 我们爷爷怎么了 当初比王秀还厉害的那个吴精灵 刚练枪那会儿 还跟咱们爷爷讨教过握枪之术呢 高大少年做了个鬼脸 天晓得 是不是爷爷吹牛皮不打草稿 老人也不生气 大口喝酒陷入沉思 最后又悠然回神 轻声感慨 不说当年整个北梁都算天赋最好的吴精灵 枪先王秀和徐燕兵韩唠山三个师兄弟 论枪法造诣和枪术高低 爷爷年轻时候就比他们差了许多 以后差距也只有越来越大的份 这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 只不过你们要记得一件事 天底下不管什么兵器 都是给人用的 高手有高手的用法 普通习武之人 又有普通人的练法 就是那吴金灵 九岁入五品 十二岁入二品 十七岁 击身金刚 枪在他手里 就跟被富裕了神通一般 随便耍都能有一股子先天的灵性 可即便如此 在他十四岁那年 还是遇上了一道门槛 爷爷也正是在那个时候 随口说了几句握枪心得 那以后 吴金灵便毛色顿开 从头开始练枪 可惜呀 天度英才 一直在旁听的徐凤年 微笑开口 吴金灵的夭折也不见得全是天度英才 练武意图 太过一帆风顺不是好事 江湖上有素敌艺术 往往相互对敌的两人 更能在武道境界上稳步攀升 不管速度如何 可始终都在境界 大概是因为有磨刀石 枪先王秀 如果不是去了一趟北马 也未必有日后的宗师成就 而且我也听人说过 在武学上 很忌讳宁为机头不做凤威 炼刀席剑或者是炼枪 到了一个境界后 都不谈什么天下剑术前三甲 或者用刀第几人 都是直接奔着江湖第一人去的 要不然王先知坐镇武帝成那一甲子里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自取其辱 老人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不过老人出于礼节 还是面朝那个口气不小的年轻人 抬起手中酒碗 算是敬酒 那个年轻人也跟着菊碗 各自一饮而尽 高大少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出生牛犊的性子 看到这个年纪不大的家伙竟然连吴金灵都听说过 是一肚子疑惑 毕竟吴金灵虽然在他们家乡那边被提起的次数不比枪先王秀少 可因为英年早逝更是醉死街头这么个不光彩的死法 又隔了好几十年了 在北梁其他地方都极少有人知晓这个名字 你早知道的吴金灵 啊 听朋友提起过 徐凤年瞥了眼那三甘长短不一的白蜡木干 突然随口说了一句 老先生两位晚辈 一位半年前就该换肝子了 更长三寸 另外一位当下就该增重六两 两个少年听得是一头雾水啊 可老人眼前一亮 然后迅速又黯然了 没钱呐 嗯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老先生 我倒是还剩下些酒水钱 要不请你再喝两斤酒 妇人当然高兴酒客多喝几碗酒 尤其是眼前这位相貌英俊的年轻人 不等那老人答话 就屁颠屁颠去拎酒了 这无形中倒是给了老人一个台阶下 大概是相信自己颠沛流离多年磨砺出来的眼光 信得过这个年轻的陌路人 那老朽就谢过了 老人虽然历经坎坷 却也仍是性情豪爽的脾气 让高大少年换条长凳坐着 邀请徐凤年坐到了手边位置上 老板娘自幼添了些酒肉 碟子不大 分量不足 但好歹是不要人银子的 老人用袖子擦了擦酒 这位公子的看法准 很准 也练枪不成 一般说来 没有十几二十年功夫 可瞧不真欠我那两孙儿的身前 我不练枪 不过身边有些人是此高手 看久了也略懂皮毛 哦 如此说来 公子更该是高手了 哈哈 大概算是有一点点高吧 哼 我啊 真是没见到这么没凶没造的人物 别看时下 李扬军武如何盛行白辣干枪 其实在枪谱上 这种材质一向是下下等 风平几差 太软了 那股子韧劲都是虚的 门外汗耍起来 好像只能抖出些漂亮的枪花 个大街上那些卖靶似的 什么喉咙顶枪尖 枪身弯住个大胡的 哪一杆不是白辣干子枪啊 给他一杆 北梁枪毛试试看 杆吗 说到这个 咱们北梁真是下了大雪本 天下志强名目 首选广林道上的 赤白双色牛津木 九南堂的剑戟木和红陵木 还有烧讯的计条 茶条都是好东西 可没一样是在咱们北梁 到头来 咱们北梁少见的产自玉东平原的白辣枪 倒是其他藩王境内风靡一时 为啥还不是用料便宜 士族上手快 烟雾练兵的时候 瞧着也好看 老朽听说啊 咱们边军不提瑞士沉重铁枪的话 不论齐步 都是齐劲如铁的好木 光说这笔钱 就不知道花销了多少真金白银呢 尤其是还要从别地运入北梁才能制枪 那就更加昂贵了 一杆好枪的养护 更是大吃银子的事情 毕竟每年那么多养枪的铜油 估计就逃不掉 所以说呀 咱们北梁铁骑的凶甲天下 可不仅仅是因为北梁健儿 天生履历过人那么简单 嗯 正是此理 诗人都晓得齐军冲锋时 长枪带来的冲撞力 威力惊人 却往往忽略了冲锋之术 对齐军本身的伤害 若是两军冲锋是一锤子买卖 那也就罢了 可怎么北梁队上的北盲蛮子 可也不是那一语之辈呀 这就极为考究齐族持枪厮杀时的 营把撬门 而这份火候又因人而已 北梁不乏齐战将领和枪术高人对此对症下药 可在老朽看来 看似已经做到足够好 却并非真的尽善尽美 老先生 此话怎解 老人犹豫了一下 似乎是怕自己犯了娇浅延伸的忌讳 只不过想着双方是一场萍水相逢 何须又如此戒心 何况还蹭酒喝了不是 老朽曾经无意间见过四屋中北梁枪 材质重量长短各有差异 依据持枪士族的兵种身高 臂长履历等不同 确实已经相当细分 比起黎阳那边的军武要好上太多 只是这里头还是有东西可以往深了跑 举个例子 绰号属飞的苗竹长枪 虽然处理过 已经没有那么一余颗裂 在老朽看来 他的枪头应该再增加一两半 而不足所用的铁缠打枪 枪身两寸依然不够 还要再削减这么长 说到这里 老人伸出两根手指 轻轻比划了一下 徐凤年陷入沉思 没有马上妄下断论 苗竹枪的枪头重量 到底应当如何不好说 但就是铁缠枪而言 徐彦斌确实说过一次 以往这种重枪 是针对春秋战事中 那个假兵强盛的西楚铁骑 尤其是在与大吉士的作战中 立下过汉马功劳 几乎每个参加过井河战役的 北梁老族 都对此枪有着深厚感情 在那场仅次于西磊 毕一役的战事中 战事中后期 徐家军都能直接将铁缠枪当棍锤用 徐彦斌之所以有此一说 是因为北莽军队虽然也有重架 可哪怕经过二十余年的国富兵强 仅以智甲底蕴而言 依旧比不上当年的大楚王朝 北莽又以轻奇巨动 铁缠枪无需如此沉重 只是改制一事 涉及到的 不光是边军中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还有最让人头疼的感情 许多骑军老将 在梧桐院的一系列 涉及具体事项的改制中 不乏有人反弹距离 其中就有这铁缠枪 一位老将军直接就用 老子抱惯了风雨的老媳妇 弄个轻巧的娘们来 老子宁肯不要 谁喜欢谁拿去 反正老子的兵没一个乐意收下 这么个粗俗理由强硬反驳了 当时梧桐院 在一大堆批文中送来阅览时 看到这一条 还当个挺能醒神的小笑话看待的 想着顺其自然就是 根本没有强硬推行下去的念头 如今看来 也许错了 老人说着说着 言语就没有边际了 也顾不上徐凤年是不是感兴趣 自顾自说道 老朽今年无意间看到小人图编撰的五倍吉耀 是流落民间的两卷残本 买的不贵 才六两银子 只是老朽仍是买不起而已 就只能厚着脸皮观看不买 足足十来万字 真是资助必较啊 看着就让人叹为观止 老朽这么一个没伤过战场的人 看着看着竟给人一种像是自己在跟五平高手对敌的寒气 浑身冒冷气 堂堂白衣兵先 连皇帝陛下也厚爱的大人物 竟然连军营中毛测介于何处都有规矩 都给写入了书中 他带出来的兵几乎任何事情只要照着规矩去做便是了 也难怪当初西出兵圣叶白魁要说那句话呀 与此人对阵 一旦失失便无再负之事 高大少年眨了眨眼睛 爷爷 啥个意思 就是说跟这个人对阵厮杀 只要被夺了先机 不论你是否兵力上还占优 这之后就只能等着输了 这个道理 其实跟我们五人计计比试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还没有到那个境界 不会明白 如此雄奇的兵书 怎么可以流入民间 就不怕给北蛮子拿了去吗 到时候咱们北梁要多撕多少人呢 陈之宝确实是输给了当今北梁王 没能当上的北梁之主 可这也不是北梁军糟蹋他心血的理由啊 咱们新梁王也不管管吗 还是说有了死远故以为之 若真是如此 还真要被我这个老头子轻看了去 徐凤年神情微变 这五倍机要在北梁军中一直没有刻意严禁 当年徐霄和陈之宝对此都无意义 这大概正是北梁高层将领的自负所在 徐凤年也没有因为陈之宝的离梁入京 以及附属封王就有心要诋毁陈之宝的这部兵书 甚至连陈之宝的旧部都依旧后代有加 还亲自严厉处理过几桩故意打压陈之宝旧部校尉提拔的事情 只是徐凤年在这小半年来 亲笔批红和仔细翻阅过的批文 没有一万份也有八千份了 还真没有一人一文提及过五倍机要的流散事情 但这依然让徐凤年十分自责呀 此时他下意识地端起酒碗喝了口酒 北梁王在这件事情上确实过失甚大 老人一笑置之 他们这些市井小民也敢对那位藩王指手画脚活腻歪了 老先生 以你的枪术箭矢 为何不去投效边军 老人竭力让自己的语气轻描淡写 老朽家族惯用大枪不假 可家到中落之前就不惜沾热权贵 只希望家中老小都能够安心习武 有朝一日能把本家枪法发扬光大 至于其他事情从不去多想 家族有言 练枪在于练心 心砸了练不出好枪 对我们用枪之人无疑舍本求握 徐凤年脸色平静地说了三个字 孙家枪 原本慈祥和善如邻居长辈的老人浑身气势骤然一变 更低手一把握住了搁在长凳上的白辣杆子 浑浊眼神熠熠生辉 充满了杀气 那两位少年也几乎是同时站起身 死死攥紧了手中目盖 这让那个原本磕着瓜子的老板娘是吓了一跳啊 呆滞当场 在下潭台平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二百八十四集 我没有恶意 我既然有用枪的高手朋友 当然知道跟枪先王秀同乡赫赫有名的孙家 老先生又知无不言说了这么多 我就是胡乱猜测一下 孙家的遭遇啊 我也听说一二 当年一个叫贺武叔的年轻人登门学艺 孙家老爷子见他根骨骑好 只是品行不短 就没有理睬 结果贺武叔被拒之后 有过几次奇遇 一路飞黄腾达 成了当过边军将领的巡大牛护院教头 此人生性崖字毕教 对孙家更是一直怀恨在心 在孙老爷子去世后 就靠着寻家背景和多年积攒下来的官府人脉 给孙家安了一个叛粮通敌的罪 四十余口老小 只逃出去六人 其中还包括两个强宝之中的孩子 这十多年来 其中三名孙家人 有三人都死在贺武叔枪下 两人更是记不如人 一人是秘密出卖孙家 可事后非但没有得到荣华富贵 仍是被记仇的贺武叔过河拆桥 一枪扎死在墙壁上 孙青秋 孙老爷子我说的对不对 哼好好好 好一个虎头枪贺武叔 我然是入了驴龙混杂的驴龙帮后就如虎天意了 竟然给你们追到这里 老人在说好的同时丢了眼神给那两位少年 要两个孩子不顾自己赶紧逃命 只是少年如何能在这个时刻逃跑啊 脚下生根站在了原地一寸不退 徐凤年依旧端着酒碗 哼 孙老爷子 我这像是贺武叔的狗腿子吗 啊 还是说像是来追你们的杀手 可天底下有我这么杀人之前还请人喝酒的 你这个王八蛋肯定在酒里下了毒 老板娘当下就不乐意了 一拍桌子 说什么呢 我这像是黑店吗 你们这些酒都是我亲自端上来的 是才开封的新酒 你这孩子哪只眼睛瞧见公子往酒水里下毒了 老爷子 你真觉得你们爷孙仨是我一个人的对手 老人没有言语 没有半点松懈 但神情颓然 行走江湖大半辈子 尤其是十多年来的亡命生涯 老人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和对危机感知的敏锐直觉 就在自己身手握肝的那一瞬间身边这个原先契机如同常人的年轻人 那一山而逝的惊人契机让老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老爷子 我有个不情之情 我想你去边军 去当一个传授枪术的五官总教头 但是你们孙家与贺武叔的恩恩怨怨 我不会管 估计老人家你也不会愿意别人插手 这位来历不明的公子哥 别以为有些武艺磅身就口气比天大了 老朽不是那黄口小儿也知道咱们北梁军五官总教头那还是正赐品的武将了 你若是说寻常的教头位置老朽还当你是身份不俗的将种子弟信你一二 嘿总教头是你说给就能给的 你当自己是经略史大人的公子李汉林了 没想到李汉林这家伙如今在北梁道上这么有名气了 听上去还是些好名声啊 那个如临大敌站在徐凤年侧面的清秀少年看着这家伙的可恶笑脸恨不得是一杆子打死他 徐凤年确实是不知道怎么说服孙青秋 可这位老人极有可能对北梁军而言是一座巨大的宝藏 用好了能让边军战力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徐凤年抬了抬手 这个动作很快就招致老人的迅猛出架 那辣杆子不见如何起事 就斜向下精准的很辣的刺向了徐凤年的喉咙 干脆利落 而且透着股孙家枪最为精髓的一万无钱 结果两个少年就看到那辣杆子枪头在离着那人好几寸外停下 然后这敢符合孙家独门有去无回气势的辣 瞬间挤压出了一个大湖 然后就当场崩断 一名紧身黑衣的年轻女子在徐凤年抬手后神出鬼没的出现在树荫中 看到这一幕后身材玲珑的他全然面无表情 他正是才从浮水房退出没多久的死室 樊小差 孙青秋拎着半截辣杆子掌心裂开满是鲜血 饶是老人已经确定自己不是此人敌手 可自己这一枪如此的无功而返还是太让老人震撼惊悚了 这一枪哪怕是那些平时神龙剑手不见尾的二品高手 也绝对不能如此轻描带写对待 何况这个坐着的年轻人闻丝不动 甚至连丝毫契机都无异样流转 徐凤年没有看向樊小差 这段时任你就不用跟着了 带着老先生去梁州边境找到陆求二 官职我已经定下来了 具体怎么用孙家枪术 你让陆求二自己决定 然后徐凤年孝问孙青秋 老爷子 保管赚钱的五本买卖 你真不做 哎 反正都是身不由己 就看老天爷是不是要往我孙家了 老朽心底也不相信 贺武叔一个鱼龙帮堕主就能使还得动工资你 唉 嗯 要不咱俩把酒喝完 老爷子你们再动身 喝怎么不喝 老人一屁股坐下 两个少年战战兢兢做回原位 尤其是那个清秀少年都傻眼了 至于那个愣头青的高大少年满脸崇拜 应该是真让自己遇上传说中的世外高人了 原来先前这位公子哥所谓的有一点点高 是真的高啊 这个雀跃无比少年坐下后火急火燎的问 唉高手公子哥我爷爷总说我习武天赋不咋地 你眼光肯定比我爷爷还要高 你要不帮我看一看 会不会其实是个练武奇才 照理说 你到了老爷子这个岁数 还要差一大千 啥 哎呦高手公子哥你你可千万别看走眼啊 你再你再给自己瞧瞧走眼比不走眼要难 少年哀声叹气 搭了着脑袋不说话了 那清秀少年则眼嘴偷笑 只不过当那个不如当初那么面目可憎的高手 往他这边看来 他下意识就瞪了一眼 好好练枪 你会有大出息的 没谁说女子不能练出刚猛无敌的一柳枪术 少年仗红了脸 已经一惊一乍很多次的老板娘看了眼这位少年 难怪瞧着就像是个小娘 妇人还真是傻大胆啊 玩笑着打句 高手公子哥 可不许是高手 就不付酒钱呢 徐凤年掏出一块小碎银搁在桌上 哟还真是没多出一分银子 高手公子哥 你都是高手了就不能出手阔绰些就不怕有损高手风度啊 不远处死士反小差回想自己的种种遭遇 开始佩服这村野妇人的胆识气魄了 哟当家才是油盐贵 如今可没那打肿脸充胖子的本钱了 徐凤年突然看到头顶那只盘旋的青白笋 缓缓缓起身 大爷子 我有事先走了 咱们回头在梁州边境找你喝酒 相信应该还会有机会的 孙青秋跟着站起身点了点头 没有多言 徐凤年说文化后便一闪而逝 樊小差这时才冷硬开口 喝完酒马上赶赴边关 孙青秋硬了一声 高大少年看着这位姐姐瞪大眼珠子挪不开视线了 女扮男装的少女则有些艳羡 真是个好看至极的姐姐 就是给人的感觉太冷了 坐在隔壁桌上的老板娘使劲拍了拍胸脯 今天真是开眼界了啊 谁说不是呢 樊小差站在绿音中闭目仰身 直觉告诉他应该是北莽出兵了 对于孙家三人的命运起伏 他没有半点兴趣 至于那个什么鱼龙帮的贺武叔 也许对于三人来说就是一个原本恐怕一辈子都会想杀 却杀不得的仇家 可他自己与仇家之间的差距更是相差云 他知道自己这辈子都别想亲手杀死这个男人了 毕竟连王先知都没能杀掉的 但是这不意味着那人就不会死 因为他要面对的是整个北莽 徐凤年悄然返回清凉山 正如樊小差直觉预测 北莽确实开始驱兵南下了 而且还是分兵三路 各自菩萨梁幽流三种 北莽北渊大王在徐怀南死后一时空悬 原本连封疆大力都说不上的董卓 临时夺权上位 就成就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北莽此次出兵 阵营里就多了高军南苑大王之位的董胖子 我也不敢确定是出自太平令金瑞北梁的金星手笔 还是董卓刻意为之的虎角蛮缠 说到底 还是北梁的家底远远比不上北莽 慕容女帝可以胸有成竹的三路开花 一边让拓拔菩萨领兵镇压北亭那些草原大西梯 一边用南朝金瑞骑兵撩拨北梁 甚至还能分出大批人马去屯兵东线 对顾剑堂一手打造出来的两辽边线虎视眈眈 当然 最后的东线对峙 黎阳和两莽三方皆是星知肚明 摆摆架子而已 否则不会连冀州北关的三个贸易急阵 都没有关闭 独自坐在廷朝湖湖心亭中的徐凤年 想到这里 嘴角忍不住泛起苦笑 我这边 拿出兵禁难 逼迫泰安城就范 不得不放松草粮入粮的禁语 以及便想承认刘州的名正言顺 和宋冬明的剑阳官职 朝廷就立马欢迎颜色 干脆连遮羽布都懒得找一块了 据说冀州北边的鞭帽往来 三郡智智障大权 所下将遇 越来越向北梁靠拢 此次手中权柄之举 几乎等同于半个刺史 架一个实权将军 这无疑是黎阳赵氏 对我这个北梁藩王的一种无言嘲讽 尤其是冀州燕宝的长公子李火梨 暴毙于快雪山庄后 在黎阳王朝边陲重地炙手可热的袁廷山 马上就要成为燕宝的成龙快婿 娶了那位燕明远波 又绰号李家笋的著名女子 而且袁廷山 跟旧藩辽地的大皇子赵武关系莫逆 可以说 袁廷山羽以风 甚至连太安城权贵 都不再简单以顾建堂义子等贤侍之 袁廷山作为一条丧家犬 才用了两年时间 就俨然成为王朝一颗异议生辉的将星 更有人暗中推不住篮 已经将袁廷山抬高到 视为我徐凤年命中宿敌的地位 徐凤年坐在亭中长椅上 膝盖上各有两盒棋子 握有十几颗圆润可人的棋子 久而久之 竟然有他的体温 不再浸凉 上阴学工大忌酒 齐阳龙进入太安城后 虽然暂时只是在国子建担任一份闲差事 官职品质 甚至远远不如幼季酒进兰庭这个后生 更让人难以琢磨的是国子建侠有七学 在顾建堂卸任兵部尚书 才得以通过新增武学 而学问之高 齐天高的齐大祭酒 竟然就偏偏做了这个最不入流的武学监视 论流品 勉强能与国子学职讲相当 论原先国子建内的座位交易 门庭冷落的武学主事人 比起颇有实权的国子学官员 差了一整条京城遇到那么圆呢 可事实上呢 那些个往日里还算京城清流名士的指甲 给齐阳龙提携都不配 这段时间 别说是国子建 以晋兰庭为首的六学大小官员近百人 就连国子建数万学生都急红了眼了 家族门第属于上等高品的 一夜之间就从国子学太学转入武学 家事只算京城中等的 都不用他们哭着喊着要进入武学 家中父辈早已开始打点门路了 徐凤年对此事谈不上有何感触 更多还是关心那场呼之欲出的龙鹿之争的杀局走向 根据密报所述 这位被赞誉为一人可当百万甲的大祭酒 可不是真的在国子建武学内一母三分地小打小闹 而是开始在赵家天子的授意下 开始编撰新京 连以官家身份为赵氏第一次完整阐述儒家圣人经义 看似是为科举锦上添花 实则是要撼动张卢的根基 这次奇阳龙领先编撰经典 只看辅佐榜毕两人就可以看出皇帝的重视程度了 理学宗师的国子建左忌久姚白峰 皇亲国企的大学士颜杰熙 这两位都仅是奇阳龙的府边关 奇阳龙真的只是在编定几卷书籍吗 他那是在位从今日起的数百年天下所有读书人定立规矩 徐凤年握紧手心的棋子自言自语 碧眼儿输了还好 反正张卢对北梁一直怀有敌意 要是奇阳龙还能压下碧眼儿 以后北梁的境地只会越来越糟糕吧 难道奢望这个注定培计太妙的奇圣人 对北梁另眼相看 当初恕了天人之辩的蒙先生就说过 奇阳龙对北梁在内的所有藩王一直恶感深重 说过一句 封王可疑 猎土不行 一看就是个为君王谋的帝师活塞 不过比起他的学生寻平 奇阳龙这个老师无疑要老辣圆滑许多 知道什么不该出山 什么时候该出山 反正独善其身和打击天下 都是他说了算 先是北莽太平令 接着就是奇阳龙 哎呀 这样的对手 就不能少几个 哎 太安城不让人省心 我自己脚下的北梁王府 也不是什么小月融融月 浅池淡淡风的场景啊 清凉山上下都知道来了个来自江南道陆明郡的读书人 莫名其妙就成了北梁道的复经略史 这在黎阳王朝十数个道中是史无前例的高品官职 按理说应该是正三品和从二品里的一个 可太安城赵氏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既不深斥也不承认 似乎打定主意任由北梁这边瞎折腾 传闻如此一来 灵州金履制造局的主事人王绿婷大为头疼 也不知如何缝制一身符合复经略史大人的得体官袍 这官补子到底是一品仙鹤呀 还是二品孔雀呀 至今都还拿捏不定 听说此人在朝廷砥柱纷纷浮出水面 然后扛起大梁的永辉年间 跟当今楚相之首的阴茂春还争夺过状元呢 宋冬明进入这座位于王朝最西北的辉红王府后 既没有当初徐北纸那般放荡不羁悠游度日 也不似陈亮兮那样身居简出极难遇见 没有和尚的官袍就穿着一身寻常文士如山 平时住在山腰一栋优雅别院 有意无意中 笼络了一批原本在王府内郁郁不得志的幕僚倾客 小院名怀归 由于谐音怀鬼寓意不佳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心怀叵测四字为人忌讳 因此哪怕是事业极好天气清明之时 推窗便可看到半座梁州城的景致也仍是荒废多年 宋冬明就拣选此地作为下榻处了 府上仆役指知 此人从未踏足去那阴阴艳艳咸红泥的梧桐院 但是经常有手握批诸大权的院中女子往来两地 然后不断有陌生脸孔进入怀归院 其中有人离开 有人留下后者就住在怀归院附近坐落山腰的绵延庭院之中 这就很能让人浮想连篇了 宋冬明不但要用 而且理当大用 只是相较人心朝向并不复杂的徐北纸和陈亮兮 宋冬明就要难用太多 两莽开战在即 武将之中群心璀璨 阉文鸾 景彻孤周康 顾大祖 阁仲乎 陈云垂楚炉山 袁左宗宁鹅梅 王林宝 李莫白等等 雄才被处 简直就是用之不解 但是文臣呢 尤其是那种 能让黎阳都眼馋垂涎的官员 屈指可数 更不要说与永辉年间 那一大波雨后春笋般冒头的妙堂忠臣相提并论 唉 这也难怪黎阳朝廷 喜欢讥讽北梁有样学样 徐霄却了 就连带着整个北梁官场也是却的 文武失衡 南城气候 打仗 不是说五人能争善战不怕死就行的 尤其是即将到来 动辄需要在一场局部战役中 投入数万 甚至是十数万兵力的大战 文人先要做到不拖后腿 若是还能与五人相得益章 可以少死多少人呢 徐凤年抬起头 皱了皱眉头 只见从清凉山山脚开始 不断有渔府弩向空中击射而出 越靠近这座他这个北梁王正直小气的 听潮湖这弩剑就越来越烦命 在徐凤年亲手提着徐淮南和提冰山第五末的两颗头颅从北莽返回之后 赶到北梁王府行刺的江湖好客就彻底销声匿迹 尤其是徐凤年与王先知一战 傲视武林之后 许多潜藏在北梁多年的春秋毫发死士 就随着那些降肿附身一起漠然离境 到底谁能够完全隐藏气机来到清凉山山脚 然后抱起床斧 甚至都无法清晰捕捉那个模糊身影 照理说 赵氏如今要希望我去跟北莽搬手腕 可以死 但不可以死得太早 至于北莽那边 洪静岩和慕容宝鼎 先前才出现在刘州 应该不会还有谁吃饱了撑着 单枪劈马来出眉头 拓跋菩萨有这份实力 但北莽君神的心境 一直更倾向于在沙场上堂堂正正建功立业 就在徐凤年纳闷之时 就看到不远处的廷朝阁有一道身影掠处 携单刀出楼的白狐脸 跟那抹高大身影在胡心亭百丈之外错身而过 徐凤年站起身 在刺客不易察觉的些许停滞后 立即辨认出来者身份 是一个在完全意料之外的老前辈 一个嗜好吃剑的无名剑客 随邪谷 正是老人的借鉴让徐凤年从人毛寒雕寺手中捡回了一条命 徐凤年走出亭子 刀的话还了得 徐凤年跨下台阶 晚辈见过隋老前辈 你家的带客之礼就不计较了 你小子 欠老夫一条命 先送上七八饼好剑开开胃 之后如何报恩 慢慢算 你小子从武帝城那里把王先知的家当都抢了去 想必老夫这趟交口服了 不巧 剑种家主先前在河州那边拦路 那些名剑回去十至七八 不过既然是老前辈登门 府上裤藏还有 好剑总少不了前辈便是 住一日就管保一天 你小子就这一点最让人讨厌不起来 虽说不是啥好鸟 但有一说一也不小见 老人跨入呼心亭 徐凤年跟在身后小声问 邓太阿没有跟前辈一起入北梁 他才不乐意掺和庙堂纷争 老夫也一样 只不过澹台平静那婆娘是老夫心中唯一的魔掌 都念想了整整八十年了 他既然来了北梁 老夫自然要盯着他才行 万一他红杏出墙去 老夫也好立马载人 徐凤年是哭笑不得呀 对于这种比常人一辈子还要漫长的纠缠 自然是只能乖乖的袖手旁观 徐凤年很快等到消息 白护脸不但出楼了还出城了 只配了一柄单刀春雷 毫不拖泥带水 直接带着帮忙背着袖冬刀和捆绑七柄剑的王生 一同赶赴北马 林了连一声道别都不乐意跟他说 这让徐凤年难免心有些欺欺然 随斜骨一屁股坐下后是一脸的幸灾乐祸 一句话就石破天惊 有谢飞鱼帮忙捕捉蜀地大小蛟龙 陈之豹很快就会追上汪贤之了 徐凤年 你小子难不成跟姓名里带枝的家伙都有诉仇 徐凤年苦笑着摇头 但是心头一惊 缓缓地点了点头 他记起了八百年前大秦王朝最隐蔽的那个影子 名字中不带枝子却叫曹枝 老人就是随口一说 对这种理不清 简还乱的命理之说其实并不关心 脸色有些阴沉的徐凤年 斜靠着亭子郎柱闭上眼睛 然后脸色开始明显好转 站起身再次起身望向远方 随斜骨伸出两指 粘动一条长眉 盯着这个心境转换的年轻人缓缓陷入沉思 徐凤年让人从武库中取出三柄好剑 给随斜骨做那世间最昂贵的下酒菜 老人自不会跟这小子客气 随手拎起一柄剑身转刻有云风缺触永冰轮七字的骨剑 横放在膝上 手指崩断一截剑间丢入嘴中 如同咀嚼黄豆 徐凤年看着饭绿的湖水 偶尔有一抹鲜艳的群里背脊划过 当年带刀老葵就给镇压在湖底多年 重见天日之时 老黄也重新捡起了剑九黄那个绰号 那会儿 大姐还在江南道上 二姐仍在上阴学宫求学 学校还没有老得那么明显 而我更是仍旧对江湖充满了憧憬和狭想 随邪谷下嘴飞快 喝酒快吃剑更快 很快就开始吃第二饼锋芒更胜的万鹤雷了 看着心不在焉的徐凤年略带讥笑 头回见面 你小子三条腿都在打颤 如今胜过王先知 还真像是乞丐得了金山云山无比阔气了 跟老夫同坐一庭竟然还敢神游万里 徐凤年提起最后一把剑 曾是三百年前龙虎山斗饼三伏剑之一的遥光 想了想招手喊来并未走远的婢女 要她另外取回两柄好剑 随邪谷对此也不计较 据传 听朝阁有一座剑将搁置了六柄爵士名剑 这回剑平就有两把 击身天下十大名剑之列 一把伏鸡一把鼠道 什么时候给老夫开开眼 你越是藏藏耶耶 老夫越是嘴颤 小心什么时候给偷摸了去 别人净身不得你三丈 老夫相比不难 不是舍不得拿出伏鸡和鼠道 是不能拿出来 那两件是我二姐的心头爱 她从小就经常擦拭 随邪谷吃完了名剑万鹤雷 打了个宝格 若是老夫执意要吃 你又当如何 徐凤年笑而不语 老人伸出一指 那垂析的雪白长眉 如灵蛇缠绕手指 眉梢飘浮而动 在庭外石阶上 侧身而立的婢女 慕然感受到一股阴冷寒意 就像被人在领口塞入了一棚冬雪 她轻轻地抬起眉眼 望着亭中始终静坐的年轻藩王 不知为何 见到她后就淡了几分 沁骨森寒 婢女微微张开嘴巴 先前还坐着王爷和吃剑老剑神的亭子 在她刹那失神后 竟然就荡然一空了 而她都没有感受到些许的微风吹动 两人就这么凭空消失在她眼帘 在湖畔厅朝阁和湖心亭子之间的湖面上 徐凤年背对那座武库盗掠而去 在她身前三丈外则是单手附后的随邪骨 先锋盗骨的两条长眉如蛟龙长须迎风飘动 两人都没有出手 虚无缥缈的徐凤年在上岸后 又一次略做停顿 顺带着随邪骨微微前倾的身影 也出现在众人视线 这两位年龄悬殊 但都站在江湖之巅的人物 仍然没有撕破脸皮的大打出手 但两人身形差距已经缩小到两丈了 事不过三 徐凤年在听朝阁那三重门 贬下止步不再后退 随邪骨朗声大笑 却不是硬要从大门闯阁 而是脚尖一点拔地而起 往阁楼高处而去 转瞬过后出现一幕古怪场景 只见那吃剑的白美老神仙 落回了听朝阁台座 还伸出那条独臂 拍了拍尖头 似乎在拍尘土 徐凤年悬浮在与第六层楼等同的空中 居高临下望向地面上的老人 他夜下的袍子 被一缕直达无神境界的剑气 割出了一道口子 剑气无形 心之所系 剑之所致 已算高明上乘 可与顶尖高手过招 依然有蛛丝马迹可循 但炉火纯青的飞剑之术 若是无形更无神 来去知识鬼神莫测 才真正叫人头疼 至于邓太阿的飞剑术 分明有剑 却更胜无神剑气 已是光明正大的剑仙风姿 相信没有谁愿意招惹这位 从李纯刚手中万里借剑后 又东海仿仙归来的中年剑神 王先之死后 拓拔菩萨都不敢说 自己有必胜的把握 胜负只多在无武之间 如今的徐凤年 也没这份势力 而百岁高龄的随邪谷 无疑是邓太阿之下的 世间剑道第二人 徐凤年一脚踏下 想要飞升入楼的随邪谷 随邪谷也以礼相待 剑气割袍 听朝阁这边 顿时是剑拔弩张 气氛凝肿至极 坐在轮椅上的徐卫雄出现在台阶外 两件身外物给他便是 在他看来 为了两柄再无机会亲自拔出翘的剑 没有必要惹闹那个名字不在武平可实力却早就足够登榜的长眉老剑客 如果是我的尽管送人 而且你喜欢的不行 接连被拦下四次的随邪谷忍不住讥讽 好大的口气啊 真以为你这条伤筋动骨的地头蛇能通杀天下过江龙 这可是前辈自找的 哟小子还真喘上啊 老夫原先只当闹着玩 既然你不失去老夫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天下剑客证明 没了王先知天下第一怎么也该轮到用剑之人了 跟王先知一战过后 小有心得 误出三招 前辈扛得下 别说把伏击和数到双手奉上 就是这座武库 也是你的了 说完这句话 徐凤年抬起手 潜伏在隐蔽处的王府高手死士都开始迅速撤退 随邪谷闭目养神 安静等待 徐卫雄没有动 只是单手拖着腮帮 脑袋倾斜抬头凝视着那个高高在上的弟弟 嘴角微微翘起 熊风与清平之末 清朝湖边有一片芦苇荡 秋炉以作灰白 竟敢邪导 匆匆拥促的毛绒尾叶逐渐凋零 风 渐起 飞絮声 若有人静观更可以看见择水而生的中空芦苇静感 开始寸寸断裂 杂乱无掌 这一片秋末的芦苇荡 飞絮 如飞雪一般 与之同时 位于清凉山山腰的这座厅潮湖 原先安静祥和的绿水镜面 支离破碎细细碎碎 像是无数锤子在不知疲倦地敲击着这面水镜 偶有锦里跃出水面 顿成积稳 四排浓烟的湖心木亭开始出现无数道的斑驳裂痕 湖心路径上的两排怀柳也开始传出一阵阵沉闷的崩裂之声 最终在厅朝阁脚下的这一案也被殃及了 从水面骑士至徐凤年脚下空地都爬满了转瞬即逝又刹那而生的气流纹路 但是这股暗流有意无意地绕过了随邪谷和徐卫雄两人 可两人形式又有不同 徐卫雄那边是自行绕过 而老人是如江心底石强横地撞开洪流 徐凤年盘膝而坐 俯视着纹丝不动的随邪谷 两人对于剑的领悟不论剑招还是剑翼 都是当代世上最拔尖的人物 徐凤年也曾数次按葫芦画瓢 按照当初李纯刚在大雪平之巅的见来之事 声势浩大的借鉴动辄百鉴 这是徐凤年心知肚明 这种大规模起见式对付寻常武人是既好看又实用 因为每把剑每分剑气即便分摊到某一人身上威力也极为客观 可一旦遇上随邪谷 这样旗鼓相当或者相差毫厘的对手 从来没有人会如此的挥霍精气神 徐凤年此时造势于厅朝湖就反其道行之 虽是率先出手 却并非我出招你出招而是把主动送给了随邪谷 这一招既蕴含有李纯刚的见来之意 也有薛颂关在语相中的胡家拍子更有邓太阿的雷池惊损 也夹杂有龙树僧人的几分产业 被化帝为牢的随邪谷只要出手就要牵一发而动全身跟这座小天帝为敌 就在随邪谷即将出手的瞬间 徐凤年转头看了眼徐卫雄笑了笑 然后高高抛起了一颗棋子缓慢而有随意 随邪谷现阵情后魁武身行始终不动如山 这种举动既是百年阅历积淀下来的谨慎 也是敢于李纯刚王先知先后两位世间第一人叫板的自负 这趟进入北凉随邪谷当然不是为了给谁卖命 想着在两莽大战中冲锋杀敌更多还是徐凤年这个人 让这位是富贵功名如浮云的吃剑老者想着一较高下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了 就在徐凤年跟老人敌对之时 吴六鼎和翠花联媚领衔的吴家百齐也进入了梁珠城 来到清凉山进入王府后是一路畅通无阻 骑马步行的百渝人走到两大高手对峙的清朝湖另一岸 这些背负常见的枯剑士一字排开 除去吊儿郎当的年轻剑冠和心平气和的女子剑士 九十多人的契机流转都被牵引 不经不拨的心境或多或少开始出现涟漪 在下澹台平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285集 吴六鼎蹲坐在湖边 富有肃王剑的翠花站在他身后 剑冠左右两侧分别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和一位老人 被吴六鼎私下称为竹魔头的男子 曾是邓太阿的死敌 两人曾经都是在剑山之上苟延残喘的气子 从孩子到少年时代一直相依为命 不知为何最终两人反目成仇 而绰号曲剑老爷爷的赫连武痴是剑种为数不多的北莽剑客 吴家私生子邓太阿当年出种一战的对手正是此人 而赫连老人不论杀人剑术高低 仅就对剑道的独到见解而言 更是被吴家老祖宗赞誉为独占熬头无人比肩 什么天下第一 只要卸去那些钉子 连我都有机会栽掉他 吴六鼎虽说对徐凤年没有什么好观感 可对人对事还是不偏不倚 加上他对在剑种内数次大开杀戒的竹魔头一直深恶痛绝 如果不是此疗离开吴家是生米煮成熟饭的既定事实 他就算死缠烂打也要求着老祖宗改变主意 千万不能放虎归山 他和翠花都一直不信六十颗捆椒钉就能困住此人 因此吴六鼎钉针锋相对的冷笑起来 哼 别忘了此时的徐凤年是没了高速路体魄的徐凤年 实力早已大打折扣 说是王先知没死 你敢在五帝城说这种话 哼 王老怪死没死 我都不会说自己能胜过他 但既然那徐凤年被打回了原形 只是个名不负实的天下第一人 我为何说不得 杀不得 身为吴家见惯 连这点胆识都没有啊 看来江湖注定要一代不如一代 吴家见惯也不能例外 吴六鼎气得瞪眼正要说话间只听翠花轻轻开口 朱皇 三日后决定肃王归属 对素王剑垂涎已久的竹魔头黑黑一笑 但炙热眼神中竟然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忐忑 这一刻出众游历江湖多年的吴六鼎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不是过于知足了 总觉得自己会有一天登顶建林可以不用着急 吴六鼎看似慵懒散漫 但何尝不是自负至极 以为己身天赋足以有资格让整座江湖等待那一天 一直看着听朝阁那边景象的贺连老人突然开口 我穷其一生所观所学所悟 博杂无序如机珍宝无数 心中想要编织出两张天衣无缝的宝帘 只是受限于自身职工平平有心无力 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吹 是无奈我更是无奈 空有万诞米却无吹 因此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两张帘子给世人看一看 老人转头望向年轻见惯吴六鼎 原来以为可以由你吴六鼎来编织双连 只是时不我待 我已经八十多岁了 没有几天可以活了 未必能等到你见到大雾的那一天 如今有幸碰上一个现成的 许前老爷爷 你这话放在心里就好 何必说出嘴来让我伤心呢 咱们老头子见着自家晚辈不上进 总是会恨其不争的 五六鼎叹了口气 转头望向湖面 正正出神 众人目不转睛盯着那座武库旁的巅峰之战 眼前除了秋须如冬雪和湖面微样的移逆风光 然后一颗棋子高高抛起尚未登顶而坠 依旧再往更高处跃去 西年的南唐第一高手公孙秀水自言自语 那年轻藩王应该是打造了一副棋盘 这一子落子生根处就是杀鸡生出之时 那长眉老人能否胜出 就看能否在棋子落地之前破开这副棋谱了 风韵依旧不见当年的纳兰怀鱼笑咪咪开口 什么棋盘棋谱的 要我看啊 那年轻俊杆就是耍架子呢 怎么风流替躺怎么来 到了他这种境界 再前漏的招数被他用出 也可平地起雷 可不就是怎么好看怎么来 修习古剑激进走火入魔的月卓武摇了摇头 不不不 那你还真是小看了此人 那位老前辈那里剑起横生 境界修为未必就要低了他徐凤年 此举必有深意 生死之战岂能而信 被吴六鼎经常喊为崔大光头的剑僧 背有一柄无窍木剑降龙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这里头馋味真是足啊 这让贫僧记起了当年与龙树禅师在两禅寺后山的擦肩而过 老和尚满身污泥扛着锄头走在路上迎面走来笑着跟我打招呼 我也只当是四种普通僧人就此错过 事后想起真真正正是流离身的得道之人了 难怪都说北梁徐家二十年虔诚礼服一饮一浊莫非因果 棋子开始下转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一场京士大战就要开启时 赫连剑吃目露惊叹 分明了 翠花重新闭上眼睛 竹黄几乎同时心生感应撇了撇嘴 神情复杂似有机赏也有不屑 其余九十多人寥寥几人也显然都要慢上半盘一盘 更多还是不知其中玄妙 依然等待双方雷霆万钧的交锋 只见那枚棋子轻轻落在了白美老人的尖头 老人双足开始陷入地面 直到双膝入地才止住了极为缓慢的下坠石头 随斜鼓从徐卫雄那边收回视线 抬起手随意拍碎那颗棋子 然后老人抬头 语气中隐约有些愤懑怒意 徐凤年飘落在地 你小子也好 王先知也罢 怎得到了你们这种装神弄鬼的天人境界 都不如当年那么干脆利落 掀起老夫不够资格让你们亲力出手 当时王先知是如何看待那入城一剑 不好说 不是能不与前辈你拼命就不拼命 如果我刚才出手对付徐卫雄这个大阵破绽 你是不是就愿意拼命了 徐凤年没有直接回答问题 老前辈这不是没有出手吗 随斜鼓没有说话 但是徐凤年一掠而去 身形挡在了徐卫雄的身前 随斜鼓先前没有出手 但故意承受了这个小千世界全部的重量 否则一颗棋子怎么可能让他双腿伸陷呢 道教记载曾有先人以一尾压顶不周山 结果让整座山岳山崩地裂 且不论此事真假 即便是真也显而易见 在一尾落在不周山之前 大山肯定早已承受了难以计数的辉煌压力 随斜鼓比局外人都清楚 那小子设了一个局 他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杀相徐卫雄 一个是硬扛下这个小天地的分量 随斜鼓不管出于何种初衷 还是选择了更为吃力的后者 这才让老人在旁观者眼中 是输了一筹给徐凤年 随斜鼓又不知如何想法 不愿就此罢休还要再战一场 听朝阁楼传来一阵嗡嗡响声 如无数文营聚集在一起的细名 只是我会受伤 但你会死 随斜鼓笑了 手指缠起一条长眉轻轻打结 不是怎知啊 赫连老人重重叹了口气 有些哀声 为何执意如此 世间见到 难道真要在这一带游胜转衰吗 清朝阁内瞬间万籁寂静 仅有一剑掠出高楼 明剑鼠道 徐凤年踏出一步 膝盖微蹲 右手双指冰龙 左手以握刀之姿握剑 直指随心 只向这个曾经跟羊皮球老头互换一臂 仍未分出高下的吃剑剑客 这一刻清朝湖湖面上 木然怒放出铺满整座湖面的一大片紫金莲花 不似人间木 恍恍惚惚惚摇曳圣字 刹那速救紫金身 一如当年高树鹿 随邪谷仰天大小 一气骤然长吐 吐出了那百年吞食的千百剑气 武帝城那极为缓慢的入城一剑 王贤之四个徒弟联手 看似被于新郎拦下最后半剑 其实那一剑不过仍算半剑而已 有形却无神意 此时此刻才是随邪谷想要问见天下第一人的完整一剑 虽说世人都听说北梁王宰了称霸江湖一甲子的王老怪 可毕竟那都是传闻事迹 百姓对于这位新武帝到底是怎么个无敌毫无认知 于是听说梁州城东北角的丹仲平会出现那两个身影一时间是万人空下蜂拥而去 丹仲平的由来原本是那位世子殿下耗费巨资 专门为江湖人士比武祭祭而建 在府邸邸里寸土寸金的梁州城内 丹仲平长宽各有五百丈 在清凉山上俯瞰全城可以清晰看到这一大块极为突兀的空白 据说当时异想天开的世子殿下为了推动丹仲平的打造 在刺史府邸接连喝了半寻的茶水 才迫使刺史大人不得不冒着砍头的风险挪用了四十万两军响才将丹仲平给造出来 帅先到达丹仲平之上的随邪谷站在这座较无常左上角 老人伸出两根手指顺着一条长眉旅去 没有半点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态 老人原以为自己能忍住手痒 可见着那小子后就很难心如止水了 此生最后一战 温的世间最强手确实非他莫属 一下马车内大眼瞪小眼 徐凤年膝上横放着那柄古剑鼠道 北梁未来侧妃之一的文坛头盔 瞪大眼眸那张小脸上是流光溢彩 我是不是出现的不合时宜 徐凤年神情温柔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你总是我的一场急事雨 王初冬歪了歪脑袋一脸茫然 在厅潮湖那边与隋老前辈来一场生死战 估计太多或多或少有些束手束脚 这些上了年纪的江湖老前辈怎么总喜欢找你打打杀杀 为老不遵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算再过个几十年 我与他们还是隔着那么多辈分 一年不多 一岁不少 人在江湖 归根结底 无非是在求有几二字 加上五无第二 可不就要打来杀去的 我算好的了 王先知在那一甲子里更无奈 京城里有个信谢的读书人 要把他困在东海五地城 王先知自己也不想走出去 结果就只能在那里等着被人挑战 六十多年 大大小小将近一千四百场打斗 别说亲自打了 光是想一想 我都替王先知感到累 王初冬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忍不住轻声问徐凤年 为什么不带陆姐姐一起出来 徐凤年愣了一下 无言以对 自己似乎从来没有过这个念头 总觉得他就该在清凉山的院子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与他相敬如宾便好 王初冬单纯但不笨 否则也写不出写进了男女情势的头长血 恰恰是他的赤子之心能够直指他人心 他低下头 我这算不算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啊 陆姐姐比我懂事 所以你就容易忘了他 我觉得这样不好 徐凤年沉默不语 京王初冬提起他才记起许多的琐碎小事 记得似乎答应过要带他逛一逛北梁 有机会要与他手谈对异几句 要带他去山上敲一百零八声钟 这些承诺当时大多是无心之言 之后他入驾北梁后 在梧桐院披红处理家事杀法果决 徐凤年无形中就把陆承燕当成了可以共谋大业的女子 已经被自己悄然当成了那种从不会诉苦教区的贤内众 而陆承燕赴良以后为人处事确实是八面玲珑滴水不漏 大概真是应了王初冬这丫头的那句话 陆承燕是个不会哭的雄奇女子 徐凤年有些恍惚 没来由想起了春神湖上与陆承燕的初次相逢 他很热络略显功力而世俗 也许正是如此 徐凤年对他反而一直牵挂不多 心之所惜甚至都比不上那个选择留在上阴学宫的捧猫女子 徐凤年笑了笑 哼 如果能扛得下来北盲铁骑南下 答应过他的事情 我都会做到的 清凉山北梁王府内有栋私宅小院 那唐阴啊 一位出嫁前 被相识趁雨 与徐凤年八字相扶天作之和的年轻女子悄悄点燃了一盏青灯 这是他第二次点燃灯 第一次是王先知入梁 这一次是随邪谷起信 灯明换命 以我命换他命 马车山山来迟 悠悠然劈开了人流 然后观众只看到一个修长身影掀起帘子走下马车实际而上登上那座单众平手中摸有一柄箭窍捕捉的古剑 不知是哪个名眼人最先辨认出那柄古剑的名字 一时间都是在谈论那柄鼠道 世人皆知西数王国后此剑尘封于清朝阁多年没想到今日终于重见天日 大概是实在等他太久了随邪谷打了个哈欠两条雪白双眉愈发漂浮灵动 徐凤年显然是要让吃剑老祖宗再等会儿走入丹仲平后没有马上就大打出手的迹象 常见主地手心抵在剑柄上 北梁人窝里都厉害可排外的程度也是毫不逊色 相比那个没有携带兵器的陌生老者 他们自然更亲近这位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昔日世子殿下 因此当徐凤年登台露面后 顿时爆发出一阵异口同声的喝彩声叫好声 气机流泄如恢弘巨破的随邪谷环视四周一遍 最终叮住了徐凤年 高手之争斗力斗气斗智斗勇可归根结底还是斗心 随邪谷是要跟这位年纪轻轻的天下第一人问了 最强手自然是想让自己打一场酣畅淋漓的死战 这也是老人疑惑的地方 听朝哥束缚双方手脚 这丹中平岂不是更加施展不开 可既然那小子点名要在此地交手 那就随了他 反正到时候央起无辜 那也是这家伙下境内的子民 我随邪谷隐于江湖近百年 始终截然一身无谦无寡 没什么好估计的 徐凤年这小子若是不知情重 用是打中连冲胖子 那就顺势宰掉他 至于事后那高尸莫测的徐衍兵是否追杀万里 被两三十万铁骑是否会围追堵截 何必放在心上 况且如果真要计较起来 也就只担心那观音宗的老娘们儿会不会对自己兴生怨言 徐凤年望向随邪谷竟有些正正然 眼前吃剑老祖宗与一般武夫不太一样 跟那奇牛的年轻师叔祖有点相似 走的是天道的路数 跟底是那气化生万物 只不过路途相同路径却有宽窄之分 红喜相当然要更宽一筹啊 但随邪谷以剑求道 自提剑起 已有足足八十年精更细做功夫 无论是气血的疏不留住 肺腑中气的升降运转 还是那书籍巧学的大小开合 无疑不是真于巅峰的圆满境界 与其说是老人以剑问道 不如说随邪谷已经已到眼见 这恐怕也是随邪谷当初敢问见王先知的底气所 就在此时有一白红不知从几万里外挂空而来 撞入单中屏 众人下意识闭上眼睛去躲避那抹刺眼的璀璨 缓缓睁眼后 不知为何 单中屏上依旧没有异样 那雪白长眉的老者依然老神在在 而新王徐凤年也是心平气和 除此之外 平上空无一物啊 但是随邪谷似有愤闷 门哼了一声 掌心横放剑柄之上的徐凤年突然笑了笑 有着仿佛一个扣死心结解开的豁然开朗 当时出窍神游孟春秋泥拧道路上 他曾和北蒙国师圆青山二度相逢 不知该说是先前还是之后的那场相逢 同样也是善缘 那位麒麟真人自言飞升在即 如今果然飞升 但是圆青山在飞升之前 画红而至做客北梁 亲自给徐凤年带了一席话 可惜在场 除了道行深厚的随邪谷 再无人可以欣赏到这幅惊世骇俗的场景了 单中屏外数千人不过是自觉眨眼功夫 对徐凤年和圆青山来说 却像是一炷香的事件 圆青山撞进单中屏后 亮呛了一下 差点撞到徐凤年 被后者微笑着扶住后 老真人是笑竹颜开 但是略带了几分自嘲意味 嘿嘿嘿 既是头回飞升 又还是飞升十八品质里的上品 先前一位撑死也不过是中屏里头的成龙 其赫 然后是贫道也有些把持不住啊 大半都是托你的福 贫道不来这一遭 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 恭喜这人铸就先生 圆青山伸出一根手指 点了点头顶 先话不提 上头盯着呢 贫道在人间被当作活神仙 去了那儿 不过是个初来驾到的冷头青 少不得看脸色行事 贫道此次冒昧而知 是想与你说些遗言 全且当作仙人的仪式之言 已经再往后 世上有无飞升 有无仙人 还凉说了 不提这个 徐凤年 我且问你 你扪心自问即可 贫道问完就得走 不听答案 真人请问 我自会细细思量 修道之人 正道长生 位列先般 是不是跟天道叫般 习武之人 炼蹄养生炎炎异兽 是不是在跟炎王较劲 既然良者有被天地常理 为何仍有飞升天人 仍有一品高手 哈哈哈哈 真人这是给这一方天地 来当说客来了 嗯 你再想想 徐凤年刚要说话 袁青山指了指徐凤年的 心口然后一闪而逝 接着是人无法看见的一道气韵光柱拔地而起直冲云霄破开天幕 徐凤年抬头望向那道逐渐消散光柱 依旧激荡残留在天上的余韵云海 他突然想起了武当山上一种传承千年并且公之于众的修行法门 上山修道后问天地下山修行时问他人最终能否正道之计问己 修道 修一个真字 内心深处 内心深处 徐凤年怀念北梁以外的江湖 那曾是他儿时的梦想 所以徐凤年很多时候都觉得当这个世袭网替的北梁王只是一副逃不掉的重担子而已 并不是他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徐凤年直到此时被原青山问及才开始去深思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 徐凤年望向九天之上 天道 那是天人才可走的独木桥 大道 却是俗世人人可以走的阳关道 他并不清楚 这句话与那个让天地滚走无数雷的李玉府是何其相似 徐凤年最后对自己说了起来 想做什么 多简单的事 就是想做徐霄的儿子 徐霄让春秋之中那么多走投无路的老百姓有了活路 我这个当儿子 就是想守住这条路 谁不答应 我就让他答应 哭等多时的随邪谷翻了个白眼 你小子到底打不打 徐凤年歉意一笑 抬起手掌 那柄数道随之浮出见角 可就在此时 一个女子嗓音在众人而盼突兀想起 随邪谷 随邪谷 你滚下来 徐凤年满脸幸灾乐祸 随老前辈 你到底打不打 打 怎么不打 谈待兵静 这里没娘们说话的法 没事 李传刚说过 天下事就是一件的事 他瞥了眼蜀道 去吧 那柄古剑数道瞬间消失不见 随邪谷猛然抬头 不过我这一剑有点多 几乎同一刻 伸出北凉的无家剑种百剑 灰山轩辕清风 洛阳徐英拓拔菩萨邓帽 还有那不用剑却被媳妇配剑的男子 北莽齐剑岳府的数位高人 依旧在龙虎山外游历的齐仙侠 京城唐熙剑仙鲁白杰 正带着徒弟渔府 赶往武当山的年轻道士李渔府 以及在大楚旧都发呆的江泥 都不约而同抬起头 尤其是江泥犹豫了一下 自言自语 七 无家剑种 冬月剑池齐剑岳府 三座公刃江湖藏剑 埋剑楚剑最多的地方 更是惊世骇俗 天下明剑 进入高空赴北凉 随邪谷幾乎在一瞬间 就被数万顶飞剑迅猛镇压 前一瞬 单众平外看客 只觉得有黑云遮天蔽雨 下一刻 那些黑云就落在人间 插满了整座单众平 破空而来的飞剑树木实在是太过巨大 以至于层层叠叠 紧密拥促在一起 很快 那随邪谷就消失在众人视线 除了剑 还是剑 年轻北凉王如同使出一手 搬山倒海的仙人神通 凭空打造出一座 微微然的灰红剑山 蜀道是最后一柄落下的明剑 像是被人漫不经心摔在了剑山之垫 原本又有松动迹象的剑山 完完全全没了生气 偶有一两柄倾斜的飞剑滑落剑山跌在那单众平外 单众平外人人瞠目皆舍 见过打架的还真没见过这般大家 一位摇摇站在街道远处屋檐下的高大女子嘴角翘起 他瞥了眼高达三十余丈的飞来见风 让你滚不滚 百年英明毁于一旦 徐凤年并未站在那山脚处也没有返回马车 而是巧无声息出现在同一屋檐下 比他还要高出一些的女子望向大 只见徐凤年脸色苍白 但神采焕发 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澹台平静更是视为天经第一 当年他的师父也是如此 身子骨不显雄壮 更像是弱不经风的读书人 但师父的眼眸从来都是跟此时眼前年轻人如出一辙的干净 干净到以至于师父第一次为他伸手指向那条过江网 他都忘了去欣赏那位正直蜕变的百丈白马 他眼中只有自己销售师父的眼神 哪怕过了数十年 师父的那句口头禅仿佛犹在耳畔 傻大哥哟 盯着徐凤年的谭台平静笑了像个历经千辛万苦 寻回心仪物件的小女孩 徐凤年不明就理 反而有些毛骨悚然 本想聊上几句的徐凤年赶紧把到嘴边的言辞咽回肚子 谭台平静的师太很快消散不见 恢复成南方炼气室首席大宗师的淡泊神情转移视线 这一件叫什么有没有名字 嗨给招式取个响当当的名号 那不是俗人才会做的事情吗 谭台前辈也有这么俗气的习惯 我也要吃喝拉撒睡 也会打嗝放屁 怎就不俗了 徐凤年嘴角抽搐了一下 不一样的 这话别人说来俗不可耐 可从谭台前辈嘴里说出来 听着还是会透着口仙气 谭台平静视线越过依旧不肯散去的人群 妄想堆积成山的数万柄剑 感慨道 恭喜北梁王重返天人境界 如果有一天 他打断徐凤年的言语 直接了当给出答案 可以见你 嗯 跟聪明人说话省事是省事 但无趣是真的无趣 徐凤年拢起袖子 跟坦台平静一起望向那座本该没有天下之剑共主才能搬来的壮观剑山想起了一些往事 很久很久以前他喜好配剑配刀却是个绣花枕头 他藏有一柄神符也好不到哪里去 徐凤年忍不住叹了口气 何时前往梁州边境都站 就这几天的事情了 先等京旅制造局把那件新猛猛炮送来 灵州副将韩劳山率领数百灵州精锐标骑护送着三架马车驶入梁州城 马队之中有一骑显得尤为激励贺群 在一大片大马良刀和铁甲锐毛之中 唯独此人身体文官功夫 他为当头一架马车保驾护航时不时的瞥向内车窗 眼神中颇有自得之意 正应了徐卫雄幼年那半句双眉玄德色的说法 此人正是金吕制造局的一把手王吕亭 此番赶赴北梁王府是因为这位紫金王室年轻家主的的确确做了一桩漂亮的政绩 当得起灵州副将韩劳山为其安全马后三架马车内搁置三件衣服 王绿亭是李希峰告老还乡后北梁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制造官 跟那位雄才伟劣的赵家天子没有半颗铜钱的关系 除了密切监视灵州江湖势力 尤其是鱼龙帮的崛起 但更多还是当个字面上名副其实的制造官 做那缝补衣服的活计 为首马车内坐着三位女子 年纪最大的女子也不过三十来岁 车厢放着一只不大的紫檀流金箱子 年纪最小的女子体态婀娜 滋容出众 乃是出身家世优渥的官宦门户 但这富贵女子对那年长女之官向来有说有笑 可对那姓许的女子最是百般刁难 此刻他瞥了眼那富费为许狐狸的女子 然后对年长女子笑脸道 宋姐我小时候听爹说他曾经去过一趟清凉山 那会儿还是跟着刘骏手携手而往 是参与咱们小王爷的庆生宴 我爹还说了大将军还亲自走下正位 与他们喝过一杯绿衣酒咧 那年长女子笑着附和 草儿谁人不知你爹是邻州的一尊财神爷 能去王府走一遭也是件韵贴事 草儿你闻才好 这次跟王大人去了清凉山 指不定被王爷一眼相中 不小心就成了梧桐院的披红女学士 到时候可别忘了宋姐姐 被昵称早儿的年轻女子眼嘴笑了笑 借姐姐吉言 女学士尾时不敢奢望 早儿能给那位王爷作为小丫鬟 哼就是天大的姓氏了 许清神情浅浅淡淡的 对身旁两女的一唱一和不愿掺和 想到自家懂事的孩子心中泛琴暖意 嘴角随之叫起 那嫂儿斜眼看见这女子的嘴角笑意 心中恨恨然 这许狐狸长相也就那样了 天使这种无声无息的内媚 最是能勾引男人心动 哼可恨我自个儿还学不来 这只马队长驱直入来到清凉山的山脚 王绿亭如是重负 这次制造局随行人员有二十余人 但不是谁都有那运气可以踏入王府长剑式的 三驾马车三只箱子三件衣物 每辆车上各有三名女将护着紫檀箱子 王绿亭早就做好打算 每辆车上只能有一名女子分别为北梁王和陆王两家的两位未来王妃示意 那件盲袍无疑是重重之重啊 那叫司徒滑枣的女将 他爹用了无数的人情怜面和整整六千两银子才求到一位总高手那里 哼 凭这个就想给北梁王穿衣 王绿亭下马后开口点名后两辆由谁负责捧箱子入府 第一辆马车那边王绿亭饱含深意的 看向了明不见经传的许青伸出手指点了点他 再没有多说什么 许青是呆滞当场啊 他一直以为是司徒滑枣这位天之娇女去给年轻北梁王试着穿衣 如何都没有想到会是自己 一时间他手足无所 王绿亭皱了皱眉 若是别人他早就大动肝火了 可既然是他王绿亭也就破天荒多了一寸耐心 轻轻看了许青一眼 并且停下脚步专门等他 之所以如此是王绿亭知道的更多一些 这名小寡妇的来历很简单 可一手送他进入他王绿亭地盘的幕后男子 却是那幽州将军皇甫平这位爷才是真正称得上是北梁王的心腹啊 许青硬着头皮捧着那只并不沉重的紫檀箱子随众人一同走入那座王府 一路行去许青都忘了去看一眼那明冻天下的厅朝湖了 王绿亭缓缓登山 先将两只箱子送到两座雅静院落的门口 最后才是在大管家的带领下走向一座更高处 而且急不起眼的院子 老梁王徐霄的住处 饶是心智坚韧的王绿亭也是大吃一惊啊 许青 做事伶俐些自然些 要是真的紧张 我可以让你在院外多待片刻 等手脚不僵硬了再进去 许青脸色发白 抱着箱子被制造大人这么一说愈发战战兢兢 王绿亭看着他的局促不安有些懊恼 早知道就该让司徒滑枣这女子来捧箱子了 好歹那女子野心不小 胆子更不小 肯定不至于如此胆怯 至于他那点不安分 在这座有着父子两任离养王朝一姓王的王府里 算得了什么 领路的王府大管家还是笑脸着 甚至没有半点要出声催促的意图 但王绿亭熟人人情世故 心知肚明的很啊 自己被这许青连累惨了 他这个金绿制造局以后若是想要再入清凉山 除非是北梁王召见 否则恐怕是难如登天呢 大管家眯眼斜瞥了一下年纪轻轻的制造大人 然后转头对那女子温言笑道 姑娘 没事 咱们王爷是天下顶好说话的好人 放心进去吧 办错了事也不打进那 要不咱要打个夺 若是王爷对你说一句重话 你出来后我给你十两银子 如果王爷果真如我所说 万般好说话好言语 姑娘 你可就得给我十两银子 如何 许青终于轻松了些 咬着嘴唇点点头 也不再那么手脚不知该放在何处了 大管家微微一笑帮着推开院门 等他跨过门槛后再轻轻眼上 然后许青看到了一个年轻的背影 独自站在一株秋天里绿意犹在的琵琶树下 许青愣了一下眨了眨眼睛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使劲眨眼后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他的身影怎么跟那位两次途经到马关的公子哥如此相像 那人转过身 许青立即如是重复 但当他看到那人的眼神又提心吊胆了 相貌不是一个人 但眸子和眼神又太像了 啊 这是北梁王不是那位公子 怎么能把北梁王看作是他呢 只是 倒是真的很想他了 徐凤年其实也愣了一下 但很快就想清楚了其中缘由 显然是黄府平多此一举 不过事已至此他也不想多说什么 走到许青身前接过箱子 本王自己穿衣就行 你在院子里等着便是 一住相后离开 跟门外的王绿亭说一声 本王说了 网袍不错 还有 让他先别急着离开王府 许青茫然点头 也不知道听进去了没有 徐凤年转过身 小了 在他走上台阶的时候 突然背后传来一声怯声声 但已经肯定是那女子这辈子最大胆识的喊声 徐公子 徐凤年没有停下脚步 徐青仗红的脸抬起手臂 偷偷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啊 不是他呀 不是才好 不是的话 说不定还能再借 我还欠他钱呢 他说是一千五百两银子 要还五十年的 屋内光线有些昏暗 徐凤年穿上了那件明摆着剑月王朝礼制的蟒袍 很合身 一如当年徐霄穿上他那件 夜深人静之际 一只浩浩荡荡的马队悄然从梁州城北门急驰而出 其中既有跟随新凉王一同名动天下的八百百马一从 也有新富良的吴家百余名剑客 还有十几位南海观音宗的炼器士 为首几旗分别是身着便服的徐凤年 吴六鼎和翠花这一对剑冠剑士 南方炼器士首席大宗师澹台平静 还有那个看上去并艳艳的白眉老剑客随鞋骨 不过与徐凤年并驾齐驱的却不是上述几位 而是本该在灵州主持政务的徐北纸 在下澹台平静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286集徐北纸稍带来了一个糟糕到足可称为恶耗的消息 以为旧西蜀王国太子苏苏为首的西蜀一档 先前北凉的种种布局和一只千金都打了水漂不说 无形中还助长了蜀王陈之暴的气焰 用徐北纸的话形容就是北凉好不容易养肥了一头看门狗 不说吃到肉更别提替自个看门护院以后指不定还要反咬一口 徐凤年对此倒还算平静 当初在北芒小城里找到苏苏和那位老夫子赵定秀 相处过后自己就没有再抱太多希望 一来苏苏那家伙太悖懒 让他混江湖也许会屁颠屁颠使出吃奶的劲头 但让他去妙算闻心计 相信苏苏只能撂挑子绝不含糊 靠这小子西蜀复国 比起当年北梁需要靠自己这个世子殿下去扛大旗还来得让人绝望 再者东山再起的赵定秀作为半个帝师 只要能复国是谁帮忙并不重要 跟北梁跟他徐凤年那点香火情还不足以让赵定秀不顾大局的去跟陈之暴摆万子 说到底当初赵家天子让赵凯持平去西域 志在先截断北梁与蜀赵的联系 然后与西域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包围圈 可惜在徐凤年的劫杀之下功亏一窥于铁门关 但陈之暴的入蜀封王把这项赵氏朝廷既定的大西北经略给继承了下去 虽说徐凤年趁这个空档率先笼络住了六珠上师对西域展开了广泛渗透 可陈之暴也很快还以颜色 左西蜀而望南照 可以说双方在这次交手中互有胜负 但对隔岸关火的泰安城来说 对半寸蛇原本西而言怎么都是赚的 没了蜀罩这两块可供北梁在战士不利形势下退兵的大后方 北梁就等于战略上的延伸地利 哪怕战事吃紧也只能是死战到底 直到浩光徐家在徐霄手上积攒下来的全部家底为止 不过灵州刺史大人这趟火急火燎的禁舰带来一份复告 是关于北梁勋官的改革 先前徐凤年听取陈亮希的建议 对北梁军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清除击毙 一大堆校尉和多如牛毛的杂号将军都卷铺盖滚蛋了 使得在梁幽灵三州境内原本不起眼的校尉一职 成了仅在一周正负三位将军之下分量十足的权柄五官 然后收回了大量原本已供功臣居家养老的杂号巡官 这就动摇了北梁境内诸多将军门庭的根基啊 老一位将校退出边关后 还想着当传家宝传给子孙的薰卫 被一股脑扫入了历史的垃圾楼 而族内子弟又大多不曾亲自建功立业 这就出现了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因为一个家族的心火相传被抽走了心柴 徐卫只说如果在太平盛世清凉山劫富济平也好 甚至是杀鸡取卵也罢 都不妨碍徐家在北梁的地位 但是如今北忙百万大军压境的紧要关头 将军门庭是否愿意出力就不可不争取了 离开梁州城后徐凤年对此从头到尾都没有插嘴 都是徐北纸在娓娓道来阐述利弊 徐凤年不是听不进去意见的人 只不过他确实也有些棘手 准确说是难言之意 如果换成任何其他一个人提出这件事 徐凤年都可以毫不犹豫的采纳推行 可是从徐北纸嘴里说出徐凤年就得细细思量了 徐北纸对徐凤年的沉默寡言 并不在意继续说着他心目中的北梁军大框架 边军不用划舌天族 循着老规矩形势就行 地方上新老校尉也都清楚自己的职责 但是现在北梁是需要更多的人自愿去杀场厮杀 两莽之战拼领军将领 北梁略胜一筹 拼甲是骁勇 北梁稳居上风 可越是如此就越不能在比拼任性仪式上输给北莽太多 咱们北梁万万不能再打赢十场仗 数十场仗后 只因为一场大仗就输了 输得金光 北梁本就底子不够雄厚 如今首页无望的将主门庭都急着离开北梁 这帮人大多都是蛀虫不假 可当真就不能转化为北梁战力了 国与国之间的交锋 从来都是比谁更能扛更能挨打 按照我的设想 北梁设置镇平征三大武勋将军称号 这十二个称号 注定是给战功显赫的边军之中佼佼者设立的 但是接下来校主校齐卫两级总级十二届武勋官 还有郑执钦和资执钦两大文勋 则是真正给摇摆不定的观望者量身打造 给那些肯出钱出力的将种门户 以及肯出出谋划策的读书人 当然这些勋官 你都要保证一个前提 务必是黎阳朝廷认可的正统勋伪 如果可能 你还要跟泰安城兵部讨一份公布天下的诏令 要求赵家天子和兵部立部 不但要承认北梁各阶勋官 还得允诺北梁勋官 只要想离境出任外地官员 可将一品或者两阶担任职位 不得以任何借口理由推诿拒绝 哼 橘子 你真当泰安城兵部是我家的某个小院落呀 我虽说跟卢白杰关系还行 可我确定这位唐锡剑仙接到折子后肯定要摔在地上的 现在朝廷为了抑制地方势力 连颜振春阳慎信这样的老将军说丢出去送死就丢出去 怎么可能自己打自己嘴巴 到时候照顾了咱们北梁顾建堂也要狮子大开口的话 你说兵部和坐龙椅那位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不一样 赵家自顾不暇 眼下就靠着北梁跟北盲死客 这折子递上去会有五成把握 折子不是不可以递 可你要知道一点 上回靠着宋栋明提议北梁出兵禁难广邻道 已经让朝廷捏鼻子送来了曹梁 这次我看悬呢 徐北纸松开马江上 折子不是现在就送兵部 就看曹长青什么时候把朝廷彻底打疼了 嗯 哎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是怕我跟陈亮西视同水火 各自觉得一山难若二虎啊 哎 心里有数就好 你们两个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师父无比器重的不欲 少了谁我都心疼死啊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嗯 你是我肚里蛔虫 我可不是你肚里蛔虫 我觉得两莽一旦开战得找个由头 不给顾建堂所在的东线坐山观虎斗的机会 这不但触及了原本西的底线 恐怕就连张巨路和齐阳龙也都不会答应啊 连王先知都会说 世上应该没有谁可以百战百胜了 徐凤年无言以对 这恐怕正是徐北纸跟陈亮西最大的不同之处 陈亮西做事总是喜欢从细微处入手 极少一出招便给人大开大和大气魄的感觉 可徐北纸不一样似乎更加高屋建灵提纲窃令 徐北纸没来由笑了笑 徐凤年一头雾水望着这个家伙 月色下徐北纸遥望北方 少年是总想着有一天要跟爷爷一起往南走打北梁 我曾想到头来颠倒了 哎 你在北王亭那边就真的没有一个有牵挂的人了 比如说有没有青梅竹马的女子 有没有气味相投的好汉 有没有特别想要骑在他头上出口恶气的混账 没有 一谋可知诚实 树言而定国际 谁会成为北梁第一位当得起如此说法的谋士 徐凤年拭目以待 这时候吴家百剑中 由一起加快前行 越过了五六顶和女子见识的坐骑 来到徐凤年一次 此人正是曾经指出西蜀剑皇半剑的谢承安 在下王国之人谢承安 斗胆一问 王爷得闲时可否与谢某人切磋一二 哼 你是为你谢半剑自己还是为西蜀 皆有 随老前辈 这不有人找我比剑 咋的 是不是应该先问过你老啊 随斜骨气得两条白眉肆意飘浮冷哼一声倒也没有拒绝在下自知不是王爷对手但是此生不出此剑良心难安谢承安注肿之后你有什么自己见可言谢半剑顿时神情黯然欲言幽知 哎呀没事没事既然都离开了死气沉沉的地方咱们也不用太讲究那条条框框 谢爷都说了是切磋又不是生死相向相信伟良王大人有大量利于不败之地的架都不打说不过去吗 行啊 五六顶咱们也切磋切磋 嘿怕你你挑地方我挑时间就这里一百年号无家见识的脸色大多都有些古怪摊上这么个领头的少主实在是丢人现眼 一名叫张鸾泰的中年剑客也加快马蹄 听说北梁王习武是从炼刀开始 哼怎么你张鸾泰去吴家建种前的巅峰之战是输给顾建堂如今就想着从同样炼刀的我这里找回场子 啊想是这般想就是有些难如登天 像赫连剑吃剑僧崔梅公吴家建种中这几位最为年迈的剑客都会心一笑一阵笑声过后 徐凤年开口 诸位都是用剑的名家宗师 只是跟我比剑就算了 我不会答应的 这次出行 徐凤年腰间只配了一柄良刀 他手指摸缩着腰间刀柄仰头看了眼天色 到了边关 你们不妨看一看天底下最好的刀到底是怎么一个好法 西北边塞 孤城一气 云沙央芒 徐凤年 拇指和食指下意识摸缩着那粗粒马疆 驻马山坡举目跳腕 吴六鼎和女子见识领衔的吴家 百骑在一天前跟他们分道扬镳 在白马一从的护送下一同前往楚路山坐镇的北梁都护府驻地 徐北指也已单起反身 徐凤年和随邪谷以及澹台平静则继续北上 直接穿过了两网交界的边关防线 大摇大摆的来到了南朝隆腰州境内 随邪谷在正正出神的徐凤年身边实在有些无聊 老夫年轻那会儿就不懂那些将领士族怎么就喜欢打仗 真是不怕死吗 淳秋战士还好理解 乱世人不如太平犬吗 命如草芥不值钱 那是被逼得人人不把命当命 如今北梁也算成平已久 真能挡得住北盲百万大军 很简单的道理 为国舍家 为家舍身 没谁不怕死 只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 我们北梁铁骑的汉不畏死 除了北梁人生性永烈之外 还有就是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他们没有退路可言 家就在北梁 他们一退 边军一散 北蛮子铁骑南下 他们哪怕逃出北梁 两条腿也跑不过北猛战马的四条腿 你们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 哼哼哼 我不也没退路吗 就你这身手要真是想杀人怎能不单枪匹马去龙腰州杀他个七进七出 难不成拓拔菩萨和洪敬炎那几个还能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都盯着 我是能这么杀 可北忙五平上的人物也能这般杀回来 两国交战 这样的举动不能说毫无意义 可真的是意义不大 当然如果有一天北梁已经守不住西北大门的话 我肯定会这么做 随邪谷还要说话只听澹台平静冷哼一声 长眉飘摇的吃剑老怪我立即闭上嘴巴 就在此时远处扬起一阵尘土 一表北忙精锐赤喉 大概是看到了小沙坡上的突兀三七 这些人在坡底以外五十丈挺马不前 与坡顶徐凤年三人两两相望 应该是南朝大将军柳归的嫡系先锋 那个叫柳归的 曾被北忙女帝赞誉为可当半个徐霄 原本是有望接铁黄颂蒲成为南院大王的人选之一 只是给董胖堆结族先登了而已 这一标探子中冲出一旗 在百步外大攻射箭 转头几好 直刺泼上三骑居中的徐凤年的头颅 这蛮子大概是想确定这三骑的实力 不好惹大不了就后撤 是绣花枕头 那就杀人夺马 徐凤年撇过头 躲掉这根箭矢 那一标探子很快就拨转码头退去 随斜鼓瞪大眼睛 送送嘴的肉也不吃 魂子肉不是肉 嗯 自然会有顶尖北梁游弩手的暗中盯梢 现在北忙的骚扰看上去很莫名其妙 我这边为了获得北忙准确动机 已经付出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但是这些北忙探子的行军路线就成了最宝贵的蛛丝马迹 至于谁才是真正的鱼儿 就看双方的实力和运气了 弯弯肠子真是不爽力 哈哈 难道要北忙百万大军乖乖囤积一处 然后跟我们三十铁骑来个一次性厮杀就是爽力了 你省事他省事皆大欢喜谁输谁滚蛋 还要早点 北忙蛮子倒是很希望北梁这么做 说实话 我也挺吓的 老剑客的说法听上去很外行很荒唐 但如果两忙真能这么果决不留余地还真是皆大欢喜 北忙有希望一口吃掉南下路途的拦路虎 而北梁也不是没希望一举击溃北忙大军 北忙的优势很明显 人数占据绝对优势 但是北梁的优势在于北忙大军暂时性的群龙无首 董卓虽然已经是名义上的大军统帅可是他除了麾下的十余万董家军 红颈炎的柔然铁骑龙腰州 沽赛州的戍军柳归杨元 站在内的几位大将军的亲军他这个南远大王可以调动 但绝对无法做到如臂指使 而北梁不一样 楚禄山和袁左宗可以做到对北梁军的绝对掌控 在一战定胜负的对峙中 这就是北梁的机会所在 只不过这种等于在拿两个王朝国座下堵住的义气之争 对双方而言都太过于奢侈了 徐凤年看着那些北忙赤猴北撤 半个徐霄 哼 不管这场大仗 谁输谁赢 你柳归的四万人马 肯定会死绝 接下来怎么说 是去都护府还是继续北上 去瞧瞧北忙百万大军 徐凤年纵马下坡 往北极致 你小子不是猜说这种行径毫无意义吧 徐凤年笑眯着眼转头望向高大女子 哎 谭太前辈我有说吗 没有 随斜鼓欲言又止 憋得那叫一个难受啊 徐凤年自顾自的哼起了一只小曲儿 入冬时节塞外水枯草黄三人牵马停在一处水源排在静直往北策马三天就可以看到那座瓦柱城了 徐凤年蹲下身举起一捧水拍在脸上 长呼出一口气 这些北蛮子脑子进水了不成 为何不在初秋时分屯兵边境 历史上这些在马背上竹水而居的游牧蛮子 不都是在秋天杀戮中原大肆抢劫秋收吗 到了天恒地冻的冬天还抢个乱 你说的只是一般情况 历史上几场游牧民族带给中原巨大创伤的浩劫 其实大多是在冬天南下 借着河水结冰 骑冰畅通无阻 大凤王朝末期 北蛮子就是凭死杀入中原腹地 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王朝就是狼和虎的关系 主动权一直在后者手上 后者每当兴盛衰亡交替而呈现疲态时 是一头幼虎并虎或者是即将老死之虎时 北蛮子就变成了最强大的时候 因此每次中原作乱 北蛮子都会南清过境趁火打劫一番 但是说到底 从大秦起至黎阳 还是中原王朝压着北蛮子打居多 要知道当时大秦政史可是记载着蛮兵武而当秦兵一 大凤朝巅峰时官室也有说过 蛮子颇得秦桥 由三而当一 也就是说那时候即便北方游牧 获得了许多大秦王朝的铸造工艺 三个蛮子才只能相当于一名大秦甲氏的战力 只是时至今日北蛮依靠着吸纳了无数春秋移民的南朝在中原那边胆 竟敢自称与北蛮厮杀数量相当而不溃败的劲率估计也就只有广陵王赵义和烟斥王赵炳的精锐部队 黎阳王朝一统中原难道还不够强大 不都说黎阳之强盛远超大凤直追大秦了吗 哈哈哈哈 如果当今天子初登大宝那会儿没有急于跟世人表明他的雄才伟劣 没有跟北蒙那几场大仗 而是安安心心消化春秋八国的实力 那么接下来 这场黎阳北蒙的虎狼之争 我北梁三十万假是有还是没有 甚至已经完全不重要 最多就是锦上添花而已 那姓赵的皇帝小子脑子进水了 当时也没谋事劝阻 唉 当时黎阳跟北蒙的胜负就在无误之间 谁敢胡乱劝说 何况赵家天子心底最想凭借几身军功压住以我爹和顾建堂为首的一波春秋名将 世上人和事啊 哪来那么敬畏分明的黑白对错 像我是徐霄的儿子 在我眼中 徐霄自然便是无疑大错大非 却有无数大师大功的异姓王 哟听口气 感情尖儿你小子就摇身一变 成下棋之人 对于吃剑老祖宗的挖苦 徐凤年笑着不说话 站起身后望向北方 那里的一条线上有瓦筑军阵 西京京京禅州再往北就是北蒙盲亭了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原王朝何尝不是一种灾难 一旦这个王朝的掌舵者崇尚边宫 身边同时围惧有一群袭着扬边大漠的天才将领 反之亦然 游牧部落和农肯王朝的厮杀 哪怕黎阳王朝复免换了一个又一个姓氏君主也不会改变 可以 可以 徐凤年伸出一根手指指向北方 只要我们能够打下这片土地上 然后在那打造出数条贯穿北卯的大情直道 你疯了 我没有疯 真要说疯 那也是当时才执掌果饼的年轻首府 当年在徐霄和顾建堂选择谁来镇守西北门户争论不休 明面上翁旭两首府都是坚决反对由我爹来封疆猎土做异性王 但是我很晚才知道一个内幕 反对派中 有人说服了当时治氏还乡却官微犹在的老首府 这个人就是张巨鹿 因为这个从未投军从容的文官有着所有武将都无法想象的野心 年轻首府要以北梁作为进攻北莽的前哨 以北梁铁骑作为进攻北莽的主力 以此尽量减少黎阳的兵力损耗和补给压力 在这个前提下张首府会让朝廷默许许家对西蜀南兆有极致的渗透 在这个年轻首府和北梁双方星知肚明的形势中 许多事情不可抗拒 其中满门中烈的韩家过于固执保守 一是不想拿整个家族根基为北梁徐驾作驾衣伤 一旦妥协 韩家作为北方军抵触的地位就会消失 但是那么世世代代跟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韩家也很快变作过眼云烟 要知道当时徐家傅梁 韩家家主还跟我爹两位至交好友把酒言欢来着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的第一桩媒妁之言可不是后面那个什么驸马 而是韩家那会儿一个还扎着羊脚鸭的小姑娘 躲在他父亲身后露了半张脸 朝我做了个鬼脸 起先事情还未谈崩 韩家也做了许多努力 然后原本西横插了一脚 狠狠阴了张巨鹿一下 等到我爹调动铁骑跨进去救韩家子弟的时候 一切已经办了 哎 小时候还会经常梦到那个只见过半面的羊脚鸭姑娘 半张脸都是血 一直哭跟我说疼 以前最怕做噩梦梦到他 等到后来想再梦到他一回 已经没有办法了 徐凤年的腰 徐凤年的腰微微弯了弯 似乎不堪重负 又似乎记起了谁 小时候不懂事 说了很多计划 还当面跟徐霄说过一句话 大概意思是 我成了你徐霄的儿子 是倒了八辈子梅 我是这样 我娘也是这样 长大后 才发现徐霄其实已经做得不能再好了 能给我的 他这个当爹的都给我了 他嘴上总是说着 他在年轻时候是多么意气风发 带兵打仗后打了多少胜仗 享受到了多少风光 我那时候啊 总是没耐心听他说这些沉芝麻烂骨子 不耐烦了 就会说徐霄啊 好汉不提当年勇 咱甭击击歪歪行不行 哼 整个天下的明眼人 聪明人 都笑话徐霄傻 帮着先帝打下了天下 结果给人家的儿子防贼一样防了二十年 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徐霄是不会反的 如果他要反 中原大帝早就出现南北化江而至的遗亡了 可越是这样 李扬就会越得寸进尺 所以赵家天子 才会让赵凯持平去西域 让陈之报断去北梁退路 逼着徐家三十万铁骑家底去跟北莽拼光 赵家天子用这种手段 帮着他的儿子穿上龙袍 赵传的庙堂 臣子中 不会有功高震主的五人徐霄 不会有兴系天下百姓的文人张巨鹿 半途内 不会有伟大不调的封疆大吏 不会有寄予龙椅的藩王 只会剩下一个元气大伤的北马 留下来给他儿子去完成大秦大奉两大王朝 都没能做到的伟业 学校曾经说过当今天子气量远远不如先帝 但确实能算是个不错的皇帝 徐凤年说着说着就蹲下身 抓起一把黄沙紧紧握在手中 随邪谷轻轻叹息 澹台平静 猛然转过身 望向远处 有十数骑扬尘而至铁甲染血刀弩破败 徐凤年站起身 当那原本想着借着一方宝贵水源迅速补给的十数骑发现三人后 似乎是天人交战 若是没有水 他们和战马都扛不住树里外敌方黑湖篮子的追击 为手一起大手一挥冲向水源 精疲力竭的十四骑也翻身下马 在装水入囊以及战马印水刷鼻时 都有人小心翼翼的盯住徐凤年三人以防骨策 这十四骑都是倾甲倾弩的荆棘 人人身材魁梧马术精湛 腰间又都悬派有最新一代的良道 可见是北凉边军中最拔尖的游弩手 不过这次应该是遇上了敌方骑马百人骑队以上的围剿追杀 人人负伤 其中一匹战马在到了水源处摇晃了几下后就倒闭当场 那名骑族忍着眼泪不去看心爱的战马 不需要他半句话 身旁两名骑士就换了一把战损更轻的弓弩给他 而这名没了座齐就注定不可能活着返回边境的游弩手 更不可能与战友同期一马反乘 那样只会多害死一名跑则 这位骑族背好轻弩摸了摸腰间良道 对其他所有游弩手咧嘴一笑 然后转身迎向那些贤为追杀他们 阻截军情传递的黑胡篮子 就在此时已经上马的围首游弩手 看到那名气度不凡的年轻公子哥笑了笑 我拿三匹马跟你们换一把梁刀如何 你也是良人 嗯地道的梁州人 既然如此 梁刀可以借你 但是希望公子回头能去风狼关找我 我叫朱庚 这回我的兄弟们欠你一条命 公子的做起都是千金难买 就是砸过卖铁也买不起 朱庚这辈子肯定还不起这份恩情 朱庚不是矫情的人 只敢说以后多替公子杀三十个北蛮篮子 朱庚朝着那个先前明摆着去送气的骑俗汉 李廷吉 谁准你去送死的 滚回来 跟老子上马返回风狼关 徐凤年把三匹马都送给朱庚 交出缰绳的时候说了句朱庚没听懂 但也来不及深思的言语 游弩手一镖五十七是我欠你们三十六条命 十四骑在马背上抱拳致谢 朱庚不忘提醒 公子小心 后边最多两里路有六十黑护篮子和三百北莽青旗 徐凤年点了点头 等到十四名游弩手远去后 看着那两匹伤痕累累的战马 转头对坛台平静和随邪谷说道 劳烦两位前辈把这两匹马送往风狼关 然后去都护府等我随邪谷正要说话 被坛台平静冷冷一瞥只好把话咽回肚子 徐凤年右手拎着那柄借来的北梁刀 缓缓前行 一直握有内捧沙利的左手松开了五指 黄沙散落在天地之间 独自缓缓走向三百多气 把一场血腥追杀 当作出门散心的妖艳女子 站在一处高坡之上挑了挑眉头 她身边站着一位气度灼然的锦衣老者 绰号龙王 女子望着远方那场人数悬殊的对峙 老龙王 那个身影怎么瞧着很眼熟 紧看身形 有些像是当年在道马关街上 被那郡主调戏的那位骏朗公子 记起来了 是有些像那家伙 还被我拍了一下屁股 远处孤单一人的拎刀之人没有任何躲避迹象就那么直直地迎向那群策马前冲的黑狐篮子和两百青旗 但看气态就是天壤之别楼 如果郡主不会觉得是老奴老眼昏花 咱们还是现在就掉头就走 有多远走多远 那家伙年纪轻轻就是纸玄境界高手 可就算纸玄好了 也未必能在你老人家和小四百骑军下逃生啊 或者是天下 北凉有这么一号人物吗 原白雄比他年轻要大吧 也没有那个来这里逛荡的闲情抑制吗 没有猜错的话是哪个家伙了 然后老人就开始转身离去 红燕郡主却没有挪步 因为他知道老龙王嘴中的那个家伙是谁了 他反而更不想走 老人停下脚步 郡主你真的会死的 那人已经发现我们了 老奴这一走不过是静人士听天命 好让那人知道我们无意插手 背对锦衣龙王的雕妇儿女子笑着白白手 哼 老龙王你走你的 我得亲眼瞧瞧这位传奇人物 我得确认一下 若真是当年被我开游的那个公子哥 我就算今天死在这里也赚到了嘛 还有啊 老龙王 你别想着打晕我啊 唉 郡主您不走 我老头子离开又有什么意义 好戏上场了 老龙王 你真不想亲眼看一看此人的风采 情许错过一次 就是错过一生啊 老人没有说话 但是已经来到了红雁郡主身边 一起望向远处 黑胡篮子有七十多起 柳子大军铁位亲戚足有三百 徐凤年始终左手握刀却没有右手抽到 停下脚步手腕一抖 左手两刀出鞘 而刀鞘则直直刺入身侧的沙地 左手反握刀 望向那边狭路相逢的场景 锦衣老者问道 郡主真不怕死 雕妇俄女子心思剔透说了声 走着 那位北莽朱网的元老抓住他的肩头 沿着波及往下飞掠而去 一直到与双方碰撞出平行的二十丈外才停下 在飞掠途中 红雁郡主还有心情扭头欣赏那些北莽骑士的冲杀姿态 脚健身躯随着马背一起一扶 如同一个人的呼吸 充满了一种让人赏心悦目的动态美感 徐凤年反提那柄两刀横在胸前 最前排并肩的三骑黑胡篮子 在马前胸高度位置上像是出现了一条裂缝 然后瞬间扩大 战马和骑士继续前奔 但是被切割成了两斤 下半截战马连同骑徒的双腿都摔在黄沙中 战马上半截和刹那间被截断双腿的骑士摔在了更前面一些地上 不光是第一排 后边十几排也是如此的诡诀光景 在那名刀客身前摆不远的道路上 顿时就占出了一大片的血腥 一匹战马的半截露出星红肠胃的身子 就那么死死贴在沙地上向前滑出去 战马尸体后 则是那条触目惊心的血路 三十几名断去双腿的骑士坠地后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号 后头北莽惊奇 尤其是黑狐篮子在察觉到不妙后直接勾勾跃起 气力抽刀 甚至有骑士猛然拉起了枪上跳过了那条横切而至的线 在更后边的骑士开始迅速偏离直线 尽量绕出一个大弧度进行规避式的冲锋 刚气 极限是多长多宽 紧一老者视线又些许的偏移望向骑队后方 这一刀大概是长百余杖宽两杖 但仅是他这一刀而已 这要是在战场上岂不是很威风八面 在大型战场上有朱网这些只管针对江湖高手的潜伏死士 何况还有神剑手和脚踏奴甚至是投石车 寻常高手谁敢这么玩啊 谁就是第一个死的活靶子 当然眼前这位除外 他要是真想像西数剑皇那样死战不退 恐怕需要几位顶尖高手牵制才行 退一步说 这种高手在体内契机浩劫到油锦灯窟之际 依然是想走就走 没人留得下 毕竟只是换一口气的事情 这么一口气不是同为武平高手就如何都抓不住那稍纵即逝的机会 但是世上从来都是一物降一物 此人胆敢亲自陷阵 我们的军神自然也就不介意亲手摘掉他的头颅 军中的万人敌绝大多数是谈话一线 证明自己有这个实力 然后就死了 这也是江湖高手不愿掺和沙场厮杀的理由吧 一身修为来之不易 说死就死也太郁闷了 下辈子投胎可就很难保证还能投出个根骨齐家的好胎了 徐凤年似乎抬起手臂微微划抹了几下刀锋 道路上六七名飘离马背的黑白鸩子就在空中炸裂分尸了 唉 只是楼椅啊 楼椅不假 可之所以这么凄惨 还是树木太少的缘故 只要楼椅汇聚成了不计其数的庞大一群 那就不光是西数剑皇会被活活咬死 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决定万人战役的顶尖高手 北梁士友 但拒之可数 眼前这位加上袁左宗和徐彦兵 袁左宗身为齐军统帅等战况危及到需要他去力挽狂澜 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北梁边军差不多完蛋了 那个枪先王秀的师弟倒是最有可能出现在前期战场上 这么丰锐的一杆枪 葛谁都不舍得白白放在兵库里不喝血 也对 如果轮到他北梁王不得不上阵杀敌 别说北梁边军 恐怕北梁四周都已是我们囊中之物了 老龙王 你说他好歹是暂时顶着天下第一头衔的人 结果不管他武功多高 都只能眼睁睁看着徐家三十万假释 一个接着一个去死 是不是深感无奈呀 换成我是他早就跑路了 天大地大 何处去不得 何处不逍遥 反正边境上杀来杀去就那么回事 那么这个人怎么不干脆潜入咱们王亭大开杀戒 不是挺能扰乱军心的吗 到了天相近后 高手与高手之间就很容易心生感应 就算他能杀一座城两座城 哪怕整个宝平洲都给他杀的流血千里 然后被拓拔菩萨 红敬炎和剑气劲这些大宗是联手围殴堵着杀 怎么成了无敌高手也这般束手束脚不无趣 以前只听说如是道三教中积身天象境界的半生之人不敢轻易出手杀人是怕沾染因果气数 原来这些纯粹的武夫也好不到哪里去 老人苦着脸说了句良心话 老奴不得不陪着郡主在这里等死 不是更无趣啊 老人没来由望向天空感慨了一句 人生天地间有天地在我被谁不是束手束脚的牵线傀儡 这座牢笼有人侥幸跳得出去但是肯定没人打得破 哎老龙王这就结束了雷声挺大雨点太小我可还没看过影啊当人数已经不足三百的骑士全都停下马蹄时那人也停下了刀一名在柳子军中九副盛名的神剑手抓住这个绝佳空档猛然间晚宫如满月 弓弦封出砰的一声巨响朝那名年轻刀客击射出一剑另外两名背负大功的魁梧骑士也是有样学样皆是拈剑出囊 拉开大功一气呵成便分别射出一支剑先后三根零力力剑破空而去箭头都精准刺向那名刀客的面门 然而三根与剑就这么安静的悬停在空中保持着斜刺的姿势 刀客将那柄最让北蒙边军深恶痛绝的梁刀放回了刀桥 一只凋零剑两只寻常余剑 他伸手握住那根被中原称为快急过应要而大风摇不动的凋零剑反手甩出 那名马背上在射箭之后双手下意识抓紧将生的神剑手被一剑穿透头颅 整个身躯都被巨大清澈力往后一带 双手随之扯动马将战马前蹄抬起尸体则是后坠落马 一名头领模样的黑胡篮子猛的一家马腹 率先开始无异于自杀的疯狂冲锋 第二匹战马开始跟随第三匹第四匹 最终整支骑队无意气拨转马头撤退 全部开始了冲锋 红燕郡主咬着嘴唇 真是悲壮啊 走了 嗯 老人疑惑却没有半点的迟疑抓住他的肩头往后倒而退 如果任由他们无缘无过死在这里的军情传回草原 那他们就白死了 任由两条大鱼离开后 绑十四骑游弩手断后的徐凤年 选好梁刀在腰间迎向那气势汹汹的北马其顿 黑胡篮子的那名镖长一先冲杀而成 徐凤年一鱼而起 那名镖长还保持着高高台币批刀的模样 一掌拍在这人头颅之上 连人带马都砸入荒沙大地 四肢尽碎的战马腹部跟沙坑岩在一起 只是徐凤年手中多了一颗被他拔出的头颅 砸向了第二名黑胡篮子 那篮子是胸膛炸烂 徐凤年迅速坠地一个摇滑 肩膀撞在左右两侧的战马侧面 马蹄离地两棋横向侧衰而去 一起凶悍直撞而来 只是在离徐凤年一仗之外时 人马俱是被磅礴气机绞碎 展开一团血污 那名前藏在黑胡篮子和柳自军惊奇中的珠网碟子 毫无征兆地破开血水雾气 剑尖直指徐凤年的眉心 徐凤年全然不理睬那剑剑 伸出手 按住这位捉停狼的脑袋往下一按摔在地上 剑尖崩碎 剑身折断 蝶子的身躯在黄沙地上弹了一下 先是蹊跷流血 继而是经脉寸断 全身都渗出血死 这具尸体被徐凤年一脚挑起 撞向前方的一匹战马 在冲在最前方的十几旗就这么毫无反抗的死去后 那些活着的骑士终于丧失了冲锋赴死的勇气 开始有人后撤 徐凤年微微一跺脚向前伸出了一只手 在他身前的地面上一饼饼黄沙长剑 八第二期 在下澹台平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287集 约莫半驻香后 带着红燕郡主飞奔出去二十数里路的锦衣老者 整个后背瞬间崩直 一个清冷嗓音从他背后响起 两位在倒马关认识的老熟人 你俩这么不把命当命啊 然后红燕郡主发现自己的臀部被轻轻拍了一下 背后那人微笑起来 旧账结清 所以你可以去死了 锦衣老者轻轻一推红燕郡主的肩头 将其推出去老远 命悬一现也顾不得拿捏力道了 军主摔在了十数帐外的黄沙中 在送他暂时脱离险地后 老龙王一声轻轻舌战春雷 浑身契机流转如绝地大红 一身之功 不输江南之道的华贵锦衣被外泄契机撑出了千万条细微缝隙 老龙王都没有转身 甚至连头都没有转台币向后砸雪 手臂上的袖子刹那之间化为激稳 老龙王狐绿铁官是北莽成名已久的高手 在拓跋菩萨慕容宝鼎 红敬炎这几位新秀尚未崛起之时 天纵之姿的狐绿铁官曾被看作是可以赤手空拳 挡下枪先王秀那杆刹那的顶尖高手 狐绿铁官的近身肉搏不可谓不强 尤其以筋骨坚韧著称于是 狐绿铁官这一笔回去 如同是裹挟风雷啊 徐凤年伸出右手 轻描淡写 抓住老龙王的手腕 扣指断肠症 狐绿铁官瞬间只觉体内内股急速流转的磅磅 气机被截断 如一艘急速楼船 木然遇上了铁锁横向 而且这所将铁锁不止一处 而是在他六处紧要俏学都在兴奋做了 像是硬生生的在他体内设置了六道关卡 狐绿铁官浑身颤抖 鲜血猛然从牙缝间蹦出 拼着受伤也要冲断那些铁锁 竭力让一起贯通全身经满 徐凤年左手掌握手刀竖起 搁在狐绿铁官肩上耳畔往左一拍 抓住老人手腕的右手往外一扯 狐绿铁官的脑袋出现了剧烈震荡 整条胳膊被徐凤年从身躯拔掉 与此同时狐绿铁官的整个头颅右半边都出现了密密麻麻丝丝缕缕的鲜红丝线 如不计其数的赤蛇在他肌腹中肆意犹窜 狐绿铁官的长处是力大无穷且龙金铁骨 无比精通尽身肉薄 可他一定不知道如今一旦让徐凤年尽身颤抖 那无异于让黎阳王朝那位号称陆地神仙之下寒无敌的人猫进了身 狐绿铁官双脚身陷沙地 双目圆正望向远方纹丝不动 徐凤年轻轻丢掉那条手臂 转过身望向那名初见时何其不可一世的雕妇鹅女子 徐凤年看着这个大概是忘了逃跑的女子 双方都没有说话 他突然力声大喊 老龙王杀了他 他是北凉王徐凤年 你只要杀了他 我就亲自去跟陛下给你请功 你可以做大将军坐持劫令 狐绿铁官 你倒是出手啊 老龙王 你哪怕动一下也好啊 徐凤年看着这名女子的雕妇鹅 但是左手已经按在了腰间两刀之上 红燕郡主猛然间平静下来 理了理 并搅凌乱青丝和那有些威胁的雕妇鹅 我可不可以选择一种不丑的司法 你有没有可以拿来换命的东西 比如说董卓柳归的大军动向 又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耶律大统遗孤的消息 要不然说一些你们北马那两只大仗重齐的事情也行 他扯了扯嘴角 毫不掩饰自己的讥讽之意 徐凤年拇指轻轻推刀出窍 就在此时 以其急驰而来 马背上是一位满脸血污的年轻骑族 还多带了匹马 红燕郡主鄙夷的扫了他一眼 毫不掩饰的鄙视 这无耻 连死人才都不放过 我们北马草原怎么会有这种骨头精的废物 那名年纪轻轻就以凭借骑术剑术进入柳字军将军清旗的骑士 停马不前后大口喘气 就在片刻之前 这名身陷死境的小卒子只看见整座天空都是如黄群的飞剑 然后是这些飞剑支出了一张灰灰大王 有六七骑黑胡篮子做困兽斗 越过呆滞的他 嘶吼着向那人冲锋过去 然后连人带马都被贯穿力惊人的飞剑携带到天空 最后一起坠地 不知为何 那人跟自己擦肩而过 却没有朝他痛下杀手 当三百骑只剩下他一人独活的时候 那人出现在他身侧 用地道娴熟的北莽言语吩咐他 可以随意拣选一些甲咒刀剑 然后多带一匹战马跟着他离开 大概是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了一回 那时的年轻骑士都忘了恐惧 从鬼门关回来后 还有心情去捡取那些早就艳羡不已的好物件 换上一匹梁马穿上铁甲配上战斗背上大公事一件都没落下 甚至年轻人还给自己换了双崭新结实的牛皮靴 红颜郡主望向徐凤年伸手指了指那名年轻的旗族 你杀了他 他比你值钱多了 他不会死 不过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拿得出手足够值钱的东西 买得起自己的命 我就答应不杀你 杀了他 这种人不配当北蒙儿郎 徐凤年抬起手臂 对那名年轻旗族做了个劈砍的冷酷手势 那旗族平稳了一下呼吸 开始毫不犹豫地抽刀冲刺 红颜郡主彻底傻了 我堂堂北蒙郡主 玉禅舟持节令的独女 被女帝陛下深深宠溺 没想到到头来 死在一个草原叛徒的道下 而且还是一个如此卑贱的无名懦夫 他惨然一笑 无比仇恨地看了眼徐凤年后 迅速抽出一柄匕首 刺向了自己的心口 夕阳西下 两旗缓行于一处俗称龙眼儿的平坦沙地上 再往南走三十里便是北凉边关第一雄城虎头城 黎安王朝西北第一大城不是北凉境内两零忧三周的周城 而正是这座突兀而出雄士北往的虎头城 此城内外屯扎精兵三万铁骑三千 兴骑六千 不足两万多 城中 即便不列入兵级的百姓 只要是轻壮年纪都可以在仓促之中披甲上马而战 虽然只有两期但是其中一起拖拽着一个双手捆绑的狼狈女子 内人浑身尘土 嘴唇干裂 脚上内双如江南婉约闺女的精致秀鞋也破败不堪露出了鲜血淋漓的脚趾 他身形摇摇欲坠 但还是在苦苦坚持当他能够抬头遥望见那座传说中最喜欢在城头上摆满北莽俘虏脑袋的虎头城时 他因为这个不合时宜的停顿然后被战马拖拽的扑倒在地 那名骑族没有转头 他竭力的挣扎起身 否则就会被这么拖着牵绑虎头城了 可是精疲力竭的他实在是已经无法站起来 只会翻了个身后背传来一阵滑行在沙力上的火烫刺痛 这种痛苦不在于刹那间产生多大的剧痛 而在于绵绵不绝点点滴滴的积累 那名奉命行事的北莽骑族忍不住转头瞥了眼 这么一个高座云端上的女子就这么跌下神坛 结果被他和坐骑像枪狗一样拖拽前行 他又转头看着前方那一起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不杀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杀他 远处尘消四起 一只气势雄壮的数百人骑队震撼着大帝轰然而至 这两只用无数金银未养出的大杖重骑在完完整整铺开阵形进行一线冲锋时身体跟随马背的起伏幅度如出一辙齐头并进 四百骑几乎同时翻身下马为首一名中年骑士单膝跪地低头抱拳 我将刘济奴参见 参见王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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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都起来吧 这趟劳烦刘将军出城相迎了 徐凤年身后那名还能骑马披甲的年轻俘虏愣了一下脑筋有点转不过弯来 但是他看到那名一甲刀弩与身后骑足一模一样的刘将军在起身时似乎是个瘸子 然后他就知道这位相貌平平的瘸腿武将是谁了 过过这是北凉诸位统帅之下的边教第一人虎头城守将刘瘸子 刘瘸子在北蒙南朝读书人嘴里那都是公认的当事良将 智君法度森严但战场外是士族如亲子两儿两女儿子都已战死边关 小儿子此时不过16岁两个女儿都嫁给了他的部下 又都成了寡妇 刘瘸子对敌从不心慈手软 却从不滥杀无辜 在14年前一次报复性的长途奔袭中 深入孤赛州境内腹地一路斩首破万 那条腿就是被一名俘虏女子用匕首刺透 但刘瘸子依旧没有杀他 只留下一句不知真假 但是在草原上广为流传的话 无论是我们北凉还是你们北莽 只有等到男儿死尽之时才轮到你们女子 刘继奴陪着徐凤年前往那座气势雄伟的虎头城 入城后徐凤年洗过澡换了一身衣衫 刘继奴和几位虎头城校尉恭敬站在外院街下 徐凤年上次以新凉王的身份寻边 在虎头城身后设有都护府的淮阳官职簿 没有来到这里 据说那当下几位校尉都颇有父匪怨言呢 说这位王爷瞧不起他们虎头城 把虎头城降族当成了北梁后娘养的崽子 徐凤年看到其中一个假装镇定 但是明显有些拘束畏缩的壮憾 招手示意这些虎头城支柱武将都坐下说话 刘继奴的资历战功摆在那里 他当年跟老梁王都能心平气和的说话 更何况是面对北梁新主的徐凤年呀 徐凤年歪了歪脑袋 哎 刘将军 不知道那位扬言就算拳脚功夫打不过我 却能喝趴下我的马校尉马大人 在不在场 刘继奴忍住笑声没说话 在在在 老马 老马 找你呢 那个马吉里直起腰杆 在袍泽身后高高的露出脑袋 破罐子破摔了 启禀王爷 卑职在的 如果你老人家真生气了 要卑职吃鞭子 就二话 就是挨鞭子的时候 能不能 找个让卑职属下瞧不见的地儿 否则以后得被那帮家伙笑话死 刘将军 各位都能喝酒 喝当然都能喝 这帮人打仗就那么回事 酒桌上各个天王老子第一 不过马吉里和楚汉清两部都要当之寻业 其他人只要不喝得鸣鼎大醉都无妨 嗯 那咱们喝个点到为止 上次欠下的就只能以后有机会再补上了 马吉里跟楚汉清亲自去报两滩酒来 然后滚去寻业 马吉里如是重负 和另外一名校尉一起小跑出院子 很快报来两滩绿衣酒 信须的马吉里不敢多呆啊 就想赶紧溜之大吉 那名气度儒雅的虎头城校尉 为楚汉清犹豫了一下妄向徐凤年 王爷 杯子今夜不能喝酒 也不知下次能喝酒会是何时何地 可否以空碗敬王爷一回 嗯 多谢王爷 属下先干为敬 楚汉清高高端起那只空荡荡的酒碗 徐凤年则站起身将碗中绿衣酒一饮而见 王爷 要不 杯子也敬你一回 好 徐凤年又笑着喝了一碗 徐凤年坐回十凳后 看着那些脸上都带着真诚笑意的边关将校 刘将军 虎头城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尽管开口 没有了 徐凤年也没有多说什么 陪着这些都以四十多岁的北梁老将一起默默喝酒 刘继奴在最后只说了一句话 既然王爷坐在了这里 那么有句本来以为没法子说出口的话就能说了 虎头城四万余人 今天就当都喝过了王爷的送行酒 虽死无憾 当刘继奴诸将离开院子 徐凤年让院外护卫喊来了那两名俘虏 红艳郡主在别处正狼吞虎咽呢 等他不情不愿走进院子的时候 衣衫还是蓝绿 不过满嘴油腻 跨过门槛的时候还打了个宝格 桌上还剩下小半坛绿一酒 这显然是刘继奴他们嘴下留情了 徐凤年端起酒碗指了指几张十凳 红艳郡主一屁股坐下 那名对徐凤年越发敬若神明的年轻骑士 依旧是老老实实站着 红艳郡主瞥了眼桌上的酒坛酒碗 自己给自己倒了一碗酒 一碗酒从舌劲 辣到喉咙再烧到肠胃 整个人瞬间都暖和了 顺带着他看徐凤年的眼神又多了几分挑衅 他知道徐凤年当时没有让他自尽 他再想死就要比想活还要艰难多了 他仰头一大口喝尽了碗中的酒水 擦了擦嘴角 怎么 王爷想要让我侍寝 那为何不让我换一身捷径衣裳 需要我送你把镜子照一照吗 啊 让你看一看自己这会儿啥德行 红艳郡主恼羞承诺 刚要抬起手丢至酒碗 很快就抑制住了这股冲动 沉默着又倒了一碗酒 徐凤年转头看向那名自称 喜福龙冠的骑族 你喜武很有天赋 这也是我不杀你的理由 这小子的眼睛里 看不出连红艳郡主这种局外人都会有的仇恨 就算一个人可以隐藏脸色和眼神 他的契机流转 在我看来应该也无所断行 而契机起伏是跟喜怒哀乐直接挂钩的 这就说明起这小子是一块被埋没的蒲玉 也许能够在武道意图上走得很远 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希望有一个人能在将来制衡余地龙 这个年纪最小却身为大土地的孩子不同于性格鲜明的王生和吕云长存在着太多不可预料 总不能让今后的江湖在自己手上多出一个轩辕大盘吧 北梁王爷小的从小就是个孤儿 哪有饭吃就哪混 王爷要是信不过小的 可以让小的当个北梁边君 不足都行 杀北芒肯定不手软 红艳郡主在这个时候 阴阴笑着 哼 孤儿 说不定你爹娘就是死在了北梁铁骑马蹄下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 贱人 放你娘的臭屁 我爹娘就是被你们这些有钱有权的南朝王八蛋活活打死的 南朝 南朝算个什么东西 整个南朝就是我耶律姓氏养的一条看门狗 我耶律红彩本该是你这种低贱之人一辈子都走不进一百步内的王正郡主 祈福龙冠 呼吸急促胸膛起伏不定 然后大踏步上前对着这个娘们就是一耳光摔过去 红燕郡主也不是木头 低头后退一溜烟躲在了徐凤年身后 一脸得意的喋喋不休 嘿打不着 瞧你这点出息 活该你一辈子没办法给你爹娘报仇 哟 说不定你这种废物 原先在军中一直给南朝那些仇家效力也说不定啊 祈福龙冠突然平静下来死死叮嘱这个女人 红燕郡主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含义 小心翼翼拿回酒碗 又给自己倒了一碗绿衣酒 此时 敲门声轻轻响起 徐凤年到了两碗酒 谭台前辈请进 当那名不速之客坐下时 徐凤年递过去一碗酒 对方也不客气 喝了口酒双甲微红 那前辈怎么知道我到了虎头城 我以前听师父说过 天人俯瞰世间众生 就如我们在下夜看的萤火点点 大多萤火一闪而逝 却总有寥寥一些 尤为明亮 甚至在某个时刻 刹那璀璨如星辰 徐凤年顿时心中了然 想必是先前截杀四百旗契机倾斜 让这位精于忘记的炼器士宗师抓到了蛛丝马迹 然后就在这虎头城附近守株带兔而已 按照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世人修道问道正道就是以米粒之光去耗月争辉 师父说过 修成了道也无非是水滴入海而已 黄河之水天上来 飞也 海上来 故而奔流到海不复回 飞也 你师父说话都这么疾风这么有道理 寒抬平静 一笑置之 像是为尊者会 徐凤年盯住那个还想偷偷倒一碗酒喝的红燕郡主 后者兴兴然缩回手 徐凤年指了指院门 起伏龙冠率先离去 红燕郡主稍等片刻 猜测那小子已经远去才鬼鬼祟祟摸到了院门跨过门槛 结果很快就传来了清脆响亮的啪的一声 以及红燕郡主的尖叫怒骂声 王爷好眼光 此话怎讲 这对男女都是深具气韵之人 值得王爷用心雕琢 哼 气韵 运气太好 就是气韵了 换成常人 面对一个大开杀戒的五平高手 他们多一百条命就能活下来 徐凤年正想说话 坦坦平静 摇了摇头 你有你的种种理由 但这不妨碍他们活下来的事实 按照事先约定 我观音宗会在淮阳关以南 清河关以北停留 也会尽力为北梁做些凝聚气数的事情 但是最终去留由不得北梁边军决定 这是自然 若是王爷不幸生死 放心 如果真有这一天 我在临死前会悉数赠予那个卖探妞 坦坦平静悬着酒碗一本正经问徐凤年 大战在即 你我说这个是不是有些晦气了 哼 你说呢 坦坦平静一只手臂搁在石桌上 一手拖着酒碗抬头望向那片星空 徐凤年心静祥和 闭上眼睛缓缓喝了口酒 视线并无焦急的两人 很随心所欲的一问一答 北蒙大军在边境上的兵力 快到他的地理极致了 但是他依旧可以有咸鱼兵马 在北方草原上着手下一波攻势 面对这样一个本该有整个黎阳王朝抗衡的敌人 你不担心最无险可惧的刘州吗 当然担心 大概就像当年徐霄看着我去中原和北蒙 打梁州打刘州打幽州 先打何处对北蒙来说各有利弊 你觉得是 其实先打哪里都没有关系的 我爹徐霄 我师父李一山 云祖宗 楚庐山 燕文鸾 陈云垂 何仲乎 还有虎头城 刘继奴这些人 都已经把北梁该做的都做到了最好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我开始认为 北梁也许真的能守住 但是北梁接下来 谁会战死沙场 我不会知道 也不想知道 那么拓跋菩萨 为何没有出现在边境 这就像赵家天子死活都要把顾剑堂留在北地 而不让他去广陵道 因为这是王朝最后的杀手锏 当那老夫人和帝师需要拓跋菩萨亲自出马的时候 说明那时的局面才算开始偏离掌控了 在这之前 他们都坚信自己稳操胜券 谭台平静突然问了一个很提外话的问题 你为何不杀那北莽郡主 哈哈哈哈这个嘛 当然不是我喜欢他 只是他让我想起了一个我很想念的人 一样喜欢雕妇鹅 一样声名狼藉 一样性格刚烈 我能杀他却不杀他 不过是想让他知道活着是有多不容易 谭台平静把酒坛里最后一点酒都倒在自己碗里 一饮而尽 你真正在乎的他是谁 徐凤年伸出手指指着星空 我大姐 嗯 在那儿 不知过了多久 徐凤年回神后忍不住扶鹅叹气 这位地位超然 实力意识超群的王朝第一练气势 不但醉睡过去 还趴在桌上打着微憨 徐凤年看着他感慨 那你呢 应该是想念你那个师父了吧 沉起雾矮 一行人由虎头城南门骑马而出 然后分道扬镳 起伏龙冠换了身北凉青旗的甲咒刀弩 同时也拿到了一份崭新蝴蝶 名字也改成了起伏龙冠 从今天起 他就是北凉边军的一员了 出城时叛出北莽的年轻人总是时不时去抚摸几下腰间良刀 北凉战刀号称豪壮徐样 意味着当时战刀铸造都要以徐家战刀作为样式 喜福龙冠清楚这把战刀要是在王庭那边售卖 没有五百两银子根本就别想拿下 而且是有价无事 无数皇室成员和草原西涕都以能够收藏齐全徐样良刀为荣 而真正让少年感到欣喜的是 那位北凉王传授了他一部无名刀谱和一套武当心法 起伏龙冠此时豪情万丈也心甘情愿为年轻新凉王去沙场搏杀 他遵循北凉王的命令 护送红艳郡主前往留州 只要把这个姓耶律的娘们丢到边境上就可以不用再管了 到时候他能够直接投奔龙象军 这之后在两忙战事中是死是活 就看他自己的造化 耶律洪财犹豫了一下 拨转马头快马加鞭 追上徐凤年后停马拦路 你就这么把我放回北马 要不然 让玉禅州持接令拿一座金山银山来赎你 就算你爹肯出钱 你也注定没办法活着回去 一个正儿八经的郡主给北凉抓住当俘虏 耶律家族啊 恐怕丢不起这个面子 耶律洪财欲言又止 你的死活无关大局 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我本来想透露一些北满大军动向给你的 既然你不想听我的推算和猜测 那就算了 继续拦着路 就不怕我反悔 徐凤年仍是没有被撩起半点好奇 这位雕妇鹅女子眯起眼 面如沉水狠狠摔了一下马鞭 跟这个面目可憎的家伙擦肩而过 徐凤年与澹台平静继续上路 前往淮阳关 就这么让他走了 哼 以耶律洪财的心机心地 不能奢望他说什么实话 说不定还会谎报军情因我一次 与其被他的言语折腾的疑神疑鬼 还不如干脆不听 直觉告诉我 这女子一旦开口会是实话 哎 听上去 好像亏大了 啊 但是没有因此喊回那位兴许是偶尔菩萨 心肠疑似的红艳郡主 两人沉默片刻后 澹台平静 突然好奇的问徐凤年 北莽对于打西线的北梁 还是黎阳王朝的东线争论很大 如果不是出自齐剑岳父的那位神秘帝师 和新任南院大王董卓两人都执意要先下北梁 恐怕现在就是你们北梁看顾剑堂的笑话了 除此之外 绝大多数的北梁大将军和持节令 以及草原上势力最大的那些西梯 都认为去打东线更划算 毕竟打垮两辽防线就可以直逼泰安城 甚至有望能够与西楚在广陵道的复国遥乡呼应 使得黎阳大军疲于奔命并且首尾不能呼应 两朝此消彼长 为何北蒙女帝会力排众议 答应那两人给北梁死磕 这不正中赵家皇帝驱狼吞虎的下怀吗 何况哪怕打下了北梁依旧有陈之暴的西蜀作为缓冲 很简单 北蒙可以轻力攻打北梁 却绝对不敢这么一股脑杀去黎阳东线 因为他们根本不敢把屁股漏给北梁的三十万边军 身金百战的北梁骑军不但拥有无与伦比的机动性 而且对大漠地势和长途奔袭无比熟人 北蒙赶拿二十万兵马去跟顾剑堂对坐着饮酒吃肉喝茶赏月 若是换成北梁 早就吃的骨头都不剩了 然后大摇大摆长驱直入 整个南朝都得遭殃 无视那位太平令和董胖子不知道黎阳朝廷的小算盘 而是他们没得选 不一口气吃掉北梁 去打那条看似简单 实则经由张巨路顾剑堂和陈之暴先后三人经营的东线 那北蒙就等于是跟黎阳消耗国力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明白了 只要北梁铁骑一天在西北待着 那就意味着黎阳王朝哪怕丢掉了东线 甚至是导致泰安城被捆 但是依然掌握着足以改变僵局的主动权 但是如果北蒙一举成功打掉北梁主动权就换到了北蒙女帝手中 尤其是被称为穷冠天下的北梁铁骑全军覆灭 不管中原百姓如何恶敢北梁徐家他们的魂都已经丢了一半 连北梁也挡不住北蒙南下的铁骑 那么谁挡得住 哎 张巨铁掌权以来 对西北边关军务算不上有多支持 可也从未太过彻掌 这也是守府大人的厉害之处 看似清静无为 有纵容北梁洋虎为患的嫌疑 其实是帮黎阳赵氏 赢得坐山观虎斗的一天 赵家天子在家国之间已经做了取舍 黎阳自杀其路 哼 所以朝廷等到了好戏开幕 最大的幕后功臣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还不是怕新皇帝押不住老首府 怕太多寒门鲤鱼跳过了龙门 当这些爷里积深庙堂逐渐抱团后 那可都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家伙 死了便死了 反正截然一身 不像毫乏出身的世家子 还得为身后庞大家族利益考虑 就算这波韩室十人中有大半贪恋穿上靴子的富贵感觉 但只要有两三人不服管束 敢硬着脖子跟皇帝作对 成天为民请命 那就够家天下的赵氏皇帝吃一大壶的了 下一个坐龙椅的赵转既没有先帝统一中原的军功 也没有当今天子制衡谈压徐霄 张巨璐和顾建堂这些文武百官整整二十年的资历 赵转的这个爹啊 不在临死前闭眼前做点什么 如何放心把整个天下交给赵转 于是苦心积虑 请了个半截身子已经在黄土里的齐阳龙来做帝师 等到老家伙稳住了朝局 差不多也就老死了 到时候赵转也已经羽翼丰满 藩王和武将也都被削了兵权 加上英茂春这些根基不够深厚的倾向辅佐 再用大举提拔的豪华王孙来制衡前者 都不用像当今天子那么勤勉 舒舒服服躺着当皇帝就是了 有时候啊 想想那位碧眼儿 真是替他感到不值 哼 嗯 就是不知道守府大人 会不会替北梁感到不值啊 有怨气 哼 老子怨气大了 正好北莽撞到了北梁刀尖上 徐凤年看了眼天色 也许今年的大雪盖不住血了 淮阳关都护府有一处偏屋 传闻酸锈在扎堆 尽是些芝麻绿豆大小的官员 文不成 武不救 屋内东西两面墙壁上悬着一幅幅形式图 既有北梁三周边疆地理 也有描绘有北莽孤塞 龙腰两周的地图 两面墙壁上的形式图 所绘版图内容如出一辙 只是分老旧 东面墙寡旧 西面壁悬心 屋内两人一桌对坐 桌边始终有一人提笔站立静候 负责记录一些言语 那些书桌上堆满了北莽方志和密档 其中许多东西恐怕连南朝兵部和户部都没有 时常进出这间屋子的外人都是从浮水房那走出的家伙 不断给屋内众人送来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有南朝兵部最近升迁情况的文书 户部有关各地粮草损耗程度的折子 而这些浮水房碟子来去匆匆 进入屋子都是一言不发放下档案秘录就默然离开 始终目不挟视 用屋内暂时主事的洪大人私下说 那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睡觉不闭眼的狠人呢 黄昏时分眼神不济的洪大人哪怕坐在光线最好的临床位置 也开始点燃一盏油灯了 然后他扭脖子的时候 听到一阵习以为常的细碎脚步声 转过头望去是个脸孔极其年轻稚嫩的浮水房碟子 进入屋子后把怀中一封东西交给了负责接收物件的王贵方王大人 洪大人对这些曾经让他们北梁所有官员感到毛骨悚然的阴影中人 已经不在那般畏惧了 倒不是说洪大人胆子肥了 而是毕竟在给都护大人办差 无异于脑门上贴了张金光闪闪的保命符吗 有啥好怕的 不过要说洪大人对这些人有好感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光是他 屋内大多数人都不想跟浮水房扯上半颗铜钱的关系 洪大人无意间发现老友王贵方等那年轻蝶子走出去 最后露出一脸小心遮掩的嫌弃和晦气 用手指捏着那份东西迅速放在后生玉德志的书案上 洪大人站起身假装去看墙壁上的地图 途经玉德志那张桌子 瞥见那是一张应该是被人随手扯下的书印 被鲜血浸透了大半 只是血迹已干 洪大人无奈摇头 这些浮水房碟子也忒不讲究了 隔三差五送来的东西 要不就是咒巴巴跟曾经从水里拎出过似的 要不就是还能抖露出沙粒来 这次就更夸张了 还染着血呢 当徐凤年悄悄走入屋子 书案靠近屋门的王贵方抬起眼皮子 只当时又一位浮水房碟子 站起身伸出手 刚才送来的东西在哪里 那个玉德志猛然抬头 刚要开口说话 就看到这位微服私访的北梁王微微摇头 会议的他只是站起身 把那张纸交给了徐凤年 他正是中原毫阀 玉市长房长孙的玉鸾刀 化名玉德志 在这栋屋子里打着杂儿 玉鸾刀递给徐凤年的那张纸 是旧南唐前朝文豪刘京生 那部著名散文集 小窗闲情的遗影 在春秋遗老中广为流传 但这南唐版真本的书页 算不得有多值钱 书页上的文字内容也是快知人口 但是书页后头加上去的那一行落笔仓促的字 也许不是字字千金 但肯定比落笔之人的那条命更贵一些 大战之前先死赤猴 但是很多人不清楚一件事 碟子会死在更前 并且只会死得无声无息 连悲壮都称不上 玉鸾刀想开口解释那些零散晦色不成文的字 在扶水房独有秘当中应该串联解释为什么 外人不知 扶水房有一部极为隐蔽的解字书 不同死士碟子对应各自的说文解字 所以哪怕一封机密谍报被北莽截获 依然是毫无意义 而送出这张书页的碟子在扶水房代号是24 玉鸾刀则需要在案头那部解字书上去翻第24篇 就可以得出准确内容 徐凤年莫不作声 紧紧握着那张书印 走到墙下抬头看着一幅孤赛舟的刑事图 洪大人是一头雾水啊 扯了扯玉德志的袖子 哎 小玉啊 这是你的朋友 这可不合规矩啊 若是被都护大人知晓 你我可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无妨 楚都护定下的规矩在北梁边境比天还大 你一个小小世子说无妨就无妨 到时候一屋子人都要被你坏了规矩的玉德志连累惨呢 洪大人正要提醒那年轻人一句该离开屋子了 冷不丁听见那人碎碎念着 世家不幸国家幸 国家不幸 世家幸 寒窗窗苦读多年的洪大人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这不是旧男堂散文大家刘京生写在小窗闲情里的段落吗 接下来 洪大人看到那个年轻人轻轻抚平有些褶皱的书页 递还给玉德志 玉兰道接过书页后交给洪大人 洪大人 这张书页可以归档了 书页所载文字 下书已经解字完毕 稍后有劳大人请人送往楚都护书房 洪大人接过书页惊鸿一瞥 没什么深刻印象啊 只是觉得那些自勾画生硬转折凝质 真是不堪入目啊 洪大人没来由猛然抬头 瞧见那年轻人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 让这位大人顿时悚然 但是很快年轻人就笑了 大人是不是觉得书页上的字有些不堪入目 被看穿心思的洪大人善善一笑 不好应答 那人也没有计较什么 只是略微提高了嗓音 屋内诸位大人辛苦了 说完这句后 洪大人还来不及付匪什么 就看到年轻人静止走向屋门 洪大人先是看到王贵方呆若目击站在门口 之后才看到屋外站着北梁都护楚路山 齐军统帅袁左宗 布军统帅燕文鸾 后面还有很多人 洪大人已经不敢再看下去了 如果说这还不算惊世骇俗的话 那么更加让洪大人头皮发麻的 是那个年轻人就那么跨过门槛走了出去 而屋外那些在北梁当之无愧最为权势宣赫的一小撮人 都在给他让路 在下谭台平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288集 都护府大唐 徐凤年在询问楚路山有关北莽大军主力的动向 对此楚路山也没办法给出确切答案 哪怕北梁碟子和游弩手已经损失巨大 东卓那乱七八糟的兵马调度也让都护府感到是一头雾水 这就像一个天象镜高手跟第一层境界的纸旋高手对质 有了优势 却没有光明正大出招 同时也没有玩什么阴险偷袭 而是在自己地盘上心乱拳一通 倒是也不怕自乱阵脚数十万大军的大规模换房可不是儿戏啊 意味着需要一笔天文数字的粮草兵响来支撑 董胖子这是在跟咱们北梁显摆他的家底雄厚吗 故大祖作为编帅之一 相较烟门卵陈云垂和重乎这三位品质相当的老家 跟新梁王的关系要更加纯粹 毕竟当年相逢于北梁境外 算是徐凤年请来的贵客 所以故大祖言谈之间就多了许多余地 此时笑着附和 反正也不真是这位南院大王的家当 挥霍起来不心疼 楚禄山双手食指交叉在胸前 两条粗壮胳膊搁在尾巴手上 细眯其眼嘴唇微动 似乎在自言自语 徐凤年望向故大祖 还没有说什么 古大祖争了正一斤 心有灵犀的开口 梁王师想问能否战之境外 徐凤年点了点头 当年旧南堂的王国就在于双手奉送给顾建堂在战场上的所有主动权 精锐兵力西数归缩境内导致了先是水尸覆灭之后就更是情理之中的兵百如山倒了 否则按照顾大祖的经略顾建堂打下南堂起码要多掏出二十万的伤亡 更关键的是届时南堂就可借此养出一股气 不惧死战前车之鉴后事之事 北梁号称三十万铁骑 当然不是三十万边军皆是骑军 事实上称死了堪堪半数 但就算是十五万骑军 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十万匹战马的丰富储备 这绝对正是北梁敢于跟北莽掰万子的底气所在 可当下北梁面临的困局就在于朝廷打定主意隔岸观火 不光是西蜀方向无路可退 在冀州动荡以及原亭山成为冀北豪强后 甚至连北梁的右侧内部都成了不大不小的隐患 顾建堂的确没办法在北梁内部掺沙子 但是在两辽和北梁这东西两线之间做点手脚 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顾大祖卖了个关子 倒也不是不行 就看北梁有没有破例了 顾将军前两天提了件事 大致意思是说 以目前的幽州兵马守住葫芦口 不难 幽州部族就足以胜任 那么闲下来的那三万多骑军可以扫平冀州 为北梁获取更大的伸展地利 到时候不管梁州还是幽州 战时陷入胶着态势 这三万青旗就能够绕出一个弧线 直接插入龙腰中 如此一来 北梁不存在 只能一味被动挨打的死局 不过冀州 颜文鸾说到这里 就故意留白了 何仲乎陈云垂两人的视线交错而过 然后都望向了徐凤年 自降福元年入夏以来 当今天子表现出了一副让朝野上下都费解的姿态 哪怕杨慎姓出师不利 哪怕颜振春的齐军全军覆没 皇帝陛下都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战怒 主帅卢生相的帅位虽说风雨飘摇 可这不是战况不利导致的 而是一开始便是这般惨淡光景 现在反倒是有点愈发稳固的迹象了 其中颜振春战死之后更可谓极尽哀容 恕毫无杰 这一封惊中喉 独子颜达旦立即获得了破壳惊声 杨慎姓悲困丢尽了朝廷的颜面 但据说一封密折上大天厅 为国子剑监兰亭弹劾首辅张居禄 添了一把柴火 应该保住了杨家上下的性命 以后未必没有可能返回冀州 相比节节败退硝烟四起的广陵道 赵家天子显然将更多注意力 偷向了云淡风轻的记者 许多奏章都亲自屁股 外人不明就里 北梁这边谁还不是心智多明 这些不过是因为当今天子 对曹上青这群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捣乱的 歇处于念逆贼的戒心 远训咱们天高皇帝远的北梁铁器 陈之鲍拦腰斩断黎阳西县 应该是原本系布局天下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想让冀州方面步步逼近 以往杨慎幸在这方面力所不待 就算想要制衡北梁 就他那几万冀男老族也有心无力 朝廷干脆就让他去广陵道碰壁 冀州本土势力因此被府邸抽薪 趁此机会 朝廷需要值得信赖的新人填上空白 不但要能扶重还要有跟北梁叫板的胆子 冀州比起西蜀更是软柿子 第一个就要被北梁铁器打成筛子 否则顾建堂怎么不让他儿子去冀州 就算他袁庭山是顾家的女婿 真能跟亲儿子相提并论 嗨富贵险中求嘛 小人物上赌桌都是这副德行 要赌就赌大的 从不怕倾家荡产 说起来 当年咱们跟义父从北打到南 也是这般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 袁庭山此人 不讨喜归不讨喜 但绝对很有意思 徐凤年突然转头 看向阎文鸾 燕将军 假设你幽州仅有部军 可以挡住多少北蒙兵力 一个倒马关外的葫芦口 就可以兜下十五六万的北蒙大军 插上红禄将军曹小娇和红心甲这对搭档 在边境上可攻可守 幽州境内又有胡魁皇甫平 三十万 以幽州部族挡下北蒙三十万大军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挡下 自然是有期限的 但是这个期限 又足够三万亲戚在紧急时刻的救援 或者是出击 哼 那行了 这三万亲戚 即日起 进入冀州 老将陈云垂眼睛一亮 不跟朝廷打声招呼 咱们北梁不过是让两三千齐军去冀州 借个地方呃 阎武练兵而已 需要刻意打招呼吗 那也太跟皇帝陛下见外了点 再说 去了冀州后 朝廷总归有知道的一天 那也不就等于打了招呼 大不了 大不了到时候再跟兵部补交一份文书嘛 就坐在徐凤年身边的徐卫雄轻声笑了笑 显而易见 咱们北梁还算是讲理的 陈云垂强忍笑意 同样心情舒畅的何仲乎就忍不住笑出声了 王爷三千跟三万这出入似乎有点大呀 三千跟三万就差了两万多 又不是三万跟三十万 谁还计较这个谁计较去 再说那位兵部卢尚书还是咱们王爷的亲家长辈 帮亲也好帮李也罢 唐熙剑嫌好像怎么都该帮 这支骑军以往都是领散的将领校尉各自为军 去了冀州 谁来领军诸位可有合适的人选 这事末将本不该插嘴 不过我有两个人选分别担任主部帅 主帅必须用兵骑过于正 副帅则要相对持重 正多于骑以便两人互补 不至于这支骑军的步子太过缺腿 副帅可由我麾下崇田恒担当 这与主帅就需要王爷用人不拘一格了 老将军尽管说那得跟储都户借一个人不戒打死都不戒那小子是都护府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更是我的左膀右臂以后我还要靠着这小子出力的徐凤年难免有些纳闷是哪个了不得的人物能让陆球尔和燕文鸾都轻言相中燕文鸾冷哼一声 不是我跟你借人 是王爷跟你要人 玉兰刀确实可以胜任这支骑军的统领 徐凤年恍然大悟 楚禄山一脸被瞬间割了几十斤肉的表情哀声叹气 那就这么定了 那我们去看一看济州地势图商量一下这三万人马该怎么走 一群人走到基岸前已经有人拿来了两幅地图一幅是济州全境地理一幅是济西地带的地势图 在北梁军方这类地图不计其数 徐凤年在让人去请玉兰刀过来的时候站在基岸前环顾四周突然沉声开口 从今天起 我北梁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朝廷和济州如果胆敢指手画脚 那就直接砍断那些手脚 以后跟北梁境外任何势力发生冲突 无用特意告知青凉山王府 先做了 做完以后 王府帮忙收尾便是 阎文卵陈云垂这些老将军几乎同时长呼出一口气 这口对朝廷憋了将近二十年的怨气 终于能正大光明 一土为快 天虽寒 尚无血 不真正亲身到边塞走一走 就很难体会到那种星垂平野阔的意境 徐凤年陪着徐卫雄离开都护府 走出淮阳关来到关外几里地外 身边随行就只有楚庐山 老将烟门鸾和新登龙门的玉兰刀这些人 已经赶赴幽州主持军务 后者临行前交给徐凤年一份折子 专门门门阳道那边的战局分析 着重关注扣江怀此人那一串有点极面的奔袭战役 大规模棋战于也这一直是边关沙场才会有的画面 在中原腹地大小城池兴罗旗部又有江河组织齐军极难发挥 准确说来极难打出一气呵成的战役 打一场或者几场精彩战事不难 但是从一而终抛弃不足 而是最大程度的挖掘出齐军战力 这就很考验领军主将的能耐了 楚庐山一路上就借着一息星光低头仔细浏览 这封东西是爱不释手啊时不时的责责称奇 等到徐凤年和徐卫雄停在一处小坡地上 楚庐山小心翼翼收起那摞价值千金的宣纸 看了眼天空轻声感慨 卢升线平生最得意之作 就是那次血液下卢州 帮顾建堂算是兵部血刃拿下了整个等于 我呢当年千奇开术也算心不若命 这两场战事这十几年里在上阴学宫和国子剑 被交兵法的老学鸠们颠来倒去推演了无数遍 不过要我看 这个在西楚新庙堂上急奥难训的寇江淮 比起我和那位卢侍郎都要强上不少 也难怪 玉兰刀这么一个心高气奥的豪法子弟 肯定另外一个统领的世家子不吝赞美 徐卫雄伸出手跟楚禄山要了那叠宣纸 放在膝盖上随手抽出一页 寇江淮在上阴学宫是公认的通才 只是之前落在某些学问大家眼中也略有杂而不惊之嫌 我曾与他下过几局棋 哎二姐这小子在棋局上还能赢你 你说什么 哎好好好我闭嘴我闭嘴总行了吧 楚禄山瞥见这一幕当今天下能让咱们这位年轻北梁王吃瘪的人物须止可数 当下就有点忍俊不禁 结果徐凤年是吃软怕硬啊狠狠瞪了眼幸灾乐祸的楚禄山 赌户大人又指得幸幸然收敛笑意 与我对弈之人多是奇谈国手 其中无疑寇江淮的奇力手筋最弱 可是此人的念头最为天马行空 其无定势 既能下出让人悚然的抢手 也能下出狗屁不通的昏招 还能厚着脸皮无理手一路到底 这些都不值得惊奇 寇江淮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一点 是他的胜负心最轻 这种对手搁在大军堆垒的战场上会很难缠 广陵王赵义显然已经吃足了苦头 西楚东线上寇江淮以劣势兵力 两巡内连克黄雁官帝金泽在内六处狭隘城池 得逞而不守 放弃一时一地之争 力求在单个战场上取得对敌方的压倒性兵力优势 一点一点蚕食援军 大转移长奔袭 这种看似无理的用兵之法 确实值得我们相较北莽处于烈士的北梁借鉴 楚路山大概是站着闲泪 一屁股坐在了徐卫雄轮椅旁边的草地上 脑袋的高度竟然仍是与徐卫雄差不多 足可见这位北梁官员之首的陆求二体形之巨 入冬之后枯草稀疏 他也不觉得个人 复国后西楚的处境跟我们北梁是挺像 都快成了同病相连的弹兄乱弟 西楚在两路南下大军和几大藩王的联手围剿下 真是螺丝壳里做道场 若是曹长青亲自出马 逼得杨慎兴有力使不出 严振春战死 倒也算清理之中 可如今西楚不过是让两员小将出手 就已经让赵氏朝廷焦头烂额 赵义不得不连那春雪楼福将都搬出台面 想来广陵的账既不是黎阳兵部老爷们预料的短则三月长则半年 甚至也不是我们北梁当时预计的一年半 等到最后一缕硝烟散去 恐怕要两年 哼 赵家天子用了新年号降服 本意是想有一番新气象 新气象倒是新气象 可就是谈不上半点喜气 谈压北梁 放纵广陵 这都是他一手造就的局面 也不知他是否会有点悔意 除了把龙袍和龙椅交给太子赵传 还有这么个大烂摊子 赵家人本就擅长中盘的浑水摸鱼 和收官的一锤定音 先手失利 赵氏比起当年偏居异渝的黎阳 更加家大业大 也就更能输得起 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 当年朝廷有我们徐家给他们当马前卒 而且前朝先帝不管内心如何焦虑 明面上还算信任我们爹和徐家铁骑 若非当今天子 一心要将徐家盯死在西北边关 他曹长青和西楚已老 谁敢揭竿而起自寻死路 只要北梁边军抽出五万人马去评判 杨慎兴和严振春又岂会晚节不保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 赵家天子那是铁了心 要与天下为敌 封江裂土的藩王 逐渐抱团的新贵文官 地方割据的武将 在他看来就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想要在死前帮儿子都解决掉麻烦 棋盘太小 可容不下那么多大棋子 如果真被他做成了 太子赵传 还真能当个不重武功 安心文质的享乐皇帝 附建堂有陈之报彻招 文臣没了张巨鹿 群龙无首 届时忙着怀揣地心还来不及 哪里顾得上治国平天下 再说了 那时候天下太平 武将都谢甲归田 更轮不到文臣去劳功劳 永辉之后 降伏年间的臣子 除了讨好君王 还真就没事可做了 还别说 原本西老儿这算盘 打得麻溜麻溜的 说这些无补于事 现在董卓具体的调兵遣将 除了刘州方向 都还没有详细谍报 陆群 你认为刘州能拖住柳规大军多久 之后又能牵扯多少北莽边军 投往刘州这只口袋里 有小王爷的三万龙象军帮着守刘州 光是柳规那十几万杂乱兵马 给他们打一百年都打不下来 咱们跟北莽这场空前大战 在后世看来 前期不论怎么个打法 其实谁都没有上策下策 就看谁能在一座座分割的战场上 把优势积少成多 就目前来看 董卓显然没把太多心思放在刘州这边 他把十三位大将军最有声望 同时也是岁数最小的编帅柳规请到这边 是不希望柳规在将来的精略中原中趁势而起 最不济 也不想柳规起来得太快太厉害 我最忧虑的是董卓一鼓作气去打幽州 不计折损的死磕幽州方线 期间将最为精锐的透拔菩萨和红敬炎 放在梁州北线 牵制我们齐军主力 嗯 说得对 打幽州的话 就短期而言 是北莽最得不偿失的昏溃大法 但是长远去看 却是最能保存北莽国力的一种办法 北梁毕竟不是拥有大纵深的中原 幽州哪怕有一些城池可攻固守 葫芦口之南有成片的宝群军城 可那个光是葫芦口就能吃掉北莽十六万兵马的说法 虽说并无水分 可只要北莽有这个魄力 接下来才付出十万的兵力 幽州就等于打废了 接下来得靠梁州主力持援幽州境内 一旦形成这种形式 刘州守不守 已是无关大局 这也是燕文鸾 坚持要御鸾刀领三万青蹄 去济州的根源所在 他是决心以一个幽州 为整个北梁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可这毕竟是无奈之举 最终结局 不过是输多输少而已 黎阳朝廷乐见其成 北梁承受不起 处护卫坚持让刘州打成一个僵局 吸引北莽南北两个朝堂的全部注意力 袭击着北莽边军往刘州分兵 也是担心董卓一门心思攻打幽州 这十几年来 蝶队幽州倾注了无数心血 耗费了无数兵响 甚至在七年前那次龙幽州 持节令的领衔突袭中 故意让梁州边军不去救援幽州 眼睁睁看着三万幽州守兵 丢掉一座座城持树铺 就那么北蛮子护换性命 就是想让北莽对幽州边防心生俱异 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 让幽州不至于成为致命的软肋 此不长兵 唉 那老夫人整肃北莽江湖势力多年 如今总算派上用场了 在边境上 那些高手死死盯住了大小关矮路口 只要遇见有人悄然过关 不论身份全部就立斩杀 我们许多潜伏多年的死士蝶子 已经很难传递出重要军情 这次齐见岳府和公主坟 这些个大宗门都清朝出动 用以封锁边境消息 配合董卓的边军调动 这一手可真够狠的 浮水坊 在北莽那边被这么顺铜摸瓜 可谓损损失惨重 许多州的多年经营都被连根拔起 这也罢了 前不久有个碟子被北莽故意放回来 身上行囊里装着十六颗浮水坊同僚的头颅 那碟子见着往后哭着说 如果不是希望浮水坊能收回这些头颅 他宁死也不会返回北凉 那碟子放下行囊后 当晚就借了一把梁刀自尽了 一言没说 一说没写 什么都没留下 咱们的新凉刀 这还没开杀北蛮子 他娘的 倒是先被自己人用作自杀了 要是一直憋着这口恶气 老子肺都得欺诈了 徐凤年 莫不作声 双手拢在那件紫金蟒袍的大袖口里 入冬后 广陵道那边绵延战士暂告一段落 开始要轮到北凉 硝烟四起了 今年入冬 尚无雪 更不知何时落选 只是三十万边军腰间梁刀的出窍 则是随时随地的事情了 作为北莽南朝中枢的西京城 本名嘉旭城 曾经不过是一座重规重矩的城池 随着那股北莽世子洪流的涌入逐渐有了深深悠悠的江南庭院 有了敦板静祖之风浓郁的黑瓦白墙 有了耕独世家的私人藏书楼有了陌生的朗朗读书生有了风流倜傥的高官搏带有了家人拖业在地的锦绣长裙有了让当地人眼花缭乱的各色痴实 嘉旭城一天一天的饱满直到一举成为北莽的陪都 随着不断扩建更是有了本土龙关贵族和外来新世俗各占半壁江山的朝堂 有了三省六部制人才济济未然身秀 然后在这个比往日略显冷清的玉道上有一行人缓缓走着 领头之人是位老玉老妇人的岁数自然不是新西京可以比拟 披荐救护球子的老玉身边跟着一名年迈如是 更后边一些又跟着一名配剑的中年剑客和一位五十来岁的魁梧男人并肩而行 听说咱们的君神在灰山遇上那一家三口了 就是没能打起来 噩梦 唉 墙内开花墙外香嘛 为何朕很欣赏的两个人都要前往黎阳 一个赶单枪匹马杀到地精城墙脚下与朕对望 还有那个一人即是一座宗门 如果朕没有记错 这个只有一人的宗门 名字还要在公主坟和你们齐剑岳府之上吧 他们若是肯留在北马 算了 不说也罢 齐剑岳府在最巅峰时坐拥四大高手 虽然基山五平的黄宝珠或者说魔头洛阳已经判出北马 但洪敬炎已是柔然铁骑共主 剑气劲和同人祖师也是北马屈指可数的顶尖高手 穷酸老如模样的老者笑了笑 若非如此 那江湖岂不是少了许多乐趣 老夫人转头望向那个配件的中年人 黄青 与那人对敌可有胜算 嗯 这个答案虽不让人惊喜 好歹也不至于让老玉大失所望 黄青 本名孙少浦 齐剑岳府磁牌名 剑气劲 同时还是洪敬炎的师傅 因为愤懑于黎阳王朝大肆嘲讽北莽剑邻的青黄不戒 甚至有人扬言整座北莽江湖无一人可谈剑道 他因此改名黄青 能让剑气劲担当护从的老夫人 这身份也就显而易见了 这头日渐迟暮的雌鹰飞翔在大草原所有雄鹰更高天空的岁月 已经太久太久了 一行四人一直走入西京工程 然后在司礼剑掌印太监小心翼翼的引领下 最终只有慕容女帝和那位太平令走入了一座幽静阁楼 楼内有一口不明材质的灰黑色阴克黎龙缸 缸不过半人高 但是尤为巨大霸占了整个阁楼大厅的大半位置 慕容女帝双手放在沁凉的圆润钢眼上 眯起眼低头望向那缸清水 这只大缸名折棉 他只有在篡位称帝坐上龙以后才有人悄然入宫跟他禀报 有一尾蛟龙折服而免于岗顶一眼望去 有无蛟龙看不出 但是现中那幅画面已经是足够诡诀了无风无浪 水面明明静止 却又处处不平若是仔细辨认 以惜可见 缸内有许多不同色彩的小礼玄庭水中不游夜 慕容女帝抬起头环视一周 身边除了太平令 吴内就只有九人 其中既有道德宗内地位仅次于国师原青山的南明真人 也有北蒙身份最隐秘却是最善风脚针斥的炼器士第一人 还有祖辈世代为北蒙皇室推演称伪的占星大家一律光主 这九个身居此地数十年的真正隐士便是南朝上任南院大王黄宋蒲也都没能见过一面 至于其他的南朝权贵就更不用奢望 恐怕都不清楚西京城内有这么一座奇怪阁楼有这么一口莫名其妙的大纲聚集了这么多的奇人意识 那个说自己身体有样赞不朝会的黎阳天子赵纯如今身在何处了 满头鹤发却面孔嫩如志同的南明真人提了一根纤细的紫色竹竿走到慕容女帝身盘 伸出长竿在距离水面两尺高的某个地方轻轻化了一个小园 百岁高龄的道德宗老神仙连嗓音也如孩童无遗 以未知推断赵纯确实如珠网谍报所言已经秘密寻边两寥了 才知天命的岁数就要死在镇这么个老妇人前头 还真是可怜 四周寂静无声没有谁敢答话 除了象征臣之暴的那条小东西突然生出了龙爪 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情况 南明真人用紫竹竿点了点比先前偏难几分的地方 张巨鹿那一尾在缸内下坠了四尺即将沉底 呵呵呵好一个黎阳王朝自杀其路 此刻老真人手中竹竿所指的位置过出意外应该就是泰安城 这位麒麟真人飞升之后的道德宗新任宗主面无表情 一栋竹竿在西北方位点了一下 徐凤年依旧在淮阳关一带逗留 突然有一位长不及两寸的小黑李骤然跃出水面 然后不是坠回原位而是稍稍向西偏移了些位置 这是 是徐龙象 有些不曾进入天象境界 但是身负气韵的五人 除非气机外泄太过厉害 否则哪怕在缸内占据一席之地 他们的方位也会模糊不清 那些善于敛气的炼气室更是如此 可一旦泄露天机 就再难逃伐往灰灰了 至于那些接近陆地神仙的人物 他们的本命鱼甚至会扰乱缸中水 比如 武当长教李玉甫 先前此人曾引发天机震动 导致缸水外溢 嗯 还有吗 有 黄龙氏 澹台平静 谢飞雨 原本最是线索模糊的三人 陆续有了征兆 那曹长青 既然成了儒家圣人 自然就已跳出岗外 疑问一达到这里 慕容女帝思索片刻 自言自语 嗯 难道是柳龟大军主力已经跟龙象军碰上了 不对 应该是徐龙象去了青苍城以西的地方遇上了那只枪旗 老夫人脸色阴沉不定 但很快就神情舒展开来 反正你有两个儿子 太平令猜出了慕容女帝心中所想 既然露出了破绽 那么可以让黄青和同仁去自杀徐龙象 这样的机会以后很难再有 赶得上 作为北莽帝师的老儒生笑了笑 尽量让他们往那边赶 不然之后就看双方运气好坏了 那就试试看 这位太平令毫不犹豫转身走出屋子去跟剑气进黄青面授记忆 如果成了 那双方勾心斗角这么多回合的刘舟还能有账打吗 没了 不过几天的功夫八千多标悍香齐由孤赛州边境直插 星苍林瑶两城之间 如楚鲁山所料 快马轻甲的枪齐被柳龟用以切断两座军阵的联系 八千多枪齐向南极齿 为首一齐壮汉弯下腰伸手摸索了一下那柄阻袋相传的派币 这名万夫长眼神狠利充斥着仇恨 当年那姓学的中原人徒闯入西北 当地所有不服管束的成人都被当场杀死 哪怕是那些高不过马背的孩子也难逃一劫 虽未斩立绝也是被徐家骑兵割去双手大拇指 这名中年万夫长姓金 当时他所在部落被徐家马蹄踏平之际 他运气好 正值少年的他跟随小队轻壮 在外狩猎储备过冬食物 等到他们返回部落 除了满地死人就只有那些双手鲜血淋漓使劲哭泣的孩子 孩子们的脚边就是他们爹娘的尸体 他发誓要亲手用这把拍臂割掉北梁境内所有姓徐之人的拇指 只要是姓徐 哪怕是墙堡中的婴儿也不会放过一个 听说刘州境内就有个叫徐龙象的人图幼子在南朝权贵老爷那边很有名气 去年曾经把孤塞州几座军阵打得是满身窟窿 他不奢望用不足九千骑兵独立侵拿此人 可是在配合大将军柳归彻底铲平刘州之前 他一定要好好痛饮那些北梁百姓的鲜血要让那个身体内流淌着人土肮脏血液的少年痛不欲生 于是八千多枪齐火速南下截断青苍灵窑两城让作为刘州州城的青苍孤立无援 在他看来这确实是个出其不意的上加策略枪齐也不用冒什么风险 但是他在南下途中还是不断让二十几尤其赤猴在前方探路 每一集都必须奔出枪齐大军十里路程之外 不论是否接触敌军都要折返 由身后第二期补上位置 尤其之间以此方式反复形成一个缜密循环 这是此刻 金城依然没能等到尤其赤猴 眉头紧皱的金城抬起小臂 小幅度前后摆动了一下 示意身后齐军放缓前行速度 约莫伴助相后 枪齐大军事业中终于出现了一位赤猴的身影 战马狂奔而至 金城和几名拍马加速上前的千副长才惊悚发现那赤猴的背后插着树枝弩箭 全方八百里外 有敌军三千 风向惊奇 说完赤猴便断了计 万副长金城是既喜又忧 喜的是对方不过是三千骑 并非龙象军主力 忧心的是几方大军是趟浑水摸鱼来的 而不是财上阵露头就要跟那号称无敌于边境的龙象军死磕 现在摆在枪齐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 继续南下 凭借兵力优势吃掉的三千骑 继续咬牙完成拦腰砍断整个流州的职责 但是枪齐会伤亡严重将来奠定流州胜局后再去跟北盟讨价还价的底气 那就弱了 第二条路 碧齐锋芒 不跟那三千龙象轻齐玩命 但也不撤退 而是迂回前进 之后再有不可避免的接触战 大不了象征性的缠斗几下 以枪齐数百年来天下第一的转移速度 可战可退 金城稍加思索 就果断选择了后者 当金城做出抉择后 其中两名别族出身的千夫长显然也都流露出如是重负的表情 而一名姓柯的年轻枪族千夫长对主将金城这种懦夫窃战的行为极为愤懑 在马背上大声斥责 莫夫 你不去 我去 我这就去率领我的一千六百余本族枪齐许之死战 胡闹 那龙象轻齐 虽然战力逊色于齐家重齐 但也绝对不是轻松就可以收拾掉的敌人 万一除了这支三千兵马外 还有龙象军摇摇接影 那么我们这八千多人就别想活着离开刘州了 哼 狗屁道理 你胆小懦弱 老子跟你可不一样 你这个万夫长丢进了我们枪族男儿的脸面 金城轻轻拨转马头让出了道路 可 你要送死 我不拦着你 年轻千夫长振臂一户身后一千多枪齐齐声嘶吼使劲挥舞着那柄复臂战刀 名叫柯厄的年轻人坐骑越过金城战马身位的时候 计较出胜 哼 我愿以我族一千六百骑充当先锋死士 万夫长大人若是还想获得两莽大战的第一笔军功 该如何做 想必以万夫长大人的精明已经很清楚了 金城迷其眼不计较这个蠢货的言语带刺 而是开始权衡利弊 若是有柯厄一步用命去削弱三千龙象轻奇的风锐 那么赢下这场硬仗的话 除柯厄外的枪旗大军 其实所有人的损失都不会太大 这一笔买卖可以做 面无表情的金城目送那一千六百骑率先脱离大军队 一冲而出 看着那些脸庞上许多稚气还未退去的骑兵愈行愈远 金城突然有些不合时宜的感触 难道是我这些年是不是过关了纯久美赋的安逸 这一日子 心中的仇恨是不是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深重了 金城眼神渐渐坚韧冷酷起来 转头对身边几名跃跃欲试的肩副长开口 我们跟上柯厄 但是要拉开一里地的距离 五六位肩副长都雀跃点头 眼神炙热 各位兄弟 别忘了大草原上那些西梯肯出价几百两银子购买一柄梁刀 嘿 巧了 钱头就有三千多把在等着咱们去取 至于谁能多拿几把 就看谁能多载掉几个北梁骑兵 我金城不会仗着十万夫长就坏了这个规矩 所以兄弟们大可放心 傻人去 相据枪齐科厄部一千六百骑的六里地外 清一色的黑甲黑马三千骑沉默着向前缓缓推移 云速而有力 一头巨大黑虎在骑军阵型外援 肆意奔走 为首领军一起是个不曾披甲的黑衣少年 一柄梁刀就这么搁置在胸前马背上上位出窍 这其半个马身后的一起将领是个八脸汉子 斜向上提起一杆铁毛毛头挂着一颗新鲜头颅 正是那名夹杂在枪齐大军中的尤其赤猴 配件剑术高低不知道反正见机不妙后 戏马跑路的速度也挺快 可惜再快也快不过黑衣少年迅猛致出的那根铁毛 八脸跟那尸体擦肩而过前觉得反正闲着也无啥事可做 拔出插于尸体上的铁毛后 又轻轻一划搁下了那颗脑袋戳在了毛尖上 八脸正是战功显赫的龙象军汉将 王领宝 他本该是跟同为副将的李莫帆老老实实的待在青苍城附近 慢慢的等待那姓柳的糟老头子 带着一帮花拳绣腿的北莽废物前来耀武扬威 不过主帅不知从哪里 从哪个嘴欠的家伙那儿获知 有一只八千人枪齐率先突破了边境线 火急火燎的送死来了 为了在广阔地带急杀这波南下线路隐蔽的枪旗 悄然开拔的一万余龙象青旗不得不分成了三匹 分别在青苍周城和林瑶军阵之间寻觅敌人 一万大军开拔之际 阳光斗和那个叫陈亮兮的年轻读书人快马拦路 似乎想要劝阻 反正王领宝躲在大军后头掏耳朵 假装啥都没听见 啥都没看见 王领宝其实是心知肚明啊 回到青苍城后 龙象军违反军令的消息肯定会第一时间传到淮阳关督护府 届时就算有龙象军统帅顶着 他王领宝身为副将 那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不过这又算个啥呢 十多年后啊 真正意义上的两莽大战终于等到这第一场仗 他王领宝不打上头阵 第一个就对不起自己 王领宝常呼出一口气 手腕一抖 抖落了那颗爱事的头颅 望向远方 双方间距不足两里地 已经可以看到敌方齐军 开始加速了 北凉 有咱们守着呢 他将军 放心走好 徐龙象缓缓抽出那柄北凉刀 日光照耀下 闪现出一片血量 与此同时 三千龙象齐军开始提毛 两只齐军开始了毫无花哨的对撞冲锋 地势平坦宽阔 利于齐军展开阵线 香齐是青旗中的青旗 一方面是穷的叮当响根本重不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个个长臂如园履厉超群 这就使得他们几乎每一骑都是马背上的神剑手 与北凉徐下有着血海深仇的枪族年轻千夫长 科终于不再刻意压制马队的冲锋速度 大手一挥 以一封黑金蒙上马眼 胯下坐骑的步子是骤然增加 中原地带在冲锋中蒙住马眼的习惯始终不曾流行开来 但是在草原之上那是传承受百年的旧俗一开始是保证战马在面对中原步军巨马风阵的时候无所畏惧 同时还能刻意的让战马受惊 在其军与其军的转瞬即逝的凶悍对撞前 骑兵狠命鞭打 能够催生出战马爆发更大的脚力 用战马的速度来带动骑兵冲锋的清透 不过变蓝天下精锐骑军恐怕也就只有北凉铁骑不屑使用此种雕虫小技 这归功于北凉每一匹军马的游生转熟 各大马场倾注了无数心血 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银子 北凉每一匹最终踏上大型战场的数码背后都会有一匹 甚至是树匹战马死在之前 战场上只有1600余清旗发出震天的嘶吼声 两者相比同为清旗的三千龙象军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尤为古怪 厮杀之前集体沉默无声是一个原因 更重要在于他们简直就是拿清旗当重旗使欢的亡命之徒 龙象清旗在提矛加速冲锋之后直奔对方 甚至放弃了一波轻弩扑洒敌军骑阵的杀伤力 北凉铁骑善战且敢死战 敌我相距八十步外 头牌战线铺开如一线汹涌潮水的枪级熟练的打攻射箭 当一根箭矢准确定入一名龙象清旗的面目后 这名骑兵的头颅顿时被势大力尘的箭矢往后车晃出了一个幅度 然后就那么坠马而亡了 无主的战马继续惯性前冲 一根枪足箭矢的箭头在一名龙象清旗胸甲敲出了一串火星子 却没能刺斗 可是这名北凉边军士族的战马被另外一根力道击沉的羽箭射中铁甲尖细的脖子 马蹄是撕鸣一声马上微微倾斜 颓然的撞入大地 那一个打了滚卸去冲劲后的清旗迅速站起身来 他先前提矛的那条胳膊已经折断了 但他在没了长矛后迅速抽出了腰间凉斗 直面那些只差二十几步就会撞到的枪旗开始在直线路径上向前打步奔跑 可恶感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 不只是因为这两轮密集见语只给龙象清旗不足百人的伤亡 更因为这些嫡妻哪怕明明可以用长枪拨开迎面见识 但是没有一起做出这种有损于长枪冲撞力的动作 即便枪旗见机不妙 那条面对面的一线朝风险主动迅速的开始向左侧拉伸斜去 袭击着凭借枪旗的速度来缩小正面战场的损耗 枪旗的风险向左规避威胁 但是龙象清旗几乎就在一瞬间做出了应对 整体向右轻煞而去 马蹄炸雷的声势在变更中丝毫不减 龙象军和枪旗相互陷入了齐军战阵 就这么一个短暂眨眼的功夫啊 足足三百多枪旗被一枪破甲刺穿身躯 这些枪族见儿尚未完全脱离马背就已死绝了 这场冲锋龙象清旗如重锤凿穿沙窗纸一般的倾诉 八脸王领宝手腕轻轻一抖 地上的尸体看都不看一眼 继续策马向前奔杀 相距第二支枪旗军也不远了 王领宝身后满地的枪旗尸体满是血 为了报仇血恨也为建功立业而闯入流珠的年轻千夫长 在射杀一人刺杀两人后也死了 一方杀得十分干脆利落 一方死的也不拖泥带水 科额是复仇来的 但是很可惜 他那个在草原上等父亲回家的幼子只能再等二十年才能继续报仇 沙川一千六百自寻死路的枪旗队伍后 在王领宝和两名校尉的带领下龙象清旗的战马步子出现了一种 暗含规律性的放慢和加速进行追杀 约莫大半里外万夫长京城显然完全傻眼了 二话不说带领枪旗绕湖撤退 之所以不是停马后转身逃亡 是因为那只战力损耗可以忽略不计的龙象清旗根本不允许他们出现 这一点点的浪费 王领宝在心中计算了一下双方距离和战马的奔索 一家马妇想要去徐龙象身边说出心中想法 可是这位龙象军的少年统帅已经抬起了手臂做了一个北梁边军人人皆知的简单手势 快起祖劫 在下坛台平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289集 徐龙象用那柄战刀砍死了三名枪旗 骑马不用开始拖刀奔跑 王领宝有些哭笑不得 咱们这位主帅啊真是让人无奈 在徐龙象做出那个手势后 身后原本始终在刻意保持队伍整齐的龙象骑军终于有了变化 战马更具爆发力的四百多骑瞬间就冲出了大军队 跟随那位心目中的战神主帅去截杀那兵力仍有七千多的枪骑大军 在徐龙象越来越快的奔跑途中 一头巨型黑火窜到了他的身侧 然后黑衣少年身后四百快骑 和更厚的两千多龙象青旗就看到了古怪至极的一幕 徐龙象一个不减速的弯腰 双手扯住那头黑虎的两条腿身体一旋 就这么把黑虎砸向那枪骑大军的中央地道 巨大黑虎轰然坠地后 继而不断地翻滚在大地上扬起无数尘土 无数烂泥式的尸体和大量的人阳麻烦 八脸王灵宝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对杂重那些家伙肯定会很疼 当前方四百快骑即将追上枪骑大军尾巴的时候 后头王灵宝瞥了眼先前那个被黑虎炸出的大坑 在那些稀烂如泥的尸体上开出了一朵朵硕大血化 骑军的对战就如同江湖人切磋寄击的两把兵器 一处集散 然后就寻找下一个战绩 眼下这只以三千骑碾着七千枪骑跑的龙象军 如果在先前那波跟科额布枪骑的冲锋中没能取得战功 那就会在拉伸出一段间距后 王灵宝会转头观察敌方骑军的动向来决定是以直接停马掉头还是缓速绕湖的方式来展开第二轮集体冲击 假如第二波对撞仍然没有分出清晰的胜负迹象 王灵宝就要依照几方骑兵的损伤来选择挥下哪一步应当放弃沉重铁枪换上更为轻便的良斗 以及哪一步应当继续使用铁枪冲锋或是选择轻弩骑射 这只枪骑本以为是狼入羊群 没想到三千龙象骑杀的他们像是一条丧家犬啊若非枪骑独有的迅捷在这种兵败如山倒的溃逃中以龙象骑兵极富效率的追杀下根本坚持不了半个时辰 对这些狼狼的枪骑来说不幸中的万幸就是那个一上来就丢至黑虎玩耍的少年经过初期的一通大开杀戒后之后便重新上马不再展开杀戮 枪骑起先不是没想过以鸟兽散的姿态王四处逃离避免被龙象铁骑一路贤尾追杀 只是才出现这个苗头龙象骑军在那名主将模样的魁武汉子指挥调度下就立即有了应对之法 除去与枪骑纠缠不休的龙象鲁骑两千龙象枪骑迅速拉伸铺开风险 然后猛然加速冲锋轻一色的举起闭弩差点就跟前方鲁骑配合形成一个口袋阵型一股脑的斗住所有枪骑 等到枪骑放弃这个念头继续簇拥在一起往北方疯狂撤退 那些龙象骑兵又开始剑刺放缓速度在马背上进行修正 这种相比弓弩射杀更为隐蔽的战力更让枪骑感到头皮发麻 击鼓声寒 王灵宝在心中计算着枪骑的撤退速度和南朝边境线上的地势以及驻军分布 以及另外两只龙象骑军的支援速度考虑是不是干脆一路杀入孤塞中 然后长途奔袭到柳归那老家伙的后头用铁毛往这个南朝大将军的屁股上狠狠地捅一下 在北梁边军中对什么老南院大王黄宋蒲或者杨元赞都没啥感觉 唯独柳归那是人人都想砍下脑袋的 理由很简单北蛮子天天嚷着那句柳归可当半个徐霄 王灵宝不能忍整个北梁边军都不能忍 王灵宝作为身经百战的边关猛将自然也有着自己的心思 两个念头都不是什么私信 一个是杀掉柳归再一个就是用自家的龙象铁骑跟那两只王杖重骑来上一场酣畅大战 王灵宝突然看到主帅朝自己招了招手快马上前 你领兵追杀三十里能杀多少是多少然后返回青苍城 王灵宝虽然满腹狐疑但依然没有任何的质疑 然后就看到这位龙象军主将越至黑湖北上一路狂奔直接越过了大队枪旗独自往北而去 难不成有落单的大鱼在前逃能让主帅动心的人我肯定不是一鱼之辈的小鱼小虾呀 王灵宝立即有了决定喊来了几名校尾 三十里内做掉所有枪旗漏掉几旗便抵去几旗的军功 如果功不够抵罪什么下场按照龙象军的老规矩来你们比我清楚 这趟三十里路程准许你们放开了手脚随便杀 西洋西下 比骑虎北冲的少年更北百余里外的地方有两人并未骑马几乎是凌空飞渡一路南险 那位中年青山剑客 玄佩有北莽朝第一名剑定风波 而他身边人物的身高让人瞠目结舌呀 足有江南女子两个那么高 而且浑身金黄色 面目肃穆 像是一尊降临凡间的天庭神将 他们身后右摆里处有一骑吉尺 骑士戴黑斗笠笼罩于宽大黑袍之中似乎有些怕见阳光 他握着马匠上的手指一直在微微颤抖 不光是手指和胳膊如此 他整个人都是如此 嘴唇牙齿都不例外 这就是借尸还魂必须付出的代价 正因为他付出了这种不见天日的惨痛代价才得以苟延残喘 他比谁都更渴望让姓徐的那对兄弟去死 而且务必死的要比他更惨 他确实是已经死过了 而且还是某人活活撕裂了 但是插柳可乘 他一劫柳已经靠着大秦王朝失传已久的秘术死而复生 中年剑客在千里黄沙数尺之上 凌波微卜 抬头望了眼西天云霞左手拇指按住剑柄翘中古剑是将出未出 按照西京内口折棉大纲透露的征兆徐龙象应该就身在附近 不过能否撞上 然后截杀还是需要一点运气 毕竟边境黄沙千里寻找一只万人齐君尚且不易 何况是寻觅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若是徐龙象已经躋身可与天地共鸣的天象境界 黄青倒是勉强能够与之天人感应 不过根据珠网机密谍报显示 这个生而金刚镜的少年始终是有意无意的滞留在纸旋径门槛上 没有选择势如破竹的一路破镜 黄青突然停下了身形 双脚轻轻落在沙地上 拇指加重几分力道按住剑柄 瞬间六七缕剑气萦绕定风波剑桥 在旗舰岳府中 比辅主太平令还要高出一个辈分的同仁师祖 也随之停下了脚步 神情骨颈不破 黄青望向前方 哼 师祖 这趟差事还是交由我来解决吧 剑气劲的脑袋甚至不到金黄巨人的肩膀 这位在北莽极少露面的武道大宗师点了点头 你先来便是 师祖的言下之意很浅显 在他看来一个剑气劲未必能拿下虚龙像 黄青对此一笑置之并无怨言 若说王先知曾经是黎阳甲子江湖的磨刀石 那么黄青身判的同仁师祖就是北莽江湖的另一方磨刀石 从拓跋菩萨到慕容宝顶和第五末再到洪敬炎 无一例外都是与同仁师祖切磋过的 太平令曾有言 同仁师伯与人斗不败即可 只有最后那场与天斗胜之即可 此次曾经在清仓城内获具慕容宝顶的金刚不败 你小心些 不贴身肉搏是最好 嗯 施祖伯那黄青先行一步 好 我且先盯着那个不肯安分的孩子 黄青轻轻呼出一口气向南方依掠而始 剑翘外的那几缕剑气在黄青奔跑途中逐渐粗如陆地青红 剑气尽微微壮观 游北往南的那一骑在看到金黄巨人后并未放缓速冲到同仁师祖身子本想一鼓作气擦肩而滚 这是战马竟然如撞上一堵无形南墙猛然停下马蹄甚至是往后撤退了几 一节流显然有些不悦 哼需要如此谨慎吗 在剑气劲的剑气面前天底下根本就没有什么狗屁的金刚劲 就算真有那也是两禅寺的李当心 魁梧巨人双臂还凶神情默然 一节流突然疯了一半弯腰大笑起来 指了指同仁师祖 哈哈哈哈 我错了 竟然把静在咫尺的您老人家给忘了 当年枪先王秀来北莽练枪最后还是给老祖宗你去手空拳挡下的 同仁师祖瞥了眼这本该前途似锦 却落得个生不如死的可怜虫毫不掩饰他的怜悯眼神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 别人要忌惮几分 他哪里需要上心 哪怕是一节流的老子站在这也就那么回事 李密碧朱网的缔造者北莽头号大碟子号称可以坐在女帝陛下踏上意识的男人又是如何 同仁师祖 失笑了一声 我这辈子见过很多精彩绝艳的年轻人都以为整个天下都应该围绕着他们转动做事情从来不讲退路 最后无一例外都死得很早死法也挺惨 哼 那徐凤年不就活得有滋有润 同仁师祖破天荒大声笑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你也配跟他相提并论 我我不配 我李凤手十四岁入金刚 二十岁机身玄境界 二十二岁就去挑战拓跋菩萨 他徐凤年那个时候在做什么 那徐凤年现在在做什么 你现在又在做什么 他命好呗 我输给他非战之罪 根据齐剑岳府和公主坟两处密档所在 自大秦至大凤再到春秋八百年来 仅是游记可寻的哲仙人 踪击出过三十七位 全都夭折 不论是皇朝争霸还是江湖争风都无一人登顶 这些哲仙 命好自然是天生的命好 可落在了地上 大都水土不服 被冥冥中的大盗害惨了 世人辛辛苦苦为求长生正天道 可那不过是云上天人的囊中物 许知皆来之时再美味那也是皆来之时啊 你与我说这些做什么 北莽如今好苗子本就不多 至于以后 我劝你回头 莫做起儿小偷 要学李纯刚 王先知去做强盗 回头 老子都已经死过一回了 撑死了 再死一次 既然如此 那么与其让你死在徐龙相手上 还不如让我送你一程 一劫柳骇然失色 不等他撤退 整个人躺空而起 如玄空赴于珠网中央 四肢扭曲头颅被拧转 就在此时 同仁师祖望向遥远东方 有紫气东来 同仁师祖犹豫了一下 侧过身向东踏出一步 一步即百丈 逃过一劫的一劫柳狠狠摔落在地上 像是一滩烂泥 一劫柳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然后失心风般的猖狠大笑 徐凤年 你遇上这怪物 比你遇上拓跋菩萨 还要该死啊 李纯刚的苦手是王仙芝 王仙芝的苦手是你 那么你今天就该尝试那两人尝过的滋味了 陆地胜青红 那剑气凌然 摧枯拉朽直撞徐龙象 少年与齐玄珍坐下黑虎站在一起 没有手持两刀 而是将那柄战刀插入地面 徐龙象伸手摸着黑虎的脑袋 喃喃自语 小时候我娘经常发我哥背书 那时候我什么都听不懂 听过了也会忘记 只觉得我哥哥捧树读书的样子 说到这里 徐龙象学着当时少年徐凤年的模样 晃了晃脑袋 很好看 少年脸上有些笑 后来我爹私下经常说 咱们徐家祖坟冒清烟 总算也出了个读书人 黑虎突然趴在地上 听到读书人三个字 流露出一股深沉的缅怀之意 曾几何时 莲花风斩摩台 被凡夫俗子 欲为参侠长生的那位真人 便会每日日出日落之时 诵读经书 偶尔也会有人登顶拜访 与齐玄珍坐而论道 口战莲花响春雷 异象绵绵 那幅场景何其辉煌 黑虎九半吕祖转世的齐玄珍 饱受恩责 浮原极重 便是天师府的皇子贵人遇见他 也必须直礼相待 万万不敢将其视同为禽兽 那抹青红 相聚一人一虎 已经不足十礼路程 小时候大姐背懒 莫说读书十字 便是女工也不愿学 唯独喜欢听我哥讲那些神仙之怪 每次睡不着 就要拉着我哥坐在床边给他讲故事 等他睡着以后 再让我哥离开 我哥不管白天有多累 都不会拒绝 而且大姐屋子里的物件 总是随意丢弃 我哥也总会一得闲 并帮他收拾整齐 后来 大姐远嫁江南 每一样东西都 齐齐整整搁置在远处 本该感到轻松的 我哥反而总是狠 大概是不知道 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他哥哥吧 少年挠了挠头 干脆就放下眉头 搁在心头了 徐龙向使劲 吐出一口气 望向前方 眼神 坚密起来 我爹是个大老粗 加上边关事务 无比繁重 有心也无理 从来不知道 怎么跟我们这几个子女相处 都是我哥在那里 照顾两个姐姐 和我这个痴儿弟弟 我懂得不多 但既然有人打到我们家门口了 既然我天生有些气力 总不能还像小时候那样 让我哥一人承担 我在进入龙向军之前 二姐就说过 北莽军中有些练气士 擅长旺气 专门针对北梁军中顶尖高手 以便谋而后斗 还说 北莽诸网秘密定制了一系列的屠龙计划 把我哥放在守卫 我也在前舞 所以二姐也不许我心生杀鸡 轻力出手 防止气机外泄 但我想 与其让他们鬼鬼祟祟暗算我哥 还不如由我来当诱饵 打乱他们的布局 徐龙向 指了指那条 视如破竹的青色长红 开心笑了笑 你瞧 这不就有人上钩了 徐龙向这次违背军令 私自领兵截杀枪起 并没有身披那具肩不可摧的福甲 从小到大 哥哥徐凤年都会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他 徐之虎 徐卫雄 一直都是这样 徐龙向握紧双拳 在胸前重重一击 千里黄沙之上 仿佛响起一支壮重巨响 以他为原心 无数黄沙向外迅猛滚动散开 与此同时 青红未至 剑气一致 远方 齐剑岳府剑士 黄青闭目前掠 腰间那柄骨剑 定封波 依旧是出窍不足两寸 双方交战 除了那头黑虎 就再无谁一旁观战了 百里之外的同仁师祖 亦是不知为何赶赴东方为那子气而去 黄青的剑气之胜到了需要平时刻意压抑才能不伤旁人的恐怖境地 齐剑岳府黄青确实是不服剑气劲的词排名啊 既然已是富可敌国的地步 一致千金 又如何呢 始终闭目前掠的黄青默念道 一壶珠 治理 金刚径 翘中间有两寸增至出三寸 一壶即百升十等 世间一粒珍珠才多重 一壶珠又该有多少颗呢 三寸剑光芒骤起 瞬间绽放出成百上千个 以剑气凝聚而成的青色珠子 大小不一的剑气轻珠滚向前方 如无数轻雷滚走大地直奔徐龙象 远方 已经可以看到此番壮观气象的徐龙象 只是扯了扯嘴角 似有不屑 少年一手轻轻抬 一拳撞住空向地面 徐凤年第一次出现在北梁边军的大教舞中 少年徐龙象曾亲自雷鼓 下一刻 少年和剑气劲之间不断有沙丘碎裂 地龙拱背突出 黄沙漫天如同地牛翻身 生儿金刚境界 深具龙象之力的少年 剑气劲 这一场激励之争又像是矛盾之争 水行中龙力最大 陆行中向力为尊 徐龙象当时唯一一位生儿金刚境界的幸运儿 堪称是北梁最坚固的大盾 只是他遇上了一剑光寒北蒙十三州的皇亲此人乃北蒙最锋利的内干长矛 皇亲仅是剑出三寸便气象恢弘啊 像是天上剑仙扯断了一串念珠 数以千计的珠子剑气打住小珠落玉盘滚滚前冲 徐龙象则将大漠黄沙当作了骨灭一拳雷响引来帝牛鲜身的景象 翻天覆地不断又一道道黄色龙卷破土而出 剑气凝聚而成的青色珍珠在黄沙中纷纷撞烂崩碎 尘土漫天遮蔽湿 地牛翻身虽有力拔身和的无敌气概 可那些为剑气牵引的珠子一粒粒都运及灵性 虽然十之八九都被龙卷黄沙击碎 但仍有不下百克青色剑珠绕过杀柱 一股脑子涌向了徐龙象 徐龙象向前踏出一步 身前竖起一道扇面急速流动的沙墙 沙子纷纷撞在墙面上 既有玉石俱焚的绚烂 也有遗乱击世的无奈 青色剑气散乱流淌 黄沙亦是汹涌无变 一席青山在一壶珠功亏一窥之际 黄青左手按剑无声无息飘然而至 黄青轻描淡写的从腰间摘一下剑 以剑臂撞在徐龙象胸口 剑身出窍三寸的钉风波 在一击之后被狠狠撞回窍中 徐龙象并未被撞飞 双脚依旧是扎根大地 但是身体倒滑出去树掌 少年唯唯万要强行止住后退式 瞬间就开始了冲刺 朝那青山剑客迅猛打出双拳 黄青手弯一抖 横剑于身前 躲避手肘抵住剑翘 硬扯下徐龙象的双拳 顶风波在翘中发出一阵刺耳轰鸣 剑翘剧烈的颤护 徐龙象保持双拳撞剑的姿势 继续向前奔跑 黄青则是被巷口推出了十数障碍 双脚离底一尺的黄青 拇指轻轻一翘 两带削 从容不破 徽剑出窍一寸 离歌一迭 徐龙象懒得理睬 这是什么剑招剑翼剑士 双拳又是一杂 两寸剑 二叠 三寸 即三叠 徐龙象一次次出拳砸在剑翘之上 身形玄空的黄青 虽然始终不曾弃剑 但是一直没有阻挡下徐龙象的充实 不过随着离歌叠数的增加 黄青在少年每一拳递出后的后退距离 却是越来越短了 徐龙象轰出第八拳 离歌把叠之后 黄青终于 溃然不动 大有泰山崩于前 而不动的纵视风范 黄青望向眼前少年没有说话 但眼神中有不加掩饰的惊讶 敬佩 只是还有一丝尘埃落定后的胆胆失望 最后一拳 轰出传说中的八龙八象之力 自然是世间罕有的武道天才 可他黄青尚有离歌九叠 甚至是最后演化而来的十重山 黄青年轻时便立志于以剑催破两蝉似白衣 僧人的金刚禅定 完成拓跋菩萨未能完成的壮举 号称无坚不摧的慕容宝鼎 无疑是一块上家的世间石啊 据说在刘州青苍城内让慕容宝鼎金身出现裂缝的便是眼前少年 徐龙象看似不温不火的再度递出一拳 先前八拳皆是循序渐进 龙象之力层层递进 黄青的离歌无非就是按部旧班层层叠价 本想以离歌终结的黄青没来由心头一跳 依然舍弃了离歌九爹 青鹤一声直接跳跃到十重山 有六七条青红萦绕全身形同护驾的黄青不仅没能用十重山挡下了第九拳的撞击 反而是眨眼之间青红炸碎 顶峰波被双拳砸出了一个惊人糊涂 黄青一退再退直到十八掌外才堪堪止住那颓势 顶峰波的剑鞘好不容易恢复了平直 黄青不怒不惧 反而是心生惊艳和欣慰 台币横剑士转变为显然要更加郑重其事的树壁提剑士 在剑士转换的眨眼之间顺势卸掉了配剑上的庞大余剑 徐龙象没有趁胜追击 黄青微微扬起手中鼓剑 在下齐剑岳府剑齐进 黄青配剑定风波 年少时你齐道入剑道 三十岁复归齐道 本以为有生之年再回剑道 便是此生五道尽头 不料无意中找到了一条新路 算是达到了我宗门的棋子 棋手观棋三重境界的第三境 以此创出一新剑 原想以此剑去与邓太阿一较一起高低 打架就打架 哪那么多事 嘴上说是一剑 但也许是百剑千剑 甚至是万剑 准确来说应该是一局剑 徐龙象根本不废话直接迈开步子 开始向这名叙叙叨叨的中年剑客展开直线冲刺 黄青一笑置之 然后神情肃穆起来 闭上眼睛吸纳天地浩然之气 一股股浩然正气冲刺天地之间 恍恍惚惚形成了一副棋盘 以一条条天下明川大河作为蜿蜒齐线 一座座山岳飓风做那朔大棋子 自称小千世界 若说黄青目前展露出来的实力 剑术不过纸旋 意气不过天下 可他此刻的胸襟则是直达陆地神仙 难怪黄青去了一趟北梁便欣然返回北马 黄青松开手中那把定风波 古剑迅速飘浮在身前 剑出一半 黄青右手做提子落子状 当山顶 顶这是围棋树语之一 正好克制徐龙象那好似空有凝重 却略显笨拙的骑行 一道剑气横生 徐龙象以蛮横奸壮击碎这座顶在前方的武当山飘渺击 黄青继续地提子落子 先后梁子更改的幅度极小 顾名小剑 剑技却是浑厚坚实 小剑之后是锦气锦气之后是像不飞 再有风阵结合又有联名而出的千层宝格式 黄青那张轻易脸庞上 缓发出一种宝像庄严的仙佛光彩 所有威风便可浮动的黄沙此时此刻出奇的全部静止了 唯有庞博剑气四翼纵横 我有天下无双的充沛剑气终有一剑导致于天地 我有四十年玉气出不得 今日不得不意图凶意 少年方圆两里之内 剑气此起彼伏 不论徐龙像如何的蛮横冲撞 都难以靠近黄青和那兵出窍一半的顶风步 反而时不时被磅礴剑气冲击的是两枪而退 不等身形占定又被连绵不绝的号召轰的是风雨飘摇 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黄青的这一手新剑非但没有一股作气 载而摔 招式反而是越来越运转如意 剑到意境更是渐入佳境 徐龙像越是凭着生儿金刚的雄魂体魄 越是凶悍挣扎 黄青的剑招意气就越是缜密无缝 少年被一道粗如手臂的剑气撞在尖头 整个人的瘦弱身躯在空中分滚出几个大员 双脚落地后仍然一路划出去六七尺 在沙地上割出两条痕迹 这是黄沙尘土为剑气所压制 才扶起寸鱼便又被重新镇扎而下 剑尾之主 徐龙像哪怕纹丝不动 不牵动黄青的剑气展开反扑 但只要身在那棋盘之上 便无时不刻都在抗衡那股囊括三里地狱的剑影 但即便如此 徐龙像不知疲倦地一次次奔跑冲撞都不曾流露出半点疲态 徐龙像抬起头望向远方的青山剑客 眼眸绽放出淡金色的玄妙阳光 再度前冲 这一次不是在直线上奔跑 少年的身形在沙地上 依次留下一张串定格的残影 依稀可见他的奔跑路径 短距离内杂乱奴章 若是拉伸开来看待 便是一个半月弧形 那些残影无一例外 都在剑气粘压下被摧毁消散 当最后一个距离黄青只有十丈的残影消失之际 剑客抬起手臂 双指并拢做粘子落盘中 期间略作停断了三次 每一队 黄青身前剑气就白痴肝头更进一步的浓郁一份 连压三手后 两人之间意气大为掌势 而且锋芒陛下 黄青布下的棋局 瞬间又为后时壮大 就像在棋盘上 增添了三里大小可算违反规矩的硕大棋子 徐龙向三次冲撞 一次比一次都声响巨大 最后一次撞开剑气 原先一只视如破竹的山形 破天荒地出现了一丝凝脂 黄青微微一笑 转动手腕便压为挂 一道剑气破土而出倾斜之上 撞在一处空中 如同守株带兔将瞬间闪现的徐龙向一击撞飞 被撞入空中的徐龙向来不及做出应对 就被接下来一道道从地中拔出的剑气砸在了身上 剑气灵力如地龙黄叫 哪怕徐龙向被撞回地面也没有停歇 少年双手插入地面 双脚抵住沙地试图借此缩小后退距离 但是剑气冲进后 少年身上不断炸开团团黄雾 当一缕剑气撞在左侧尖头 徐龙向显而易见的肩头往下一坠 胸口差点就要贴紧地面 等他左手一拍肩膀往上一抬 看看挡下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 无数地中生长国有黄沙的剑气又落下 一寸寸身躯不断下沉的少年 双手无指成钩死死撑在地面上 大楚王朝曾有霸王可扛顶 就算你徐龙向屡立通神 可扛得住天地之中吗 我黄青还真想见识见识 念起异动则气声 方寸掩天地 前方徐龙向已经被无数道剑气轰入大坑内 以少年为原心的数百丈内 一条条黄色蛟龙剑气拔地而起 如朵朵花爆怒放 不见些不停顿地砸在少年后背上 让其无法有刹那喘息的机会 毕竟 一身龙向之力不敌天地浩然气象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黄青伸手按下那柄定风波 猛然推回剑桥 落子天元 同时 一道粗如风鸾山根的恐怖剑气从天空坠落 剑气竟然浓郁到像是水流的夸张地步 从那座大坑中疯狂满溢而出 在大坑外延树杖外迅猛流淌 浸透黄沙 黄青心中微微一叹 就要转身返回孤赛州 手中定风波 轻轻颤抖 幅度越来越大 黄青皱了皱眉头 再一次望向那座大坑 分明察觉不到一丝生机的存在 但正因为如此 那种如野兽从喉咙挤出的节节笑声 才显得尤为可怕 一个衣衫褴褛的消瘦身影 沿着坑坡渐渐走出 勾搂着腰 双手低垂 当他抬起头 黄青看到了一双 金黄色的眼眸 那双眼眸中不带半点感情色彩 不悲不喜 无忧无欢 眨眼之后 黄青就驾驭剑气 在自己身后接连竖起了六道 蕴含青色流滑的高大墙壁 而退进人类气息的少年 则瞬间从黄青先前的背后出现 然后展开奔跑 一口气撞烂了六堵墙壁 奔速不减反增 相距两丈时 少年高高跃起 朝黄青 驻杀而去 黄青握剑之手往下一滑 握住镜封锅的剑鞘尾端 台壁后 剑顶精准击中少年的喉咙 使退 一团璀璨剑芒 在少年胸前 汹涌绽放 但是让黄青感到压抑的是 那少年在撞击之后脑袋往后一仰 然后以更快的速度往前一撞 直接撞碎了剑气不说 还差点让他脱手丢剑 黄青后撤几步 在此期间 物质短暂松开 再配剑定风波 剑饼被撞回到手心处之际 重新握住 这才总算没有阴沟里翻船 否则堂堂剑气劲 就是被人用喉咙撞飞手中剑了 但是黄青此刻的掌心 也已渗出血丝 黄青手腕一抖 剑裁出一寸 就被落地身体一拧后 旋转而至的少年 一手按住了剑饼 一手又轻轻推在胸口 不但顶风波被推回剑鞘 黄青也被风魔一般的少年 一手推出去了十几丈 倒掠而飞的黄青 双脚在空中 如蜻蜓点水踩了几下 踩出一长串似水面波纹的 玄妙涟漪 而那些逐渐扩大的涟漪 在相互触碰下 便有剑气如帘 从水中摇曳而起 这二十余珠青莲 转瞬便又成人那么高了 拦在少年追杀的路途之上 少年在冲刺过程中 咧嘴笑却是无声 双手随意撕碎那些爱事的 一颗颗青色莲花 黄青一脚前踏出半步 斜背尽数被黄沙掩盖 一脚在地面上划湖后移半步 身后黄沙为这半步契机牵引 竟是顺势扯出了一条 长达十余杖的狐月状沙骄 黄青这一事不是剑出鞘 而是撬离剑 刺下少年心口 十六分子 剑鞘离剑十六寸 每出一寸便有一关 一关一向 空中十六寸距离 浮现出十六种 妙不可言的异象 先是出现一尊 身形虚无缥缈的 星山小人 坐于黄青手中剑剑之上 正坐面西有大日生腾 壮如玄谷 即见红日 开幕闭幕 日关之后 继而载起水棍 有兵如琉璃 一一升会 接下来 有金刚七宝金壮 灿烂升会 不断有宝树 保持宝莲升起 有无量珠天作祭月 天女散花 黄青这一大半剑是一剑升佛 徐龙向心口被这一剑 或者说这一剑鞘击中 身躯保持前冲姿势 但竟是就那么突兀的悬停住 黄青 黄青缓缓前行 推剑入鞘 每回鞘一寸 便又一向消散 而少年 则是随之后退一步 直到鬼神能护物 不知龙巷自成灰 在下坛台平静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二百九十集 黄青大半剑十六关生佛 顶风波全部归巧 黄青反手握剑 被剑鞘尾端击中胸口的少年出现一个鲜血淋漓的窟窿 虽未露出白骨 但早已被透体剑气伤极心肺 熬式气机绵长如江河的黄青 在使出这一招后 也需要以数次吐纳来安抚体内疯狂续乱的气急 虽然一剑功成 不过黄青心底还是有些美中不足的遗憾 据传北梁王不遗余力帮徐龙像这个弟弟重现了一具福将皇甲 可惜了 这小子不曾穿上那具甲州与我一战 那少年低头看了眼胸口 然后抬起头盯住黄青张了张嘴 只见一股青色流滑萦绕齿间 那是黄青先前重于少年心肺间的博杂剑气 少年非但没有就此顺势吐出减轻伤势 反而是咽回了剑气 没事吧 还有吗 别的没有 剑气 有的是 黄青握紧手中鸣剑 眼眸翻着金色的徐龙像 转头回望一眼 不知是看那清仓 还是梁州 少年回头后扭了扭脖子 全身上下所有关节发出一连串黄豆炸裂的刺耳声响 举起双拳 然后一脚轰然踏下 黄青一见 只见一条条凝聚如虹的气机不断从少年身上涌出 碎裂 破散 这少年是在自行散起 少年原本已经在止玄门坎徘徊的不俗境界一路坠回了金刚经 龙虎山老天师赵西团曾经传授这个徒弟大梦春秋 那些羽衣倾向世家的皇子贵人都误以为那是老家伙昏了头去为虎做仓 是在帮助徐人徒的小儿子在武道修行上更进一步 事实上赵西团出于私心为爱徒徐龙象着想不假 但大梦春秋的真正意义恐怕天下人打破脑袋都猜想不到 不是增议徐龙象的实力 而是道门的镇压验圣之法 赵西团若是不用心良苦地为徒弟造霞藏壁 那徐龙象可就是要造天度了 徐凤年为徐龙象锻造福甲何尝又不是如此 之前少年在黄青气势磅礴的一局剑中看似是穷途末路的困兽游斗 其实福甲裹身和大梦春秋孕育出的道门契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困兽 黄青如临大敌低头看了眼钉锋波 终于可以递出完整一件了 徐龙象同样是低着头 憨傻笑着 哥我要打架了徐龙象开始冲刺速度比起先前对敌黄青时快了何止一筹啊 但是黄青的剑气早已弥漫四周无处不在 更重要的是配合洞察先机的指悬境界 黄青可以精准捕捉徐龙象的进攻路线 徐龙象在撞到他和定风波之前必然会冲击那些细小如灭猛充斥天地间的微妙剑气 这就能让黄青未卜先知谋而后动 黄青预料到徐龙象会绕至身后对他后背展开一次锤杀 他没有转身 抖剑出窍寸 与此同时身后两帐外木然炸出了一道剑红割裂长空 可是意料之中的那一幕并没有出现 徐龙象没有如鱼而至 更失策的是 黄青在先手之后已经开始布局少年撞开剑气青红的后手了 故意停顿一下的徐龙象 鬼魅身影最终在黄青身侧浮现 然后一撞而来黄青原本体内如瀑布直屑三千尺的气急流转 硬是横移几大翘穴如一条大江改道而流 顶风波虽然来不及出窍了 但黄青手握剑翘横扫 一抹剑纲划胡七处呈现山形分开天地气势雄壮 徐龙象没有后退笔记锋芒 而是凭借恐怖的速度低头弯腰继续前冲 以一记凶悍无匹的尖撞把黄青直接撞飞出去很远 徐龙象在地面上笔直的狂奔 几乎是一瞬间便伸手攥住了黄青脚踝使劲往下一扯 不但将黄青的身躯扯向地面 还直接扯烂了黄青看看运转而起的契机 黄青撞在地面上徐龙象一脚凶悍踢去 黄青只能是勉强用手臂搁挡住这一脚 身躯再度被踹向空中 刹那之间就又被跃起的徐龙象用手肘轰在胸口重新打回了地面 头顶黑影压下徐龙象十指交错握成一拳 这一拳若是被结结实实击中 别说剑气禁黄青了 恐怕就是金刚不坏的慕容宝顶 也得变成一只破碎大顶 黄青后背砸在地面上 面朝天空中急坠而下的徐龙象 顶风波剑柄抵住沙地 剑翘朝天直指那得理不饶人的癫狂少年 徐龙象双群砸在剑翘之上 砸偏了剑翘 身形仅是略缩停顿继续向下砸去 黄青左手轻轻一拍一面 身踏受人一旋 带动右手顶风波 抡出了一圈光芒璀璨的圆形剑杠 一轮明月胜与荒沙大漠 徐龙象根本就没去权衡利弊得失 直接用拳头砸烂了那圆月剑杠 黄青赶忙剑尖一点 身形飘荡出去十几丈 徐龙象双拳砸在了大地之上 那一声炸裂巨响 竟是深入到了百丈之下 黄青在远处站定紧紧握剑抬起手臂高度与尖其平手中常见非但没有外途剑气清红彰显威势 反而是在如仙人参侠引路疯狂的吸纳四周的轻悟 随着顶风波完完整整的出窍 尤其是做出惊吞状后 黄青和徐龙象身边原本肉眼不可见的剑气迅速凝聚 如夏日夜空的萤火虫星星点点飞入了长剑剑剑 黄青磁牌明是剑气进也就是说黄青人未至剑未出 剑气便已是密密麻麻不计其数不满世界 黄青一手持剑一手附后抬头看了眼有些许黑云飘来的天空 收回视线看向那个在坑中缓缓站起身的少年 人活一世没走一步就是在天地间留下一步痕迹 只是世人的脚步大多了去无痕风吹黄沙雪眼路径水冲世界 我黄青亦是不能免俗但我手中之剑不一样 黄青每说一次手中常见定风波的附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就各自叠加了一柄定风波 他身前很快就叠放了将近三百柄一模一样的定风波 徐龙象已经完全看不到黄青的身影 但依稀可以听到这名北盲剑道第一人的嗓音 江湖百年来两代剑神 李成刚以意气风发著称于世 剑开得天门 遗秀及青龙 邓太阿则已快剑享誉天下 以西处锋芒冠绝剑林 黄青不愿走他们的路 手中这把定风波只求两字不动 在黄青和徐龙象之间出现了一座巍峨剑山 而这座剑山还在不断地地增扩大 不断朝徐龙象层层推进 徐龙象不退反进 一撞之下撞断拦在路上的高低数十柄长剑 被组织前奔身刑后 双手一扯又扯碎了十几柄定风波 徐龙象不管怎么用蛮力打破那些长剑 但下一刻总有一柄柄的新剑补上原有位置 被剑山剑墙所组的少年显然也是打出了火器啊 身形倒退与那座剑山拉出一段距离后 这才展开了迅猛冲锋 一撞之下一鼓作气撞碎了不下白柄定风波 整个人都撞进了剑山 凹陷入山腹 但是下一刻那剑山便开始自行生长 气势不但没有衰减 反而逼退少年后退 哪怕少年双脚踩地 试图用肩膀狠狠扛住大山前移 双脚仍是一步一步的向后滑去 少年干脆以头顶住内渡剑墙 再以双手撑住 整个人倾斜的少年怒吼一声 使劲往前一推 整座剑山似乎都发出了一阵微颤嗡嗡作响 但是剑山依旧凭借稳步攀升的气势 缓缓推进 少年已是额头鲜血淋漓 双手手掌血肉模糊 脚上靴子更是被踩穿了 少年猛然转身双臂张开 并引那并不宽阔的后背 立扛剑山 剑墙终于止步了 头顶乌云密布隐约有闪电雷鸣 少年双眼瞳孔逐渐缩小 直至完全消失你徐龙象的诞生本就不是讲规矩的事情不该长活于时间我便以规矩呈方圆 黄青手持定风波画了一个圆 这么一个看似连志同都可以随手耍出的简单动作 剑气之圣甲天下的黄青却使得极其艰难和凝质 然后剑阵成山的那无数柄定风波开始变阵 虚龙象身前身后和头顶长剑浮空形成一个巨大半圆 每一柄定风波的剑尖都指向了当中的少年 黄青顺着那道剑弧背面望向天空 黑云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压低了 子雷疯狂地滚动着 既然你自寻死路不怕引来天结 那我便最后送你一程 这最后一剑明规矩 老夫本是想去跟剑神邓太阿 一较高下 不曾想先用在你徐龙象身上 突然黄青吐出一口鲜血 剑在长剑之上 顶风波坠落在地 铺天盖地的半圆剑阵轰然炸开 黄青是一脸的震惊和茫然 远处少年弯腰而立 双臂低垂 七八股浓郁黑气如一条条恶胶 围绕着少年肆意游业 就在此时 黄青衣衫出现一阵毫无征兆的漂浮 那惊鸿一瞥的一幕场景更是让这位剑气静感到惊悚 同仁师祖被人一刀捅入腹部就这么一路撞来两人一刀一起继续前冲撞到一座山丘中弱大一座山丘瞬间粉碎下一座沙丘依旧是如此的不堪意击 黄青转过头看到那人左手刀占定 更远处一座山丘炸开处同仁师祖在漫天风沙中站起身 与之起身的还有高达百丈的威严天王法身 难道说同仁师祖在那人出刀后甚至都来不及颈出法身 那北梁王徐凤年就这么来了 震惊之余 眼角余光瞥见高空异象的黄青也松了高气 就算你徐凤年来得如此迅猛 但仍是来不及了 大劫已至七重天雷将落 一重重过一重 任您是陆地神仙又如何 轰隆一声 一道紫色天雷砸向徐龙下 徐凤年根本不理睬同仁师祖和剑气劲 直奔向那滚滚天雷一刀挥出 跟羊皮球老头当年那一袖青龙是如出一辙 直接将那道天雷撞碎 黄青看得是目瞪口呆呀 这兄弟俩做事情都是这么不讲理的吗 那可是象征天结的大雷呀 你徐凤年难道真像七重天雷都毅然扛下 仙人齐玄珍当年在斩魔台立扛天结 也不过是扛下六重紫雷而已呀 徐凤年站在徐龙象身边 伸手按在弟弟脑袋上 我们二爹走了 但只要哥还在 天塌下来就轮不到你来扛 黄青相信以徐凤年的实力破去一道天雷不能 但绝对不相信徐凤年可以待人受罚 毕竟天道循环自有规矩 但是眼前景象由不得黄青不信 同仁师祖祭出宝像庄严的数百丈天王法身后 法相威额俯瞰众生 头颅与那黑云齐平 本体则是走到黄青附近 胸口那一刀穿透身躯 可没有丝毫鲜血流淌 平静畜生 此次预料到徐龙象肯定会有破镜之日 早有伏笔铺点 只是不置疑何种秘术 将徐龙象技术转驾过渡到自身 这动手法逆行道师 只会忍来更多天道责法 想来多半是那句重见天日的福将弘甲作祟 否则以徐龙象生儿金刚的体魄 如果多添一身福甲来增加战力 与化蛇添足无异 原先我以为是道教足厅龙虎山的燕圣神通 用以压制徐龙象的境界提升 现在看来仍是小觑了徐凤年的心急 黄青早先偶然听闻武当山吕祖有悲斩倒海之术 不出意外 那福甲即是悲 为的是搬运徐龙象技术 嗯 八九不离十 这位师祖万般算计都没有算到那年轻人一出手 便是左手刀直接将自己撞到这处战场 这一刀毫不拖泥带水 又掺杂有类似百年前某无名道人 震锋魔头刘松涛的玄通 哪怕是同仁师祖也只能是一退再退 无力反抗 如果不是徐凤年置不在杀人而选择主动霸道 那么他真可能连天王法相也请不出来就此陨落 那徐龙象既身天象境界 恶骄之气萦绕全身 你当下恐怕完全不是对手了 我的法相也未必可以降服 你且退下 天结将将 没有必要再次被拖拽着玉石聚焚 师祖 黄青这一退愧对手中之剑 便终生无望 登顶剑道巅峰了 况且 他若是腾出手来 要让我黄青吃不了兜着走 那可是绰绰有余 黄青抬头望向前方 握紧长剑 反而向前踏出一步 溺水行舟不进则退 说不定今日便是黄青踏入渐仙境界的契机了 直觉告诉我 今日事件会一波三主 你不退也好 替我盯着那兄弟二人 我要为头顶内顶熔炉添些废水 彻底断取徐龙象的一线生机 随着黄青身判同仁师祖的缓缓抬手 顶天立地的天王法相也抬起了那双手臂 双掌猛然间何时 炸出一轮一轮的金色连衣 鱼音鸟鸟 似有一物在掌心胜处 黄青竖剑在身前开始叙事 徐凤年按在徐龙象头顶的那只手臂 红丝浮动 如千百纤细赤舌齐齐土信 疯狂汲取徐龙象的那七八条黑胶器 天雷如巨石滚走于似黑色丝薄的云层 声势更壮 雷声轰鸣紫电交织 空中云上 犹如有无数天庭新人在大声怒斥 徐凤年收回手 轻轻一推无法动弹的徐龙象 将弟弟黄蛮尔推出树立地外 徐凤年又望向天空 那一条条紫雷游走于云层 如意巍巍蛟龙穿海 徐笑手握北梁刀抬头看着天空 自言自语 徐笑 你说那幅场景 像不像是一席龙袍莽浮 黄青闭上眼镜 自握剑练剑起的一生 记忆画面如走马观画 这位剑气晋在那规矩一剑无功而返后 心境受损 几乎等于围山九刃个功亏一篑 但是在目睹徐凤年按刀而立后 踏山之时可以攻玉 借机触摸到了陆地神仙的门槛 摇摇欲坠的境界竟是因祸得福稳步攀升 黄青睁开眼睛神情肃默 只等我黄青以关雷落而成心剑 稍后就一心无德的剑仙一剑 敬你北梁王 闪电雷鸣 天空如同炸开一个窟窿 第二条紫雷轰然准了 不是直直的降临砸在徐凤年头顶 而是在这名年轻北梁王身前几十丈外落地 然后转弯击射而止 骑士如万人铁骑冲凤 徐凤年双膝微屈 右手双指并拢 左手刀尖直至紫色尖雷 断将 紫雷如滔天洪水 迎面壮碍 徐凤年一刀断开 紫色大巢一开为二 在徐凤年左右两侧一冲而过 很快消散于天地之间 天上似有仙人怒斥出生 徐凤年站在深陷石树杖的坑底 只见那道紫雷炫烂炸碎 在天地之上如一水缸破裂后 扑散流泄开来 当徐凤年重新提起北梁刀走出去坑 第四道壮阔无双的紫雷 在破开底层云海后 突然建设成为千万条粗不过手臂的紫雷 杂乱无章的又刺向了徐凤年 天王灰灰四面树敌 八方雷洞 许多紫雷飞快地钻入地面 又迅速炸出 对徐凤年寸寸围困逼近 真可谓是翻天覆地 剑九 六千里 就在徐凤年迎敌第四道天雷的关键时刻 同仁师祖身后双手合掌的那摆杖法身 突然落开了 一幅灵动画卷在双掌手心浮现 有佛陀入定念经 完食点头 有真人做而论道 天女散花 有书生手捧书籍 东灵结石 有剑仙玉气凌空 谈剑而各 有神将 策马持矛 金甲摧彩 黄青虽然知道同仁师祖是哲仙人 却不知道这位师祖竟然正是那位曾经为天道镇守大门的仙人 那画卷中人分明都曾是数百年前正道飞升之人 就在此时 那头远离战场 一直交集转圈的黑虎 突然柔顺蹲下了 有一位相貌轻易的中年道士 副手站在黑虎身旁 遥望同仁师祖的天王法相 似笑非笑 黄青 试图观天雷落而物地先见 因为这名奇怪道人莫名其妙的横空出世 硬生生被阻碍了体悟过程 但更奇怪的是哪怕物件中断 却全然不妨碍境界提升 甚至建议趋于圆满的速度 不降反升了 那倒是头顶道官分明是武当道人的逍遥金 却身披龙虎山的刀跑 脚穿一双朴素麻鞋 不见脚步挪动 就突兀出现在黄青身侧并肩而立 只是剑气尽是面朝徐凤年 道人则面对同仁师祖 依旧是井水不犯河水 黄青在心中生出一个让自己都感到滑稽的矛盾念头 不 不可能 难道这位不速之客是那位曾经在展摩台上 一坐便假子 不是天下第一人 却胜似天下第一人的真人齐玄珍吗 至于为何齐玄珍会出现在此时此地 黄青倒是有几分大胆猜测 如果说吕祖过天门却返回世间的传闻属实 那同仁师祖这位镇守天门的仙人 沦为哲仙人也就有理可寻了 黄青有些无力感 若是齐玄珍出手 自己就算能递出那一剑 同仁师祖就算能完整铺开那幅壮观画卷 还能成师吗 齐玄珍开口了 黄青 我被见识 手中既有三尺清风 暗能催眉折腰是全贵 后背情不自禁微微弯曲的黄青脸上泛起苦涩神情 北芒江湖被陛下以铁鞋手腕纳为宠切 成为温顶中原的一股助力 是大势所趋 其是我齐剑岳父剑气尽所能抗航的 更重要的是我黄青第一次握剑就在齐剑岳父之中 太平令还有大恩于我齐真人我黄青有所不为有所为 齐玄珍溃然轻叹似乎有些遗憾 到底还是没有阻拦黄青继续去养育那一剑 同仁师祖站在内尊天王法身脚下 齐玄珍你不过一缕残存气息而已 如何挡我齐玄珍没有理睬同仁师祖的恫吓 只是抬头望向那幅天人迭出的长卷 画卷在众人头顶绕出一个大圆 在这大圆之上皆是七百年前那些得以正道飞升过天门的精彩绝艳之辈 无论三角九流都曾是人间最富气象的风流人物 本就黑云密布的天空尚未落下的数道子雷愈发雄浑粗壮 便是那道已然落地生根的子雷气焰也瞬间保障数倍 徐凤年那原本破去大半子雷的六千里更是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危险迹象 正道长生天上美降下一雷地上之人只有一气绝对不存在换气新生的可能 那剑招六千里催生而出的灰红剑气先前蜿蜒延伸气势如虹 已经一气呵成斩碎了十之六七的绽放子雷 可在同仁师祖摆仗天王法身的搅局后天地一变熔炉宣飞 地面上的子雷气气相撞撞出无数雷光火花将徐凤年笼罩其中 只能依稀见到那条原本壮阔如广陵大江的剑气缩小成了一条小溪 在徐凤年四周流淌游走抵挡子雷千玺 同仁师祖生如红中 哼 齐宣真 莫不是你此行不过是虚张声势 怎得还不出手相救 一步踏出声响更重 齐宣真 你是不能还是不敢 凭你守门奴也想坏我道心 齐宣真转头看了眼那紫电天雷铺天盖地的场所 比四岛天雷而已 就算有你从诸做的 又何须平道出手啊 相伴游历江湖六千里路程何其远啊 广陵江何其城 可良州城外有绕城而过的西水又何其小何其近 曾经有个圈门崖爱喝黄酒的老头子千马过河再无还相 天雷围困之中只听得一人朗声大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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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黄奉金不扯祸 第四道天雷顷刻间是轰然崩碎 但是第五道颜色愈发转身的紫色天雷刹那极准 徐凤年双手伸出霸王刚顶 此气疯狂倾泻从五指尖漏下 汹涌流泻在头颅和尖头 齐玄珍收回视线收敛笑意 先人以大地为棋盘一山以城一国皆为棋子 以天下器术为卧子之手臂 思意落子随性定夺凡人生死 在频道看来此事有为大道 有为大道 这四个字被齐玄珍说出口后 内尊天王法相的仙人长卷出现了一声步驳撕裂的细微声响 然后愈演愈烈画卷一点一点的粉碎 画上仙人画身是一味一味的消散 甚至连天王法相的眉心也出现了一道裂缝 精光四射 同仁师祖额头站裂出一条血痕 金色鲜血流淌满面 今日平道在此 是来了结你我当年天门恩怨 与你说道理不听劝 大真人一手附后 一手向前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出 同仁师祖胸口如遭雷击 轰然往后倒飞出去 撞在了法身之上 数百丈巨大法身也仰面倒去 齐玄珍另外一手打袖一挥 同仁师祖就被猛然拎起 然后朝不知几千里之外的方向狠狠丢去 齐玄珍看也不看 那瞬间一闪而逝落在广陵道上的同仁师祖 既然不听劝 那就管你的 手中定风波只求不动的黄青突然动了 骤然出剑开始提剑奔跑冲刺 直冲那位子雷压顶的徐凤年 一剑之威不亚于一道天雷啊 齐玄珍没有阻拦 只是叹息 在一人一剑的前进路上 一个身形挡下去路 来者任由长剑穿凶而过 一拳吹在黄青脑门之上 黄青是当场死绝 长剑脱手的尸体重重坠落在远处 尸体蹊跷流血 但是这位自幼励志 以手中剑压下黎阳江湖的剑气劲 面容上不见任何的遗憾悲苦 长剑冠凶的少年双手颓然下垂 朝天空发出一声怒吼 齐玄珍看着这位自己另外一世 应该喊一声小舅子的少年 眼神有些愧疚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李玉府我不如你 就如黄青所言 人活世间有所为有所不为 何况是他生前生后 都是修道之人的齐玄珍 各人各有脚下路 齐玄珍可以搬走一些毒死路的拦路时 却无法替人去走 齐玄珍的身躯似那云见淡风见青 最终灰飞烟灭 双目无同神情僵硬的少年 竟然没来由地挤出了一丝笑脸 望向这个当年在斩魔台上见过的中年道人 姐夫走好 齐玄珍会心一笑点了点头 有一道浑厚气息 齐始于南朝西京某地由北南下再度搅局 齐玄珍是勃然大怒在消散之前一手按下 西京那栋楼内的折棉大羹 顿时炸裂满楼皆水 有龙出水 即将彻底消散的齐玄珍脸色忧虑 遗憾道 接下来战龙一世力有尽是 黄芒儿咧嘴一笑一扭脖子双手无力拔出长剑的少年无师自通 一气欲剑抽出那柄定风波 长剑高高抛弃 然后用嘴巴叼住剑顶 无形中虽然是荒唐可笑 但一世一世横剑 少年看了眼远处的哥哥 最后回头看了眼齐玄珍 有我在 你放心走 齐玄珍点头后望向天空 彻底消失之前好像在问天 凡人凡 长生长 若说凡人有情皆苦 长生无情 梦又有何欢 徐龙象开始朝北方跑去低头弯腰咬剑横剑 第五道天雷将坠未坠 徐凤年在迅速换了一口心气之后 蓄势呆发 在这之前 他试图去阻挡徐龙象奔向北方 但很快就被头顶天雷盯上了 无暇他顾根本就不可能做出多余的应对 事事多无奈 无疑又是一个非不愿 实不能 哪怕他是扛下四道天雷的他也不例外 心有灵犀一点疾痛 坐在沙丘上犹豫不决的坛台平静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醒 但是已经获得他的念头 坛台平静叹了口气 抬起双臂大袖如意 双拳贴在一起缓缓拉出一段距离 黄沙从指尖洒落 黄沙洒下粒粒分明 依此悬停 观音宗所拥有两样密传重器 使得这座宗门力压北方浮龙排练气势 一样是麦探妞手上那件差点让徐凤年阴沟里翻船的陆地朝仙图 还有一样便是欲发指纹其名不见其行的月景天静 分别针对天地间的玉秀中灵让其难以逾越天道雷迟 束缚在规矩方圆之内 后者在数百年来第一次现世 恰好便是不久前澹台平静试探虚龙巷 不过那时候的福气月境由两滴绿色水珠坠出两线后画乎而成 也正是那个时候某人违反常理从月境中一穿而过 如同撞碎海上明月 让修到近百年修出古井不波境界的澹台大宗师是新盛联谊 澹台平静要抚平联谊更是抚平道心 这次破例帮他一回 就当偿还前世那份引领之恩了 之后不论两满大战走势如何他都不亏欠半点一切照规矩行事 澹台平静正今微作 身前是那一幅黄沙造就的静止瀑布 准确来说是月经天静另一种形态的先生 他双臂猛然往外一扯 天静骤然变大树立在身前 澹台平静伸出一根手指轻轻一推镜面 这面镜子平移出去 然后一闪而逝 北方三百多里路程外 这面扩大无数倍的月经天静缓缓浮现 镜子以南是叼着剑低头奔跑的徐龙像 镜子以北是一头在折眠大纲被齐玄珍震碎后怒而现身的庞然大物 少年和那头本该只会秀在世间龙袍莽浮上的巨物 照理会在镜子出现的地方出现对撞 然后便是一场惊天地气鬼神的捉对厮杀 那巨物翻云覆雨而至 云雾中偶见 猙獰 猙獰 飞舞长絮 还有那双黄金色的眼眸 当他察觉到前方天境泄露的气息 硕大金眸中显示出一丝充满人性化的机缝 他略作停顿后便俯冲出云雨 静直撞向了镜子 背对澹台平静的徐凤年如是重负 没有转身而是轻轻点头 这个细微动作当下已经算是对这位练气室宗士竭尽全力表露最大程度的感激之情 澹台平静兴师动众 祭出宗门重气候神情有些颓然 坐在沙丘上正正出神 这对正在立抗天结的徐凤年而言 绝对不是什么雪中送炭的举措 而是雪上加霜 世上有曹莽龙蛇的说法 大莽在山 树江成交 最后才能登门画龙 春秋九国战国纷飞 除去西蜀 自古便锁住真龙 八国各有气韵孕育而生的真龙潜伏 随着黎阳肇事一统中原 原本有骄无龙的北莽 借机养出一条真龙 是为了入主中原夺取天下 而一意孤行的赵皇朝 也侥幸在地废山养出一条黑龙 更在下马为驿馆阴险布局 是为了吞噬西楚气数和祸害北梁许家 如今谢飞渝追随陈之豹入蜀 补交仰龙使驻陈之豹三角熔炉而成胜 一旦攻城 不说那属地气数暴涨 光是陈之豹本身就足以跟你这个 所谓的天下第一人一较高低 甚至胜算更大 天下真龙有三 所针对的对象 竟然到最后都是你 尤其是北莽这一条 马上就要降临此地 澹台平静看着那个背影 徐凤年 你说你可怜不可怜 他深呼吸一口气沾起身 终于再度心如止水 再不去看那个注定连九死一生都成奢望的男人 转身走下山丘 徐凤年先后一粒春钢的衣袖青蛇 武当老长叫王重楼的两指断僵 物资北莽峡谷的骑手汉昆仑 还有老黄的剑九六千里摧破了四道天雷 抬头看着第五道不断滚动积蓄紫气白电的天雷 徐凤年默不作声 如果说仙人府顶是结发寿长生 那么紫雷压顶是在受生死在天吗 徐凤年这一次没有被动扛雷 而是脚尖一点在黄沙大地上踩出一张庞大的珠网 把地而起一掌勾举迎向内斗终于落下的天雷 天塌下来能否一手托起总要试一试 当徐凤年手掌触及灰红紫雷如一根针尖对上了重锤 那道粗壮天雷没有顺着手掌流泄而下 反而凝聚平整如镜面整体保持下坠的态势 显然是不给徐凤年半点投机取巧的机会 徐凤年双眼泛红透视于人猫寒雕死然后不断孕育的红死 如万千尾纤细赤蛇游动遍布全身 守心处如凡夫俗子拖掌积雨雷电如水珠四溅开来 天雷没有将徐凤年击落回地面 但是下坠乃是大势所趋 子雷便开始由上而下层层挤压 即使看上去像是在修剪 但天雷的分量力道始终不弱分毫 半柱香后手臂颤抖的徐凤年依旧是悬在高空中 但是直直降落的天雷不断压缩后 便做了一道厚度不过三寸有余的狭窄平面 徐凤年吐出体内那仅剩一分的一口气 微微弯曲的手臂瞬间伸直手掌往上一拖 身体拔高一丈整个子雷镜面虽然没有就此崩裂 但镜面中心处硬是被他撞出了一个凹陷 攀台平静虽然已经走下山丘 跟徐凤年越来越背道而驰 可他还是能够确定这第五道天雷 多半已经无法压下徐凤年了 他此时才意识到下雪了 只是此处被天劫干涉暂时无雪落下罢了 他突然很快转头望去 愤怒惊讶慌张交织在一起 他破天荒生出了后悔的情绪 竟是直接反身掠回沙丘 举目望去形势已严峻到了极点 越境天境是他送出去的 他当然知晓徐龙象和那头 淋打如盆的巨物对撞的结果 咫尺天涯呀 后者并未跟少年接触 而是直接来到了此地 接下来后者很快让他这位炼气士大家 下见识到了何为天机难测 那条折服北莽西京多年的真龙穿进之后 被月景天境短暂束缚威势 幽小如蛇浮空游夜 但当他开口之后很快就把那即将被徐凤年击破的第五道天雷惊吞入府 如此一来他猛然摇身抖落掉那些天境强加于他的天道规矩 体态和气势一同迅速增长 瞬间成为小焦长度的二三十丈 他没有急于对徐凤年落井下石 而是如同饱餐一顿后腹部鼓胀的大蟒安静匍匐于高空冷冷盯着徐凤年 第五道天雷势消散了 但是黑云密布的天空滚滚雷声更是大噪 在更高中凭空多出一道子雷 七雷便八雷 绑倒忙了 坦台平静的无心之举是如此 真龙的包藏祸心更是如此 引雷天人似乎被坏了规矩而震怒 却不是去责罚那北莽真龙 而是请来帮手的徐凤年 第六道天雷根本没给徐凤年任何喘息的机会便降临人间 这道子雷非但不粗壮如风 反而是极其知识 生死一线 徐凤年几乎是第一时间放弃身形撤退的决定 靠着本能尽量让脑袋往后去养 但是脑袋看看避过这一线雷克腹部 难逃一劫被这根子线瞬间冻穿了 与徐凤年血脉相连的少年原先在三百里外茫然四顾 不知道为何没能结下那条大蛇呀 当回头看到那条接引天地的子雷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开始掉头狂奔原路返回 第七雷不知为何 生死出奇的远逊前六雷 雷声渐小电光渐淡 但是天空中的黑云开始逐渐转死 坍台平静 耳中不闻雷声 但是心脏不可抑制的如同雷鼓 我不过是个局外人就已经如此狼狈 那么那个家伙该如何面对 远处那条体型越来越壮大的真龙 一双黄金眼瞳不带感情 两根龙须悠悠然清零摇晃 徐凤年落回地面 先前撑住第六雷的右手游游电光萦绕痴痴作响 用左手轻轻按住血流如注的腹部 仅是能够勉强不让伤势扩大而已 他扬起头看着天空 什么大秦皇帝 什么真武大帝 什么黎阳王朝醉剧权柄的范王 娘亲走了 徐霄走了 大姐走了 二姐坐在了轮椅上 当初差点也走了 为中原百姓真受西北门户 那是我能做到自然是最好 实在做不到 也谈不上有太多愧疚的事情 但是 谁想带走我徐凤年的弟弟黄满尔 不行 第二次游厉江湖的尾声 杨皮球老头在广陵江一箭破甲两千六 他那会儿根本没办法跟广陵王赵义讨要道理 是徐霄讨回来的 当时徐霄说 他老了 以后就要靠他徐凤年自己跟人讲道理 那么徐凤年 今天就要跟老天爷讲一讲道理 头顶天空 第七道天雷隐隐隐转动 连起天威隐而不发 这使得原本只在几里地外速速飘落大地的雪花 得以随风倾斜着飘来 那柄插入远处地面的北梁道 伴着烈烈寒风冥想不止 雪中有道 得知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